更加坚定了对心灵法门的信心。 说到度人,我想分享下现在我和先生的度人方法。 我,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网上选择有缘人去度化的, 我们现在总结。 出了一套度人方法, 在网上我们随缘加入了一些算命群。 针对性找一些想了解自己命运的众生聊天, 通过你想算。 命, 等话题, 开始自然的聊天, 如果感觉这个人心地善。 良, 相信善恶有报, 不会造口业, 就随缘把心灵法门的博。 课以及在线听录音的网站介绍给他们, 并做简单介绍, 解。 哨台长无私的红法经历和人民日报刊登等事迹, 比如点出, 无常, 人民日报刊登首先做个善良的人等等, 同, 时告诉这个有缘人, 只要他们做个善良的人, 用这个人的, 方法就可以随缘改善。 一般情况下不直接跟他们讲心灵法, 门, 佛法和卢台长的名字等, 避免不了解的人诽谤。 这样, 度话我个人感觉效果也不错, 如果直接说佛法, 直接讲佛, 菩萨或者感应等, 很容易让一些人有抵触情绪。 如果感觉,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75, 到这个人很可能会诽谤, 我们马上随缘调整话题, 并善意, 提醒他别把自己的八字随便给陌生人等。 总之, 我们认为, 渡人要随缘, 要自然, 对一般人不直说, 同时做好适当的。 背景介绍, 努力避免他们造口业诽谤。 当然, 我认为最重。 要的事, 要是学佛一定要遵纪守法, 听台长的话, 自己做道乳。 理乳法, 自然会让更多的人尊重和幸福。 2014年1月25日, 2014年1月25日, 我们在市医院找专家, 确诊正式慢。 性肾炎, 性肾炎, 做了24小时尿蛋白定量是0.704G, 在定期吃药的。 基础上, 先生针对我的病情, 给我制定了苦消孽障克服。 劣根性做身体健康善良清澈有感恩心, 忏悔心, 端庄贤惠。 的修心人争月计划, 他详细地帮我列出念经, 修心的计。 话, 我也许愿在2014年里至少给100位众生介绍观世音谱。 撒心灵法门。 随着一波一波的小房子和渡人修心, 我的梦境有变化。 了, 首先不再是黑乎乎的, 有一天晚上我还梦见卢君红台, 常在厨房给我做面条吃, 好开心。 后来还梦见一个池子, 里面有莲花, 下面好多金色的大鱼, 上面池子的鱼是彩色。 的, 在空中游着, 还有一次梦见一个房子, 是在路的下面。 房顶有一条一人宽的缝, 外面下着雨, 里面的水越来越多。 出现了好多鱼, 有些鱼游着游着就变成了人的样子。 2014年2月17日晚上我再次梦见我的爷爷奶奶, 他们, 穿着灰色中山装样子的衣服, 很整齐, 还是在以前的房子。 里, 家里很亮堂, 都站在客厅, 我看见他们就哭着问我奶。 奶, 你们是不是过得很不好? 我奶奶说, 你要是实在。 很紧张, 就先给我们烧一张吧。 一年中他们就是要小房子。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七十六, 梦中马上出现了两组数字, 二十六, 三十, 后来他们就出门不见。 了, 感恩菩萨加持, 点话我知道了我的病的原因。 我知道, 他们是告诉我需要五十六张小房子呢。 在2014年2月22日晚上, 我再次梦见卢君红台长, 还梦见我和先生在一百零八米高的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向前都, 求到了一张护身符, 做完这个梦境后, 我告诉了先生, 先, 生说应该是菩萨加持了, 并让我再去做下尿茧, 奇迹发生。 了, 二十四, 二十四号早上要减蛋白质结果降成了佳, 天呐, 慢性肾炎。 慢性肾炎, 降蛋白, 多少人一辈子也降不下来的蛋白, 我再这么短的。 时间, 蛋白竟然降为正常。 我和先生非常激动, 因为我们, 从网上了解到, 慢性肾炎有的人好几年蛋白也降不下来。 而如果我没有学佛修心, 及时忏悔宵夜, 我深深明白, 我, 的邪淫涅障爆发后, 根本不是这么简单, 更不会康复的乳。 此顺利, 我从心里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君洪抬长。 在这里, 我也忏悔自己作为妻子的不称职, 刚结婚时, 我根本不懂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妻子, 如何做好相夫教子的。 分内是, 作为女人, 我没有做到心柔如水, 而像钢铁一样。 又冷又硬, 在做错的情况下也不认输, 不认错, 因为自己的劣根性, 我每天脑子里只想些先生的不好, 他的好从来看不到, 甚至有时候还会有恨, 对先生的工作不是很关心, 让他体会不到家的温暖。 而现在, 我知道是自己的的智慧, 不够, 以及劣根性太重的原因。 同时, 还因为放生, 注印, 等事宜和先生吵过架, 甚至造过一些口业, 在这里, 我像, 观世音菩萨, 向卢君弘抬肠深深忏悔。 同时, 我也呼吁看, 到此文章的有缘女众一定要珍惜节操, 为人妻子要端庄贤。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七十七, 会, 性情柔和, 做好相夫教子的本分事, 这才是幸福之道。 那, 回顾我学习心灵法门, 可以说, 正是心灵法门, 让我, 发心做个善良的人, 让我努力做个体谅他人的人, 让我家, 停和睦, 让我懂得如何去教育孩子做个有良心的人, 让我, 明白爱国爱家的重要性, 让我明白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正, 能量的人。 最后, 再次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台长, 感恩心灵, 法门, 山西河同修, 二, 心灵法门帮助我走出不轮之链, 感恩难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喝, 沙, 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 墨学在此深深忏悔自己犯下的邪淫地狱果报, 上大学时候墨学有学佛经常在宿舍放大悲咒, 因而, 接触到佛歌, 接触到佛歌, 我们都不懂真正的佛法, 对佛学知识也是空, 白一片, 却深深喜欢上了佛歌, 感恩舍有波下的佛种子, 06年自己开始陷入感情的漩涡, 与有血缘关系的亲戚, 产生了不轮之恋, 在现代喧嚣的社会宣扬追求爱情至上与, 人性自由的基础上, 无名中踏上了邪淫之路, 一步一步犯, 下了地狱果报, 沉迷于世俗爱情中, 经历了流产, 家庭破, 烈, 妻离子散, 经济破产, 彼此却依旧执迷不悟, 聂缘情, 网越结越深, 期间还从网上搜罗了一大堆关于长期短孝币,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抬肠开示极紧, 二, 七十八, 孕药的资料, 资料显示这种避孕药基本上不影响身体健康, 鱼吃的自己以为这样保全了双方, 就这样一吃就吃了三年, 学心灵法门后听录音才知道避孕药也一样留掉小孩, 那一, 那一, 客室多么的心痛与心碎, 几年下来多少孩子为此遭受凄惨, 忏悔, 深深忏悔, 真心呼吁天下的女性懂得关爱自己呀, 远离避孕药, 切勿重蹈覆辙, 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位居是网上分享的观世音菩萨的, 神级世纪, 开始震撼观世音菩萨真实存在, 热切的学佛之心, 苦于不开智慧与无人引导最终在无奈中沉寂, 此时, 对因果报应依旧空白一片, 依旧在感情中挣扎并堕落, 感恩难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没有, 放弃如此业障深重的孩子, 自学校毕业一直保留听佛歌的习惯, 特别心情压抑的时候, 在2011年期间一段时间天, 天听大悲咒, 整天整夜的听大悲咒, 菩萨实在是太慈悲态, 慈悲了, 一次听着大悲咒睡着了, 做了个梦一直深深印在心上, 梦里非常庄严漂亮的白衣观世音菩萨金光闪闪踩着, 祥云出现在天空, 微笑的俯视, 如此温暖与慈悲把心都容, 画了, 自己见识观世音菩萨欣喜不已, 和掌跪拜眼泪不由, 的掉下来, 内心充满忏悔, 抬头再看的时候菩萨已经远去, 自己在眼泪中醒来, 那种真实与震撼的感觉无庸置疑, 自, 即从小到大未懂和掌跪拜佛菩萨, 甚为诧异, 然而愚痴的, 自己并没有因为菩萨慈悲点化而走上学佛之路, 一直固执, 的沉迷情网, 直到2012年, 一次偶然机会跟同学聊起寺庙法会事宜, 在网上搜索超度, 弹出心灵法门博客小房子超度的链接,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79, 点击进去一看, 整个人激动不已欣喜若狂, 这不就是自己, 苦苦寻找的学佛之路吗? 接下来就一直沉浸在激动喜悦之, 中, 由于业障特别深重, 反应特别激烈, 连续一个多月晚, 上噩梦不断, 整晚发冷发热, 脸色发黄, 看博客厅录音头, 昏脑障, 家人朋友同事四面八方阻碍重重, 感恩菩萨慈悲, 点话让我真真切切去了解什么是邪淫, 同时看了音律无情, 地狱之苦, 才痛心发现自己一直一直犯着恐怖的邪淫中着, 地狱果报哪, 念经半个月梦见慈悲的台长在漆黑一片, 七, 惨间叫的地方跟我说你一定要救他们哪, 指孩子, 醒悟过, 来得自己震撼忏悔, 自己已经一次一次残害了孩子们, 死, 时此刻于心何忍放弃他们哪, 唯一只有救助孩子们, 哭着, 朝天上呼喊求菩萨, 我再也不要这个关系了, 菩萨你就救, 我, 你就救我,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要这个关系了, 我, 不要下地狱, 我不要下地狱, 我不要下地狱呢, 深深忏悔, 对家人朋友造成的伤害, 深深的忏悔, 劝导对方学佛无果, 无论家人朋友如何阻碍, 始终坚定学佛信念, 配合三大法, 宝, 念经, 许愿, 放生, 给对方心经, 解决咒, 加上小房, 子, 当时还住一块, 吵架打架整夜整夜互相折磨, 就像风, 子一样撕心裂肺, 每次到了危机关键时刻, 一呼喊观世音, 菩萨救救我, 对方就无法伤及自身, 心灵法门真的太灵了, 菩萨真的太慈悲了, 感激涕零, 感恩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 菩萨与护法神慈悲保佑与加持, 在短短三个月内安然解脱, 了几年的布伦关系终于回归了正道, 感恩父母的宽容大度, 一直以来对女儿的帮助, 女儿不孝, 深深伤害了你们, 女, 而从此一定要好好孝顺你们, 好好学佛随缘度化有缘众生,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八十, 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加持父母开智慧信佛念经, 感恩, 对方终于破迷放下, 化解冤结, 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对方, 开智慧信佛念经, 念了两百多章小房子给孩子, 三百多章自己名字的药, 经者后菩萨在梦里告诉, 你身上没有灵性了, 醒来法喜冲, 满, 感恩难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学, 佛一年度化了妹妹也学心灵法门, 其他家人也从反对道步, 干涉道支持, 放生度人一件又一件书圣法喜的经历, 终于, 找到了回家的路, 墨学今生今世要永远跟随观世音菩萨学, 佛念经,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弘扬心灵法门, 救度众生, 永不停息, 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牵手牵眼, 感恩难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喝, 萨, 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 弟子和时,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八十一, 二, 邪淫对事业运程的影响, 一, 精彩开示摘录, 一, 常看不健康信息, 男女不正当关系, 定导致事业不顺, 2012年4月22日悬疑问答, 听众, 我现在求其他事情还比较顺利, 就是求事业的, 事后, 也不是说不顺利, 就是好像还没有结果, 这是为时, 一, 台长, 很简单, 事业和你的心有密切的关系, 你的心, 还有杂念, 事业一定不会顺的, 比方说你经常看一些不该, 看的杂志报纸那种色情的东西, 你的心就会动, 一动的话, 事业马上就会不顺了, 连报纸上那种色情版, 你都不能看, 看的话一定事业不顺, 很多人事业不顺, 跟这个心理男女, 之间的事情特别有关系, 因为最倒霉的就是男女之间的事, 情, 可以让一个人彻底倒霉, 你去看好了, 有些人贪污还, 不一定出事, 但是他只要跟女人牵扯上之后, 接下来, 一, 郭端, 什么都出来了, 听众, 哦, 是这样的, 二, 沉迷男女知识音器重, 影响考试和前程, 2013年, 10月20日悬疑问答, 听众, 我现在就想考公务员, 以前您在梦里也开试过,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试极紧, 二, 八十二, 我两次去考公务员, 后来我也没考上, 今年又有考, 我有, 没有其他经文需要调整, 台长, 继续考, 不要怕的, 有时候师父在梦中给你点, 话叫你去考公务员, 可能会因为你自己脑子的业障就像, 昨天晚上我们联谊会一个小朋友, 朋友一样的, 台长到梦中去跟, 他说两次都很好的, 他为什么工作找不到, 台长昨天就告, 诉他了, 不能在网上看那些色情的东西, 哪怕看那种美女, 照片都不行, 你听得懂吗, 考不上的人, 跟你看这些东西, 很有关系的, 听众, 是不是因为跟我谈恋爱也有关系, 台长, 那当然了, 你谈恋爱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当然阴气太重, 对你怎么会没有影响, 思想不集中呢, 就, 是跟女朋友恋爱的话, 你也要规规矩矩的, 不能人一碰上, 就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以为找一个女人就可以乱来, 了, 那也是不好的, 分心呢, 为什么大学里, 学校里不主, 张大家谈恋爱, 就这个道理, 谈恋爱分心, 读书读不好, 毕业不了, 国家不是少掉人才了吗, 不一样道理吗, 所以, 树有根, 水有缘, 师父两次在梦中给你加持, 说叫你考工, 物缘考得上, 怎么可能考不上, 不就给你糟蹋掉了吗, 听众, 是呀, 台长, 这种事情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有菩萨的帮助, 但是自己也要努力的, 不努力的话怎么会成功, 有机缘, 不努力不会成功, 有的人一辈子努力没有机会他也不能成功, 好好自己放下一点了, 真的, 听众, 那我这段感情就放下是吧,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八十三, 台长, 我不是叫你放下, 我叫你两个人如果谈恋爱就, 好好的谈, 不要一天到晚搞乱七八糟的事情, 在一起也好, 好的, 那以后你跟这个女朋友就算结婚了, 成为一对老夫, 七的话, 七八十岁你们也搞事情, 夫妻之事不能一天到晚, 做的, 做到后来不好的, 会倒霉的, 过去皇帝搞的命都没, 了, 国家的江山, 设计都没了, 这种东西都是阴气很重的, 这种都是贪玩, 都是丧失你的意志的, 明白了吗? 很简单, 了, 什么东西都不能过分, 一过分就不好了, 你吃东西都不能过分的, 吃东西过分, 肠胃不就坏了吗? 你这里想愤, 尽努力, 那里一天到晚沉迷在酒色之中, 人家会用你, 可, 能吗? 听众, 如果我不跟他每天联系的话, 他就会觉得我不, 关心他, 台长, 谁叫你不跟他联系了, 联系一定要两人好的不, 得了, 如交似期的, 你怎么听不懂, 就是碰面也没关系, 联系都没关系, 联系好了就放掉, 好好做功课, 正常的街, 处有什么关系, 我就说那些男女之事少做, 一个年轻人要, 奋劲, 要往上走, 你必须要舍去很多东西的, 不舍你哪来, 得得, 整天那么沉迷酒色, 那不就跟那种马路上的那种小, 青年一样的吗? 那种嬉皮是不就这样, 整天跳舞, 唱歌, 你说他哪有事业, 这种人会有成绩, 你去看看, 到了那种, 咖啡厅, 酒店里边的, 有几个事务正业的人, 人家博士会, 去吗? 教授会去吗? 在澳大利亚这种跳舞场或者晚上夜总, 会, 去的那种小青年哪个工作好的? 不努力呀? 听众, 师父, 想问一下我念经的质量怎么样?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排长开示极紧, 二, 八十四, 台长, 就看你现在有气无力的, 你说会好吗? 向台长, 如果我念一遍大悲咒跟你气哪个族? 听众, 台长吗? 台长, 这是一种气场, 是一种正气, 这种是能量, 你, 浩然正气, 你不做坏事, 人家讲你你都不怕的, 你去考工, 物源, 心虚的话, 人家就不要你, 要浩然正气, 老跟女人, 接触的人不会有浩然正气的, 老动那种脑筋的男人不像男, 人, 你去看色咪咪的这种男人像男人吗? 都看得出来的, 你说娘娘腔的男人能做大事吗? 就这么简单, 多念大悲咒。 二, 白化佛法精选, 一, 所以戒是很重要的, 我们守戒就不会造种, 种的业, 守戒的人就不会造业, 而造业的人他就不懂得守。 戒, 今天你不乱讲话了, 你不就不造口业了吗? 你不乱做? 事情了, 你不是守了你的深夜了吗? 今天有个人告诉我, 一个名家之后, 爸爸是大学的教授, 而这个女儿在澳大利。 亚就像妓女一样, 今天跟这个, 明天跟那个, 把他父母的, 脸都丢尽了。 想想看, 这就是不守戒, 他才做了这种恶业。 如果这个人遭遇了各种不顺, 比方说劫财, 都是和尚, 一是犯淫恶有关。 如果金氏这个人什么事情都不顺利, 刚, 刚有点钱就没了, 刚刚有点好事又没了, 这个人上一辈子, 就是和淫荡取乐有关系。 所以经常很淫荡的人他的钱财是, 守不住的, 他在劫重生, 经常会有桃花劫。 如果一个人在,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85, 这方面干净一点, 他的钱财就比较稳定, 如果一个人刚刚, 有点钱就乱搞男女之事, 以为自己钱很多, 但不知钱很快, 就没了。 以借为本。 二, 人情是指腹部以下的地方, 腹部以下的地。 方为人, 有男女情欲, 有泄其精血等, 就是说人的精血会, 漏调很多。 台长经常给大家讲, 如果要去找工作, 想发财, 的时候或要面试的时候, 最好不要接触男女之事。 佛法上, 讲过, 邪淫乱阴阳。 当你有一件好事要去做的时候, 或者, 是有倒霉的事情要去处理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做男女之事。 即便是自己的老婆或者老公都不要去碰, 否则肯定倒霉。 这就叫乱阴阳。 大家一定要记住。 另外就是魂魄会消散。 报纸上的色情广告上经常写消。 魂。 因为男女在一起, 就叫销魂。 一个人魂魄没有了。 能够找到工作吗? 脑子注意力不集中, 傻掉了, 能顺利吗? 所以有一句话叫谈恋爱时, 人的智商是很低的。 如果有人告诉一方说, 这个人不好, 是坏人, 你可能会认为这个人, 是在嫉妒你。 其实这是因为谈恋爱时你的魂魄被消掉了。 色魔羔羊就是说当人经常使用下腹部人轻的地方, 就会有很多麻烦。 如果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下腹部, 就是色魔羔。 惊在身上了。 2010年6月6日悉尼市中心, 悬疑综述解答会记录。 5.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才常开示极紧。 2. 86 3. 同修反馈摘选。 心灵法门求工作的感应和经历。 我来自杭州, 接触心灵法门也有快一年半, 感触较深。 观世音菩萨真是无比灵验。 现在我就来叙述一下自己找工作的神奇经历, 与大家分享, 共勉精进学修心灵法门。 学佛前, 有好多年, 运程一直不顺。 特别事业方面, 没有财运。 学佛后知道是自己业障太重, 特别是犯淫鞋。 过去天天出入酒吧, KTV, 乱搞男女关系, 还组织大家一起。 玩, 自命潇洒, 加上本身的福报就不多, 这样大大折损福。 气, 自然就没有财运, 导致工作一直不顺, 收入低不稳定。 身体也变不好, 过去肝病小三羊变大三羊, 下巴还长满了。 痘痘, 果报来得非常厉害。 由于银鞋的报应, 过去找的二个工作单位, 一个号称, 事业单位, 一个号称国企, 外人看来都非常好。 但尽入单, 为后, 才了解是两码事, 名不符实。 说来也奇怪, 工作也。 和我这个人一样, 看来光鲜而内在混乱。 真的是业力感应。 报应不爽。 所以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犯银邪, 报应真是非常。 厉害, 活着就如此, 死后一定有更残酷的音律惩罚。 后来我遇到心灵法门,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母亲救了。 我, 让我可以学佛的欲心灵法门这么好的方便法门。 我彻底下决心改变自己, 发誓不再银邪, 遵循念经。 放生, 许愿三大法宝天天修行。 在这一年半修行中, 我, 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脸上痘痘也好了, 人也精神。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八十七, 身体也好转, 感恩观音菩萨。 唯有工作方面我心中一直有。 介地, 不想待在这个国企单位。 于是我就在今年六月, 奋辞了职, 因为确实也干不下去, 没心情在魂。 辞职后我在家闭关三个月, 每天念三至四张小房子, 求仆。 萨给我一个离家近, 交五险一金, 空余时间多, 方便念经。 度人红法, 稳定有事业前景的工作。 到了九月我开始找工。 做, 半个月后我找到一家全国五百强的集团公司在杭州子。 公司, 满以为这就是我将来努力。 努力的方向, 进公司才了解又。 是一家门面好听, 依仗集团名气, 其实没前途, 真实待遇。 也与面试不符, 老总对新人待遇反复变化最后耍赖。 那段时间真是情绪低落, 但我始终想着观世音菩萨对。 一个同修说的话, 疾病或不顺并不是惩罚, 而只是自己所做行为所产生的结果。 想到菩萨的话, 都是自己过去今生。 造的恶业报应, 能埋怨什么? 现在遇到心灵法门就好好念。 经还债, 相信菩萨, 总有水烧开的一天。 集团公司上班一个半月后, 莫名收到一条短信, 市区。 政府的社工招聘。 这个社区工作其实不错, 非常稳定试吃。 国家饭, 只要你不辞职, 可以做一辈子, 工作时间很轻松。 空余时间较多, 利于念经修行, 而且基层工作会接触到很。 多人, 方便弘法, 离家也非常近, 走五分钟就能上班。 唯, 一点是工资不高, 但前途不错, 将来有很大提升空间。 虽, 然很心动, 并且和我求菩萨的工作, 要求全部都符合。 但我, 知道社工应聘竞争非常激烈, 最要命的是体检环节, 由于, 过去通宵纵遇, 导致有大三羊, 肯定是通不过, 过去自己, 造的阴, 现在要吞的果。 所以有兴趣, 无信心。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八十八, 母亲知道后, 劝我要是一下, 母亲说观世因菩萨若宝, 有, 一定有不可思议的事发生, 我想想也对, 就决定死马, 当活马医。 报名那天, 人山人海, 估计有上千人来应聘, 很多人。 文凭还很高, 我只有大专, 心就更沉了, 自己没啥优势。 真得靠观世因菩萨保佑才行。 那天回家后, 我跪在佛台前, 发愿为这次应聘比试。 放生一千五百元的鱼, 念二十一张小房子, 每天基本功课中准题。 神咒加到一百零八遍。 报名一周后就进行第一轮比试, 我根本不知怎么复习。 每天要上班还要念经, 只能网络上找了一些考试题目看。 比试后, 在焦急的等待半个月, 法榜看到了成绩, 我竟然, 考出所在社区的第一名, 顺利进入第二轮面试, 自己都有。 点不相信, 这绝对是大慈大悲观世因菩萨加持, 才有这样。 成绩, 法喜充满。 感恩观世因菩萨, 感恩台长。 当天我又跪在佛台前, 发愿为这次应聘第二轮面试。 放生一千元的鱼, 念十四张小房子, 准提神咒依旧一百零八遍。 半个月后又开始面试环节。 虽然笔试刷掉了很多人, 面试仍然很严酷, 那次面试并不理想。 但几天后面试成绩。 出来, 再一次有大慈大悲观世因菩萨护佑, 竟然也有第四。 明的成绩。 也在那几日, 又一个惊喜发生, 终于得到东方台回复。 台长给我选了新名字。 其实求改名已经快一年, 那么久没。 回应我其实早放弃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等到了回复。 感恩。 马上我也做了声文改名。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八十九。 第三轮就是体检, 有大三羊已干的我心里彻底没底。 这一次又跪在佛台, 发愿放生五百元, 准提神咒一百零八遍。 今生一定跟着观世因菩萨弘法度人, 祈求菩萨保佑我能有。 奇迹发生, 顺利通过, 这个时候能依靠的也只有伟大的观。 是因菩萨母亲。 最后的奇迹确实真的发生了, 菩萨母亲真。 是太慈悲了, 体检十天后, 当被电话通知体检合格的时候。 喜悦万分, 真是由衷地感谢伟大的观世因菩萨, 感谢这么好的法门。 五个月前上各单位体检, 我还是以干大三羊。 经历了二个月的辛苦应聘, 我终于奇迹地成功了。 而, 且工作和我在菩萨前所要求的一模一样, 同时我的新名字, 也有了, 在新的工作环境, 可以很顺利地让新同事叫我新。 名字,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因菩萨给我安排得太好了。 大家一定要坚信观世因菩萨, 坚信心灵法门的灵验。 我总结下求工作的几点心的。 一, 求工作前, 为找工作一定要发愿放生多少, 念多少。 小房子, 并且要在能力范围内发愿, 最好不要发若成功后。 再如何这种愿, 和菩萨讨价还价不如法, 我一开始就犯了。 这个毛病, 并且准提神咒要多念, 每天最好加到一百零八遍。 二, 吟邪之念不要有, 一定要守住这个。 不看少看网络。 美女图片, 电视, 大街上美女也不看少看, 尽量心干净。 看得多会引起不必要的银鞋遐想, 意念银鞋最难防。 银鞋, 又是罪妨碍事业, 我就是粒子。 三, 若还是无法短时间找到合适工作, 不要急, 还是的。 老实念经许愿放生, 找合适工作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几个, 月到几年都有, 最怕就是求了几个月, 找了几个月, 失去。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九十, 信心了。 因为自己福得积累不够, 你求的工作, 菩萨给不, 了你。 但你只要坚持下去, 不论几月还是几年, 只要积累。 够, 菩萨马上会给你好工作。 最后再一次感谢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杭州师兄何时? 三, 前世邪淫, 此生受报。 一经才开示摘录。 一, 前世行为放纵, 今生妄想严重, 2013年11月17, 日悬疑问答。 听众, 我的同学也是刚刚知道心灵法门, 已经参加了。 两场法会, 现在也在念经。 但是有时候他会坚持不了, 他, 喜欢晚上一个人在外面游走, 在感情上喜欢很夸张的妄想。 现在很烦恼。 他现在在我旁边, 台长您跟他说两句话。 听众的同学接听电话, 台长好, 给台长请安。 台长, 小姑娘你知道吗? 你现在要记住两句话, 首先, 你这个妄想症如果不好好控制, 你就会得神经病,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 不能让他随便幻想, 这是第一, 第二, 你要。 记住, 如果哪一天你自己想到的东西嘴巴里讲出来, 人家, 都认为你是神经病的时候, 最后你会被送到里面去, 被人, 加打, 被人家欺负, 因为神经病都会打人的, 而且会帮你。 打针, 所以我不是吓你, 你必须是一个正常人, 必须把你, 的幻想要去除, 怎么样去除? 你必须每天念二十一遍心经, 你。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九十一, 长得不难看, 只不过是你前世作孽太多, 我讲一句话你就, 知道了, 你前世在男女问题上非常的放荡, 所以这辈子也, 会有很多的遐想, 你现在完全不能在欲望上动各种各样的, 脑筋, 甚至你暂时这段时间幻想厉害的时候, 必须要禁欲, 听得懂吗? 否则你会废掉的。 每天念二十一遍心经, 姐姐咒念, 一百零八遍, 往生咒二十一遍, 大杯咒念九遍。 我告诉你, 你很容, 亦让色魔侵入你的身体, 不能一个人去想的太多。 念经之, 后, 人会慢慢的转变, 而且千万晚上不要往外跑。 听众, 好, 不往外跑。 台长, 哪怕不念经的话, 看看电视新闻都好的, 要听。 台长的话, 有时候不要让自己有幻想的空间, 就是不要去。 让他有这个时间和地点, 还有谁的人物进入你的脑子里。 看了之后, 不要去想, 想一想这些都是人。 听众, 明白。 台长, 傻姑娘, 你内分泌严重失调, 还有你以后复科。 会不好, 睡觉睡不好, 晚上会做噩梦。 要听台长的话, 不。 听台长的话, 你会失去你的青春的。 而且我告诉你, 堕落的。 话你就惨了, 人生很难得的, 一定要听台长的话, 千万不。 要顺着自己的意念去遐想。 有时候自己想哀哟, 我怎么想这种事情了, 观世音菩萨, 您保佑我不要乱想, 明明狠。 想去想的, 你要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 让我制止。 那些不好的想法, 要求观世音菩萨能量加持你, 你才能克。 智的, 否则会乱想的。 多晒太阳, 经常被晒太阳。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抬肠开示极紧, 二, 九十二, 二, 前世欲望过度, 今生头女身且患妇科疾病, 2011年7月1日, 直话直说, 听众, 我一个同修, 她身上长了湿疹, 就是女性最思。 密的地方, 长湿疹长了十几年, 一直不会好, 吃药什么都。 不会好, 因为她现在跟我很要好, 我们一起在同修吗? 今。 天凡请台肠给我开示一下。 台肠, 首先我告诉你, 肠的什么部位跟着个人过去索。 做的孽障都有讲究的。 你比方说, 有的人专门过去前世生, 中弄人家, 写文章害人, 比方说经常暗中弄人家, 这种人。 那也会长, 这辈子是什么报应呢? 头痛, 脑流, 就会死掉。 的。 那还有的人呢, 比方说前世喜欢打人, 那么她的守着, 辈子就会骨折, 就会断掉, 或者残废。 像她这种就是前世。 在男女的事情方面太过分了, 已经是造业了, 也有可能她前世是个男的, 或者她经常做一些男女之事太多了, 太不。 好了, 所以她这辈子让她第一报是受女人, 第二报让她这。 各地方常失诊, 叫起养男人而且要当着人家面部。 停抓, 实际上就是像动物一样, 就是让她受这个报, 你明。 白了吗? 因为她不行的, 她当着人家面她也熬不住, 你听。 的懂吗? 所以像这种情况你赶紧要给她念礼佛大忏悔文。 听众, 几遍。 台长, 三遍, 还有二十一遍大悲咒, 还有心经要给她念七。 遍。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就是要尽快地消除, 像。 她这种情况, 最好要给她念一个叫大吉祥天女神咒。 听众, 那是念几遍。 台长, 念二十九遍, 还有就是小房子最好叫她第一波念二十一。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九十三, 张, 还有叫她去放点声。 你要告诉她只要坚持两三个月, 明显改善。 听众, 好的好的, 我一定给她传达, 谢谢台长。 三, 前世偷窥男女士, 金生眼盲味果报, 2012年6月8日值。 画质说, 听众, 聋哑人和盲人有怎样的因果? 台长, 人间属于残缺不全, 一般都是前世的因果, 我。 门讲三是因果, 前世一定造了恶因, 不该看的不能看, 昂。 脏的东西看到了, 这辈子就可能会变成盲人。 比如看杀人, 的时候, 还觉得挺乐趣, 还有偷看男女之事, 达到一定因。 果实, 这辈子眼睛一定是瞎掉。 太肮脏的东西, 太凶残的。 东西眼睛里看进去之后就进了八十田中, 去也去不掉, 下。 辈子眼睛就会瞎掉。 听众, 能治好吗? 台长, 心灵的病, 如果还没有完全残缺之前还是有息。 忘得。 听众, 是不是先天的不容易好, 后天的容易好。 台长, 如果医生已经说不行的话, 可能这个肉体发生。 变化, 就不一定治得好。 后天性的说明前世的业障还不深。 没有做太多坏事, 只不过看了几件不该看的事, 可能这辈子某一件事触发了上辈子的这个孽障, 造了这个阴, 所以, 一下子实际上这些人划不来, 如果早一点念经修心肯, 定不会瞎掉, 肯定不会隆掉。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九十四, 听众, 有这种问题的同修应该怎样组合经文呢? 台长, 最主要是念心经, 心经可以让人什么都明白。 实际上就是开了内心, 而不是开了外心。 为什么眼? 经看不见, 耳朵听不见。 你的本性没有打开, 良心没有打开, 智慧没有打开。 所以要念心经, 然后多念礼佛大忏悔。 闻, 小房子, 小房子要一辈子念下去。 四, 前世天上犯淫界, 人间南逃慎病国, 2011年11月。 06日悬疑问答, 听众, 我前几次听录音, 您说慎有问题的人与天上有。 关系, 是什么意思呢? 台长, 慎藏属水, 金木水火土五行当中属水, 肾脏先天步。 好的人跟天上很有关系, 就是有很多肾脏不好的人天上下, 来得多。 也就是说肾脏不好的人, 人家欠他的很多。 听众, 如台长, 我是先天性缺一个肾。 台长, 哎呀, 你在天上肯定没做好事。 你的臀部上, 腰上是不是有胎记呢? 听众, 对对。 台长, 哎呀, 对对一脚给你踹下来了, 天上没做。 好事, 坏男人呐, 你在天上。 听众, 我是个坏男人, 是个男人, 是吧? 台长, 台长, 对呀, 在天上开始的几重天里边, 都有男女之。 别的, 御界天里边有男女之别的, 色界天就不分男女了。 听众, 哦我现在很精进。 台长, 现在就算你是踢到人间来, 再怎么样也是过去。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九十五, 有修位从天上下来, 也算不错了, 至少你的工作还比较稳。 定。 其他嘛, 感情上不是太好。 听众, 明白明白, 我现在一直在念解节奏。 台长, 好好念就可以啦。 五, 邪淫下地狱已是定律, 唯有消旧业, 断新业方能改变。 2011年12月11日悬疑问答。 听众, 现在有邪淫经历的是要下地狱的, 对不对? 台长, 有邪淫经历的要下地狱, 这是已经设定的定律。 但是你后面是可以改的。 听众, 就是我们现在修台长的心灵法门, 以后再也不。 饭鞋淫了, 可以免除。 台长, 对, 肯定可以免去, 台长可以告诉你, 只要已。 后不犯, 就是不要造新业, 把就业消掉, 就可以了。 听众, 哦, 就是说堕胎也一样, 你把堕胎的英灵超度。 走之后, 这个要下地狱的夜暴就慢慢的没有了。 台长, 对。 了, 只有哪些人会继续下地狱? 就是自己不知道修心学佛。 找不到本性, 不修心念经, 继续做坏事, 时间长了一定下。 地狱,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锦, 二, 九十六, 二, 白话佛法精选, 一, 所以每个人自己想一想, 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是做人事还是做鬼事? 还是在做圣事, 就是做圣人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经常有欲望的话, 实际上这个人以后就会投处。 生, 因为这是畜生做的事情, 人不能经常做的。 所以境界, 要提高, 要把这一层看破, 所以叫看破红尘, 因为它有个 时间的, 年纪大的人如果常行夫妻之事, 实际上是在往处, 生到走。 如果再找个小姑娘的话, 也是往处生到走。 所以, 要自律, 一定要自律。 先理解后的定才能通。 二, 无名移动。 无名是什么? 无名习气, 不知道, 不。 明白, 什么事情都以为是真的。 我今天想发财, 我明天想。 怎么样, 我后天又想怎么样无名移动, 你就流落到。 六道轮回之中, 师父今天给你们明确的规定, 你们不管难。 女, 看报纸不准看色情版, 这是师父的戒律。 如果被师父发现, 就把你们赶出去。 尤其是年龄大的, 坚决不许看。 因为这些东西非常容易让你堕入无名, 而且当一个人有色, 新起的时候, 下一次他会堕入什么道呢? 会堕畜生道, 会。 头鸟。 很多文艺界的人嗓子好, 是从天上下来的百灵鸟。 唱得可好听了。 但是你去看看他们的婚姻, 一塌糊涂。 一, 但堕入畜生道, 很难再返回道人道。 找回随缘不变的真如。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九十七。 三, 同修反馈摘选。 前世欠下情债, 此生身体受报。 比尔2014年09月09日23点43分。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我在今年8月17日做身体检查的时候, 查出了尿蛋白。 和尿前血这二个均为指标若阳性, 当时一下子猛了。 医生。 说这个究竟是属于肾炎还是尿路感染还不能定性, 需要下。 周在做个复查。 因为我有认识本地患有肾脏疾病的童修。 听他们念经后梦到是自己前世犯了邪淫所致, 于是我拿到。 检查报告的时候脑子里就盘旋这个念头, 我前世是不是也。 有同样的业障呢。 于是当晚做梦就梦到了一个男的欠了二。 各女人情债的梦, 醒来后我更感觉不妙, 害怕复查的结果。 不好, 于是赶紧按照三大法宝去做, 许愿月底前专门针对。 此事放生八十条鱼, 有生之年会持续不断地放生, 今后永远。 不犯邪淫, 是直逢的藏望菩萨圣诞, 专门为自己今生所犯。 邪淫念诵礼佛大忏悔文, 期间坚持喝大杯水, 念诵的功课。 李家上四十九便消灾吉祥神咒。 然后在八月二十六日去医院再去。 复查的时候, 这两项数据全部变成阴性了。 我真是激动的。 无以复加, 今年适逢三百六十九, 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三大法。 保真实不虚。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九十八, 四, 传播邪淫的罪业。 一, 精彩开示摘录。 一, 讲婚笑话等同于教唆犯罪, 数月功德毁于一旦。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日悬疑问答。 听众, 卢台长, 我觉得不好, 因为我求工作求了很久, 很久都求不到。 台长, 你嘴巴有漏。 你平时讲话经常有犯戒的话, 我告诉你, 这就是为什么菩萨不给你工作的原因。 台长现在, 是直接感觉告诉你的。 听众, 是, 因为我平时爱开玩笑。 台长, 不能开。 女人不能开玩笑, 男人也不能开玩笑。 而且开玩笑有时候开出事情来, 就是造口业。 一个有修位, 的人, 会随随便便一天到晚开玩笑吗? 你自己要好好修呢。 你工作没有就是因为嘴巴, 你过去工作怎么会没有的? 也, 是因为嘴巴。 听众, 是, 台长, 还不改。 有一个工作求到了之后, 还是会出来, 的, 要彻底改变自己, 从现在开始要非常稳重, 是个女人。 就不要开玩笑, 女人一开玩笑就是疯疯癫癫的, 没人喜欢, 的。 很多男人都是这样的, 你开玩笑的时候, 他跟着你一。 起笑笑, 还讲两句, 一跑出来嘴巴里马上就骂人了, 这种, 傻得不得了的女人。 不要给人家骂呐, 不要作备人家背后。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九十九, 看不起的人呢, 一个女人不能随便开玩笑, 而且婚笑话间, 绝不能讲的, 一个婚笑话可以损失几个月的功德呢。 听众, 您说的太对了, 可能我就是这方面犯戒了, 我。 经常开别人玩笑。 台长, 你玩笑开得太大了。 用不着讲的, 台长现在是, 跟你接气场在讲话的, 你赶快拉, 如果再不改的话, 你这。 李拼命做功德, 那李拼命喽, 你说说看你这个口袋李拼命。 积存钱, 口袋后面一天到晚漏掉, 你还能积存钱吗? 还有。 钱吗? 坚决不开玩笑。 除非是鼓励人家的玩笑可以开, 其。 他的玩笑一律不能开, 而且绝对不能碰婚笑话, 碰一个婚。 笑话, 你几个月的功德就没了。 听众, 我错了, 我就是有时候给别人讲一些婚笑话。 台长, 哎哟, 太厉害了。 难怪了。 你不要说工作了, 身上还会长东西的。 女人绝对不能讲的, 有一个歌星, 狠。 喜欢讲这种笑话, 后来生癌症了, 我不想讲谁, 很有名的。 歌星, 嘴巴里就是喜欢讲婚笑话, 最后生癌症, 而且生两。 各地方, 一个就是咽喉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子宫这个地方。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不能讲的。 讲这种下流笑话的人全部都是要下地狱的。 很厉害的这个法律。 听众, 我错了, 台长, 太可怕了, 我不知道啊。 以为, 讲讲笑话可以调节调节人际关系。 台长, 台长不是也开玩笑吗? 怎么台长不开那种玩笑? 的。 听众, 您是大德, 我们能和您比吗? 台长, 菩萨还是菩萨呢? 为什么我们要向菩萨学习呢?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 向菩萨学习就是要跟菩萨比。 你要自己以后也向菩萨了。 那你不就是菩萨吗? 要记住呢, 真的, 我今天把你毛病找。 出来了, 你的好好当心了。 以后千万不能再开这种婚玩笑。 那, 开婚玩笑的话, 地府都给你记账的, 天上的天官全部。 给你记账的。 实际上很多人都不懂, 哪怕做夫妻之事的时, 后都不能讲这种下流的话, 做了就做了, 但是绝对不能依。 编讲很多这种下流笑话一边做夫妻之事, 这种全部都是的。 府要拉下去的人。 这种事情, 这个家破人亡的。 你去看好。 了, 很多女人如果这方面特别有欲望的话, 你看看有几个。 有好结果的。 这都是地府的规定呢。 你一定要懂, 从现在, 开始要非常努力的改变自己, 要很稳的, 一个女人出来很稳重的, 而且这种笑话不开, 然后笑嘻嘻的跟大家讲话。 学佛就要有学佛的样。 你说菩萨怎么会不生气呢? 护法神, 怎么会不生气呢? 这里说我学卢台长的法门, 这里哀哑。 我告诉你, 这个哈哈。 人家说你跟卢台长学什么法门呢? 这里菩萨呢, 你保佑我有工作呀, 这里哀哑我告诉你这。 个女人后来怎么样怎么样, 哈哈, 你说说看这还学的好法。 门呢, 天上的护法神都不开心了。 他怎么保护你呀? 他怎 要给你工作呀。 听众, 太对了, 这方面我确实犯了大忌了。 抬肠, 对啦。 而且我告诉你, 联想都不能想, 何况嘴。 巴里讲出来呢? 如果一个女人嘴巴里不讲, 看见男人那种。 眼神你都犯忌呢, 何况你嘴巴再说出来。 念经念出来天地。 鬼神都知道, 灵不灵呢? 你想念经灵的吗? 菩萨都知道。 鬼神都知道, 那么你说出这种话不是也从嘴巴里出来的气。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101 唱吗? 你说天地鬼神不知道吗? 难过呢? 这里刚刚在念啊。 弥陀佛, 那里就骂人, 你说这种人菩萨会保护他吗? 而且, 你让人家看到了, 人家起了银心的, 全部算到你的账上。 你又在作孽了。 听众, 后果太可怕了。 抬肠, 对拉。 一个女人本来很稳重的, 如果一个女孩, 她从来没有想过这种男女之事或者很闭塞的, 她就不应该。 做这种事情的, 结果就是因为听了几个黄色笑话, 她觉得。 哎呀无所谓的嘛, 她只要以后一乱来, 这个账就算在你身。 上了。 不得了的。 听众, 抬肠, 那找您说我这方面造的业, 简直比我做, 的功德都要多。 抬肠, 对拉。 这就是为什么你求了不灵。 听众, 我还奇怪呢, 我发了那么大的怨, 而且我每个, 月做很多很多功德。 抬肠, 你就等于拿一个口袋, 里边赚很多很多钱, 钢。 钢赚进去就漏出去, 哪一天能赚到钱呢? 赚的还不够用的。 坚决不许再讲了。 人格都低了。 讲这种笑话的女人, 男人, 全部人格低。 我告诉你, 只要讲这种笑话, 它是属于教育。 方面的不好, 就是在地府, 在天上都属于, 就是说你不但。 自己做坏事, 你还教育人家, 影响人家, 那是罪上加罪。 你讲一个这种下流笑话 可能就影响一个人的意识, 这个人, 听得开开心心, 他接受了你这个意识, 他也去做这种下流。 事情了, 你就等于叫缩饭。 听众, 明白了太可怕了。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 102, 台长, 所以有些事情真的不能玩的。 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满家庭, 一个女人跑出来绝对要规规矩矩, 人家说下流笑话。 你笑都不要笑, 马上离开, 这才是一个正正的女人。 很多, 男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试探女人到底有没有这种隐心的。 他就是有意的当着女孩子面前讲这种话, 你一笑, 他接下, 来跟你聊聊, 慢慢跟你讲讲, 就勾引你了。 千万不能玩哪。 我告诉你, 万恶银为首。 你这个嘴巴里犯银戒了。 坚决不。 能玩的这种事情。 听众, 那就是说不做这种事情, 嘴上说说也不可以的。 台长, 联想都不能想的。 意念当中也叫犯罪呢。 举个。 简单例子, 你在银行门口, 你说我今天抢一把钱出来多好。 那, 你这个想法都是犯罪, 对不对呢? 听众, 台长, 那学佛太累太辛苦了。 台长, 太累太辛苦, 所以你这辈子投了这么个胎, 这。 妖苦, 你还不知道下辈子不要再来做人啦? 下辈子好一点。 是靠这辈子修的呀。 不是说学佛, 你上学的时候苦不苦呢? 辛苦吗? 听众, 苦。 台长, 你不好好上学的话, 你能读大学吗? 不读大学? 你能有个好工作吗? 谁要你呀? 没有学历? 这个道理都是。 很正常的,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吗? 你以为菩萨道人, 奸来救人不吃苦的。 你要坚决改变自己, 从此以后变了一。 个人, 让人家看到你就觉得不是原来的你, 规规矩矩, 老。 老实实, 实实在在, 讲话可以幽默, 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一。 点点色情, 而且讲话眼神什么都要注意。 你看看你几个月。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103 下来你会不会有工作? 2 女性穿着暴露, 亦引发他人邪念造业, 2012年5月13日旋。 亦问答, 听众, 我女儿梦见很多尸体, 一个戴着帽子斜着眼的。 人走来走去, 那个人瞪着眼睛一直盯着他, 他怕得要大便。 从卫生间出来以后, 拉着我就赶快回家。 回家以后, 他说, 那个人打电话来说把我们俩的名字都记上了, 还念了一遍。 孩子说, 妈妈, 我像有透视眼一样, 看见电话那边那个人, 拿着我的一件花衣服, 他怎么知道我呀? 知道我那衣服。 那, 他特别害怕。 因为这个梦, 他姥姥给他烧了四张小。 房子。 台长, 叫你女儿穿衣服不要太暴露。 听众, 我这次又给他买了吊带衣服。 台长, 爱, 你这个妈妈怎么回事呀? 现在有些事我都 不愿意讲, 在阳间如果一个女孩子穿的太暴露, 只要对方 动了邪念的话, 他有罪的, 你知道吗? 如果你有一勾引人, 家的话, 地府都给你记账的。 听众, 明白了, 就是每次出门穿个小坎在外面。 台长, 少弄呢。 听众, 那也不好。 别穿太花, 别太招摇那种。 台长, 对, 不要太暴露。 你看看, 给他记上了, 他麻。 烦了。 听众, 明白了, 那我也是不要这样, 因为妈妈和闺女, 的名字都记上了。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零四, 台长, 那说明你也要当心了。 听众, 行, 我也是爱穿花的。 明白了, 谢谢您。 二, 白话佛法精选。 一, 师父为什么给你们讲这些? 刚刚第一个主题是, 戒。 师父接下来给你们讲戒什么? 不正当的起心动念兜。 是犯戒。 一念起了贪爱, 就是犯淫戒。 一念当中喜欢这个, 喜欢那个, 以为人家看不见, 这个就是贪恋, 这个就犯淫。 戒。 喜欢讲黄色笑话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也是属于淫戒。 师父给你们讲, 只要是师父的弟子, 跟台长学佛的人, 不。 论任何时候都不许说黄色笑话, 不是说在佛堂里, 是在认。 何时候, 在家里也不行。 因为你们念经的嘴巴, 你们念经的心灵, 你们上面都有护法神, 你们只要有这种想法, 护。 法神就给你记录下来, 接下来就该你倒霉了。 为什么你求 了不灵, 人家求了灵。 这些全部都是有原因的。 虽然你做 了很多功德, 但是你还是有漏。 还有师父规定, 如果人家 在讲一件事情, 但人家不是这个意思, 而你在无形当中想。 到了另外一层意思, 你想到了你就犯淫戒, 如果你再笑出, 来你一定会生病。 我警告你们不能笑。 如果人家讲错了, 第一你不能去想, 第二你想出来 而且你又笑出来了, 那就 是你有行为了, 接下来你一定犯戒受罚。 你们年轻的都要。 听好了, 记住一定要守戒。 以戒为本。 二, 修心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 就是修正自己的心理。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105 行为和你所做的行为。 但是行为以心理行为最重要, 因为 任何的语言行为和肢体行为都是由心理行为产生的。 心理 行为可以控制你的语言行为和你的肢体行为。 如果你脑子 理不去想下流的东西, 你就做不出下流的行为, 你的脑子。 理不去想那些下流的黄色的笑话, 你就不会讲出下流黄色的笑话。 师父警告你们, 所有的我的弟子绝对不能讲婚笑。 话, 想都不能去想。 有时候人家说的一个音相同或一个话。 相似, 如果你马上就去想到那些下流的事情, 实际上你已 经犯罪了, 你已经破戒了。 因为人家一句话而你想到下流 的事情上, 实际上你就是肮脏的灵魂, 你已经犯罪了。 锁 以青年团的学佛人我也是警告他们, 如果人家讲错一句话, 你把它往身里想, 你把它想得下流了, 实际上你就是犯戒。 我告诉你们笑都不能笑, 想都不能想, 这才叫干净。 修行, 就是修正自己的恶习。 什么叫学佛? 什么叫苦修行呢? 如果你们在庙里的话, 晨中目骨呢? 早晨一起来就开始做到晚上, 念经呢, 修心, 那, 扫地呢, 匹柴呢, 担水呢等等, 而且平时非常非常的。 严格。 你们做得到吗? 做不到的。 你们是碰到被子就不想。 起来, 碰到吃的嘴就停不下来, 碰到好看的眼睛就定不下。 来, 你去看好了, 眼睛左转右转的人他一定会拿人家东西。 的。 学佛的人目不斜视, 心无斜念, 行无斜位。 你们做得到吗? 比如今天来一个稍微打扮漂亮一点的人, 如果是女。 的进来, 男的都看, 男的进来, 女的都看。 那是修不好的。 而且女人不能未雨仙笑, 就是还没有说话之前仙笑。 我指,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零六, 的是不认识的人。 这种未雨仙笑的女人都是属于范淫的。 你们听到过没有啊? 如果看见一个不认识的男士, 你先黑。 黑的笑, 然后再讲话, 就叫未雨仙笑。 所以要制服一切。 累世的习气。 因为有的人的习性是这辈子来的, 而有的人的习性是上辈子带来的。 比如一个小孩生出来脾气大的不。 得了, 一步顺心乃吃不到了, 马上哇哇哭个不停, 嗨。 有些小孩子想要什么东西得不到时就踢板凳砸东西, 哭啊。 叫啊, 躺在地板上, 脾气大的不得了, 这就是累世积累的。 东西, 一定要改正。 学佛修心就是改掉你过去不好的习气。 要住心, 看破念头。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107 2 如何戒除邪淫? 由于累世积累的无名习气, 加上纷繁复杂的社会。 环境, 我们在家居士在身口意上戒除邪淫并非易事。 本章节中, 台长对戒除邪淫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解决方法做了重要开示, 并开示异性同修应当如何相处。 一, 如何戒除邪淫? 一, 精彩开示摘录。 一, 收敛内心, 严守戒律, 2013年12月8日悬疑问答。 台长讲述了在修行过程中严守戒律的重要性。 要学会, 收心避免为外境所染。 任何放纵都会常受果报, 而易。 念邪淫同样会受到地府祭罪。 听众, 弟子在这一年来修行当中遇到很多的障碍, 敬。 借提声也比较慢, 甚至有些倒退, 请师父对于弟子的修行。 开示几句。 台长, 实际上做一个人也好, 学佛也好, 我们真的很难, 因为我们在人间修。 那么法师为什么修起来环境比我? 闷好一点呢? 因为法师到山上去, 就这点人所以他接触着。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零八, 点事情,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这么过, 所以他不会被狠多。 外境所染, 因为他没有外面的环境, 而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天天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天天会有贪甜痴念, 所以, 有时候我们要克制就比别人难一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 要收敛自己的心, 收心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收到自己不能, 忍受的位置,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自己已经收到挨压, 我怎么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好, 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 克制了, 人家能做, 为什么我不能做? 你想想, 为什么人, 加生癌症, 你不生呢? 举个不好听的例子, 我们悉你有医, 各小男孩, 医生介绍给台长, 他患了艾滋病找台长看, 台, 常跟他讲, 你年纪轻轻, 只有22岁一个小青年, 你未时, 要不学正道, 你就是放纵自己一次, 就得了这么个艾滋病, 你就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可以做, 因为你的, 放纵害死了你, 现在的命危在旦夕, 而我们现在为什么还, 能好好的活着呢? 为什么我们很多学佛人今天还能如理如, 法自由自在呢? 因为我们懂得戒律, 很多人做错很多事情, 他就会受到报应, 而我们不做错事情, 我们克制了, 我们, 就不会有报应, 台长举个简单例子, 当你跟别人争吵的时候, 后, 同样两队都在争吵, 那一队吵到后来因为有一方没有, 克制打起来, 把对方眼睛打瞎了, 而你因为是学佛人, 而你因为是学佛人, 虽, 然你克制不住自己吵了几句, 吵完了之后你觉得唉呀, 我是学佛人, 我不能再吵了, 否则会有业障的, 你停止了, 你的眼睛就保住了, 这就是戒, 戒是很重要的, 没有戒你, 就没有会, 一个人要懂得戒哪, 戒了之后会产生定, 定了, 之后就会有智慧, 所以学佛人要尝智慧, 不能尝鱼吃呢,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零九, 小弟你记住台长一句话, 有些事情人过流明, 厌过流生,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快乐的事情, 一会儿功夫就没了, 那是, 一刹那的, 所以这些东西不要去追求, 一刹那的幸福有时, 要可以追求的, 真的会害死自己的, 追求的是永久的心灵, 的愉快, 对不对呢? 听众, 明白, 台长, 如果你今天谈恋爱没有问题, 你们两个人如果, 做一些什么感情上的问题, 师父也无可厚非讲你们什么, 但是问题如果你不正, 自己动了邪念了, 那你一定会沾染, 到很多的业障, 我讲给你听一个故事, 有一个小青年自己, 一边做不好的事情, 一边自己脑子就像这个明星那个明星, 结果他早夭折了, 他到了地府之后, 地府的官跟他说, 你曾经跟某某人发生过关系, 你不应该做的, 他说, 我没, 有啊, 后来地府的官就把他的业障条像电影一样的放出来, 就看到了他当时在自己做, 然后在脑子里想着那些明星, 所以这个也是意念里犯罪, 二, 克制欲望, 戒除不良习气, 2013年12月8日悬疑问答, 台长慈悲开示, 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克制, 戒除猎习, 避免重蹈覆辙, 及时转换思维, 远离刺激食品与事物, 克制守戒将或善报, 听众, 弟子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因为往事的习气很重, 然后跟菩萨发愿要戒除一些习气, 想通过佛菩萨的加持力, 除掉这个习气, 但是在持戒过程当中, 因为定力不足, 很容易就范,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我是佛菩萨的弟子,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2. 110 我不能去这样做, 然后立刻就不去做这样的行为, 请问这, 样算违愿和破戒吗? 台长, 要看你最后做了没做, 听众, 做到一半, 台长, 如果想做, 最后想到自己是菩萨的弟子, 基本上还是属于没做, 这样的话是有一点点小业障的, 自己要, 念念礼佛大忏悔文就可以消掉了, 没事了, 一定要坚持的, 因为人间任何一个不好的习惯, 都会有它一定的诱惑性, 诱惑很大的, 所以要克制, 听众, 弟子一定会好好改的, 台长, 一定要改正, 不容易的, 我们做人也好, 做事, 情也好, 有时候我们都不过自己身体上的一些欲望, 因为, 我们人的欲望无穷无尽的, 它不断的在繁殖, 有时候要学, 会克制, 怎么克呢, 转变自己的思维, 比方说很想的时候, 赶紧站起来出去走一圈, 到外面去跑一跑或者怎么样, 嗨, 有吃东西不要太辣, 不要刺激的东西, 不要去刺激自己某, 些身体的欲望, 为什么有些刺激的东西不能吃呢, 妙理的, 法师他们都不能吃的, 也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自己要懂的, 怎么样化解这些事情, 你是个好孩子, 今天能够知道自己, 身上有毛病, 那就说明你是一个能够改正的立地成佛的海子, 如果一个人连这种意识都没有, 很多人不是还在做着很多事情吗, 所以他们以后的报应就很大, 而你现在已经在改正了, 你以后基本上就一定会有善报, 不要担心的, 这些全部会给你记账的, 所以有时候咬医咬牙克制了一些, 欲望, 接下来就会有好事情来了, 一个人如果再有好事情,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一十一, 来的时候纵遇, 接下来他这件好事情马上就没了, 真的,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三, 见戒法虚牢记, 2013年2月24日悬疑问答, 听众反馈, 由于素氏积累的无名习气和深处环境, 要, 戒除头脑中的淫念非常不易, 台长开示, 一时无法顿, 戒的习气可以靠见戒来戒除, 见戒法不仅应用于, 戒除邪淫, 对其他无名习气的消除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听众, 淫戒, 就是邪淫, 严格来讲心中的一银应该也, 算是一种银, 台长, 完全正确, 听众, 实事求是的说, 这条戒律对于我们修行人是罪, 难守的, 那么该如何守? 比如说我管住自己的行为, 但是, 一时层面的这种想法, 有的时候自己确实是管不住,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台长, 首先, 比方说一个月你每一天有一次一银, 开, 使要管了, 你就说这个不好的, 菩萨, 我见了, 那么你, 两天, 三天来一次, 脑子里想想女人了或者想想男人了, 好, 这个已经是犯戒了, 哎呀, 我做错了, 然后再四五天, 在五六天也就是说在不断的加强自己的戒律, 心中和意念当中在不断的完善戒律, 把这些慢慢的戒掉, 如果一, 下子戒不掉, 那频率也要拉长, 听众, 明白了, 就是说既然我已经守戒了, 我不应该去逃避他, 应该是想办法如何守得更好, 台长, 对了, 因为你守戒了, 比方说, 现在网上有狠,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一十二, 多不好的东西你看了, 今天到了这个博客上, 网上, 你心, 你过去很想看, 你今天开始我不看了, 那么过几天你憋, 不住了, 看了一次, 哎呀, 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 然后你, 说我真的再不看了, 我怕了, 好, 再过一段时间, 可能, 过了更长, 几个月, 你又看了一次了, 那再跟菩萨讲, 慢, 慢慢慢慢慢手戒就戒掉了呀, 就像戒烟一样的, 戒烟有衣, 种剑剑戒烟法, 就是慢慢的戒掉, 还有一种盾戒法, 马上, 就戒掉, 就像我们佛法讲的顿悟和剑悟, 有的人是马上开, 悟, 叫顿悟, 有的人是渐渐的开悟, 那叫贱悟, 四, 如何帮家人戒除邪淫, 哎, 2011年7月3日悬疑问答, 同修反馈家人有看邪淫视频的恶习, 为其念经和说教, 后没有根本的改善, 台长开示, 要加强给家人读心经和准, 提神咒, 另外, 平时多给他念七佛灭罪真言可以消除他陷, 常所犯的业障, 还要读礼佛大忏悔文搭配小房子, 听众, 有一个同修的老公有邪淫的恶习, 喜欢看那些, 黄篇, 劝不听, 这位痛修也知道邪淫是很损害福报的, 他, 给他老公做了劝导声文后, 感觉他老公有点好转, 但是他, 发现他晚上做家务的时候, 老公又在看黄篇, 这位痛修也, 不知道怎么办, 他每天给他老公念的功课有解节奏, 心经, 大吉祥天女神咒和小房子, 想请台长看一下这样可以吗? 台长, 像这种有一些不好的毛病不能改的话, 实际上, 有两种经文要叫他加强的, 首先心经一定要多, 心经要多, 多了之后要给他念另外一个小经, 这个小经就是准提神咒, 准提神咒就是在心经之后, 讲完之后, 就马上念准提神咒,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113, 因为这个也是叫他立刻改的, 还有, 像这种事情一个要念, 礼佛大忏悔文, 一个平时要多给他念七佛灭罪真言, 七佛, 灭罪真言消现场的毛病是最好的, 听众, 那您看心经21, 准提神咒49, 七佛灭罪真言49, 可以吗? 抬肠, 可以, 听众, 小房子也需要念, 抬肠, 小房子目前来讲, 要看他念杖有没有激活成灵, 性, 如果灵性没激活的话那就是念杖, 烧小房子下去他当, 尝试改不了的, 也就是说等到他以后慢慢慢慢正好要改的, 事后, 那些灵障要发出来变成灵性的时候, 比方说突然之, 奸他看了很多的东西, 他想做坏事了, 那么你如果早点给, 他念礼佛大忏悔文再加上小房子的话, 可以灭除他心中那, 些坏的, 一银的念头。 五, 如何帮家人戒除邪淫? B, 2012年6月10日悬疑问答, 台长针对丈夫有邪淫行为的同修作开示, 色情光盘式, 害人的东西坚决不能看, 会让人的境界往下三道跑。 首先, 要给这样的家人读心经, 其次尽力让他有宗教信仰, 相信。 菩萨和因果才不会做坏事, 另外还要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要把家人当作贵宾一样尊重和照顾, 给予他们温暖和关怀, 夫妻感情才会和谐。 听众, 我给我老公念了几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之后, 梦见老公当着我的面掏出五十块钱要瓢记, 衣服都脱得只剩。 一见了, 我拼命护着不让那个女的碰我老公, 后来就哭。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一十四, 醒了, 台长, 说明你老公脑子里有银面, 你看看他是不是在, 电脑上看黄色的东西了, 他叫你看三集片, 你别看。 听众, 我知道他偷着看那些光盘, 思想不是特别健康。 台长, 赶紧给他念心经, 骇人的东西坚决不能看, 这, 是个境界问题。 在人间, 不去沾染不好的东西, 你就有境。 境界, 沾染上了, 你就没境界。 在人间行畜生事, 下辈子就 投畜生, 在人间做鬼事, 下辈子就投鬼。 你老公的境界在 往下跑, 你必须 一, 要给他多念经, 二, 一定要让他有 宗教信仰,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很容易犯戒, 有宗教信仰。 相信有菩萨, 知道有报应, 就不敢做坏事。 听众, 我给他念了一年多心经, 从七遍加到十三遍。 台长, 不够。 听众, 那给他加到二十一遍。 台长, 非但要给他念, 有机会还要跟他讲。 你告诉他, 女人属阴的, 不能碰, 经常这么看, 阴气上升, 会倒霉的。 如果他脾气很大, 你要启发他的自尊心, 一个大男人, 惊。 常做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不就是人间火鬼吗? 然后对他在。 温柔一点, 我看你也不够温柔。 听众, 通过一年多的念经, 我们关系好多了。 台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过去的喊你要慢慢化解。 他今天走到这一步, 你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你老不理。 他, 老骂他, 过去又不懂念经。 毕竟是夫妻, 要慢慢开导。 他, 温柔一点,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台长给你讲的时候。 你的性格, 你的脸台长都看到了, 你是很聪明的女人, 常。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一十五 的小巧玲珑。 听众, 谢谢台长, 上次台长就说我是小巧玲珑的。 台长, 经文不够, 慢慢再念, 对他好一点, 各方面就 会转变。 想把家搞好, 你当然要放弃一些东西, 舍才能得。 听众, 我们两个现在好多了, 我一直坚持念经。 台长, 还是要坚持, 会好的, 很多事情他还是听你话的, 你要跟他好好讲。 不要把他当老公, 要当客人一样。 很认真, 很关照他, 大家客客气气, 感情才会好。 实际上, 很多夫妻, 朋友为什么不好, 就是大家太熟了, 不把对方。 但回事, 还好念经了, 不念经更不开悟。 菩萨就是一个大, 心理学家, 现在有些西人心理学家都在跟台长学佛, 他们觉得佛的哲学, 佛的思维简直是不得了。 六, 玄学问答一百零九关于邪淫问题。 问, 台长您好, 我是一个邪淫患者, 从小就守银, 心。 李老想着不好的东西自己控制不住。 现在读经, 念佛, 心。 李也会产生对佛菩萨不尊敬的念头, 仿佛被淫魔控制了。 每天都很苦恼, 渴望能得到解救, 请台长慈悲开示。 答, 如果从小就有这种不好的思想一般是前世的烙印。 一定要好好通过念经修心来改变。 可以第一批先念二十七章小房子给自己名字的要经者, 然。 后再七章, 七章的念诵。 同时每天的功课, 大悲咒七遍, 心经至少七遍。 礼佛大忏悔文三至七遍, 结合小房子。 念心经时要多。 求求菩萨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Triple X, 让我能够抛。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请赶卢君红台长开示极谨。 二, 一百一十六, 开邪淫, 观世音菩萨请您慈悲慈悲我。 另外还可以在家念大吉祥天女咒, 求大慈大悲观。 世音菩萨保护我Triple X戒除恶习, 可以助援帮着去除恶习。 同时本人要约束自己的日常行为, 不要看任何关于银, 当方面的书籍, 报纸或经常动一些邪念等等。 二, 白话佛法精选。 一, 如果有人贪色, 让他要想到, 如果他, 他, 是你, 的姐妹或兄弟, 你就不会对他, 他, 有非分之想。 这样子, 几就会感觉舒服一点。 即使对待那些娼妓也要想到, 都是, 你的姐妹, 他们很可怜, 受了那么多的苦, 他们是没有办。 罚, 要这样想就会克服自己的色欲。 这就是劝那些很好色, 的男人不要到那种场所去的理由。 要让他们明白本事痛。 根生, 只有这么想才能让他们生出怜悯之心。 想要救度他。 们就要生出一颗慈悲心, 比如今天他们很苦, 我要救度他。 们, 今天他们不明白道理, 我要救度他们, 我要像菩萨依。 让救度他们, 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亲人, 要不动欲念之心。 要用正思维来克制住邪思念。 夫妻之间也要相敬如宾, 人。 不要经常做畜生之事。 学佛就是教大家要有怜悯之心, 死。 悲之心, 不要心存邪念。 要先灭自身的欲念, 然后你的烦, 脑也会灭掉。 修正自己, 学会了空。 二, 师父讲给你们听, 和尚, 就能脱离欲戒天, 因为。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一十七, 他们在山上坐在庙里修心, 不尽女色, 不尽钱财, 对什么, 都无所谓, 就知道好好的修心, 就可以达到脱离欲戒的境。 戒的染拙, 拙就是污染。 现在每家每户都有报纸, 你们会, 不会去看那些不该看的板页。 你们跟随师父修心, 如果在, 去看那些不该看的板页, 你们就是不好好修心的徒弟。 如, 如果有人说我看了之后是为了批判, 我告诉你们这个人是医, 各没有境界的人, 会被世人所唾弃。 那些是最肮脏的东西, 是最为仁耻的东西, 不能看的。 想想看, 一个人身体最肮, 脏地方在哪里, 喜欢这种地方的人, 是不是肮脏的人, 处。 生爱这些事, 所以学佛人必须要离开尘埃的境界, 成就轻。 静, 离欲犯行, 离开你的欲望。 犯字就是真正相信, 真正, 的来修自己的行为。 戒行俱足, 你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有戒。 律, 佛法讲以戒为本, 所以你必须要戒, 而且要具足, 旧, 是要全方位的戒, 把你的思想, 行为, 语言全部都要戒。 这个人才能进入菩萨的修行领域, 即刚刚进入菩萨修行的领域。 离欲犯行, 成就佛性。 三, 学佛要懂道理, 出去脸要庄严。 就像观音堂一样, 庄严佛净土。 你们看看观世音菩萨庄严不庄严。 让你看了, 是肃然起敬。 看看那些老头子看见女孩子的样子, 色咪咪, 的, 丢尽了自己的脸。 学佛的人绝对不可以这样。 女人也。 是的, 看人一定要庄重, 眼睛不能花, 眼睛不能偏, 实实。 在在的, 看人都有讲究的, 叫礼貌看人。 因为你的眼睛人。 家看得见你在看他什么地方。 你眼睛看哪个地方, 就说明。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一十八。 你这个人是没有修养的人。 你的眼睛不能乱看的。 眼睛是。 心灵的窗户, 你的眼睛如果看人家那种不该看的地方, 对。 方马上就知道你是个下流人了。 学佛是什么? 是学庄严呢。 是学自己的修养, 是学面子, 是学仁义理智信。 有没有面。 子是自己做出来的, 不是装出来的。 要好好学呢, 你们差。 得远呢。 忍难忍之人, 修难修之心。 三, 同修反馈摘选。 一, 美丽人生对我的日志博客精彩感言摘录, 三十八。 评论道,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 台长。 学习心灵法门两年来, 法喜充满的事情太多了, 今天, 先分享一个。 我刚开始接触心灵法门时, 可是由于我谐吟深重, 美。 自我念经的时候, 脑子里总会闪现出不好的东西, 我很痛。 苦, 我一边努力克制自己不分心, 一边努力做功课, 念小。 房子。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忏悔自己所做的错事, 消除邪。 银的孽障。 终于在几个月后的某一天, 我梦见了观世音菩。 撒, 梦中的我在欢迎宾客, 最后一位是慈祥的老奶奶。 她。 把我拉到一边, 在我身上轻轻一拍, 我的身体立刻变得像。 纸片一样轻盈, 同时一股白气从我体内飘出。 我立即跪拜。 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早上醒来, 才明白是大慈。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一十九。 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到梦中加持我了。 再次念经时, 脑子里的邪淫不知不觉少了很多, 终于能心无杂念的念经了。 好。 开心呐。 从那以后, 我更坚定我一定会跟着台长, 跟着大。 慈大悲的观世音学佛念经修心度人。 永断轮回。 二、 心灵法门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浙江妙同修。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修心能去除欲望, 现在这个网络。 时代, 不知有多少年轻人被现在的网络色情所毒害, 没打。 开一个网页都会跳出一些不雅的图片, 如果没有学佛肯定。 经不住诱惑,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了罪业。 我在刚刚学。 佛后还是会经不住诱惑去看这些色情的东西, 后来了解了。 这方面的因果报应就会有所防备, 但还是有这方面的欲望。 直到我在梦中除掉了淫魔后再没有这方面的欲望了。 这都 是因为我坚持每天做功课, 每天的心经可以让我们开智慧。 大悲咒可以除魔, 除的是我们自己的心魔, 一切欲望都是。 由我们的心而生的, 相信每一位刚开始学心灵法门的同修, 也一样会看到这神奇的效果的。 修心灵法门真的可以让我, 猛无欲无求呢。 不要以为学佛念经是用来求名利钱财的, 如果有这样, 的心态是学不好佛修不好心的, 学佛修心是能够真正的让。 我们离苦得乐的, 我虽没有钱财但现在照样活得很开心。 没有病痛没有烦恼不就是离苦得乐了吗?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 120, 2, 异性同修更要严守身口意, 1, 精彩开示摘录, 1, 异性同修相处虚紧, 2013年11月17日玄逸问, 答, 台长开示, 异性同修间共修往来一定要注意严行, 保, 持一定距离, 否则可能会因前世冤结而出问题。 如果感到, 相互间冤结很深, 可以多念解节奏和礼佛大忏悔文, 打通了台长的电话, 然后, 台长开示说要念86章的小房子, 现在已经完成了, 并且我, 每天也给这位同修念四十九遍的解节奏, 现在感觉我们之间的, 渊结还是很深的, 工作中有一些理念也不是很相同, 觉得很难过。 台长, 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这个同修是男的女的。 听众, 是男的。 台长, 你去干嘛? 谁叫你去的? 听众, 去上班。 台长, 你自己中的这个阴, 男的就不要去, 去干嘛。 我跟你们说同修之间, 男女一定要当心的。 好好客气一点。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二十一。 多念点解节奏慢慢的退出来, 很多都是前世的冤解。 听众, 我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很抱怨的, 总是想这个不。 好那个不好。 台长, 退出来, 我跟你讲了。 听众, 我想向师父忏悔。 台长, 你自己好好跟观世音菩萨忏悔。 退出来再去找。 工作, 搞得不好会有大事情的。 你自己记住, 不管是什么。 同修, 男女就不能在一起, 因为很多都是前世的冤结, 末。 有办法的, 自己好好克制吧。 早一点觉悟, 早一点离开。 早一点不要害人家也不会害你。 好好念解节奏, 跟菩萨忏悔。 悔, 接下来该还的还清楚, 跟人家好好的讲。 二, 度人时遇到喜欢的异性同修怎么办? 2013年1月11日旋。 亦问答, 台长开示, 如果在红法度人时碰到喜欢的异性, 事前, 是一起学佛时节下的缘分。 要提升境界, 将小爱转换。 为大爱来慈悲一切众生, 误陷于儿女情长。 听众, 我最近遇到些困惑, 就是在度人的时候碰到了。 异性, 关系就会变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台长, 在度人的时候碰到你喜欢的男人了, 实际上就 是一种缘分, 是你前世跟他一起学佛的时候节下的一种缘分。 分, 说不定你前辈子就是一个和尚, 他也是和尚, 你们在。 庙里感情非常好, 然后他这辈子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你这, 辈子变成一个女的了, 所以你们这辈子见了面就会特别爱。 听众, 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这样, 是不是我自己哪个。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二十二, 地方做得不好, 台长, 你把所有的爱全部转换, 转换成大爱, 不要变, 成小爱, 有人喜欢你, 你喜欢别人, 没有关系, 想想五十年, 之后你是谁, 五十年之后他在哪里, 你在哪里, 有本事到天, 上去, 人间争来的全是空的, 没有用的, 争得再多, 哪怕, 把江山争来都没有用, 因为江山不是永远属于你的, 孩子, 也不属于你的, 家庭也不属于你的,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 你现在执着男男女女这种苟且知识有什么用呢? 喝, 喝, 听众, 我已经发愿这辈子不想谈恋爱了, 抬肠, 痛呢, 躺感情的事情很痛的, 伤不起呢, 我们, 的心有些时候伤不起的, 伤一次两次伤到最后这个心, 伤掉就叫伤心, 伤心之后就会绝望, 所以叫伤心欲绝, 你把感情放成大爱, 爱所有的人, 就不会对某一个人特别, 好了, 听重, 听懂了师父, 我还是私心比较重, 没有放下字, 几, 抬肠, 当然了, 有时候觉得哎哟, 这个也喜欢我, 那个也喜欢我, 你买把秤回去撑一下, 看看你骨头几斤几, 两, 马上骨头清了, 听重, 知道了师父,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二十三, 二, 白化佛法精选, 再给大家讲银, 如果你去诱惑修行人犯罪, 去诱惑修, 行人犯银, 那是罪加一等, 师父不讲其他生活中的银, 师, 父讲的是你去诱惑尼姑, 和尚来犯邪淫, 那绝对是下地狱, 的, 同样来讲, 现在到观音堂来的女孩子, 男孩子, 如果, 你去诱惑他犯淫荡, 你也下地狱, 师父讲得很清楚, 年龄, 年龄, 大的人, 尤其是老伯伯, 老实一点, 千万不要跟小女孩套, 静呼, 比如今天我送送你吧, 明天我请你吃饭因为他, 门来观音堂是学佛的, 他们是学佛人, 如果按照现在的法, 门来讲, 观音堂就是庙, 他们就像尼姑一样, 他们在守戒, 修心, 你跑到庙里来勾引人家这些女孩子, 你会下地狱还? 不知道吗? 你感动这种念头, 师父看你魂魄都没了, 胆子, 太大了, 师父给你们敲响警钟了, 不要开玩笑, 很危险, 这是大罪, 教罪加一等, 如果你在外面找个女孩子, 你就, 算自己犯了点音, 你还可以念经消掉很多, 但是在观音堂, 就会闯祸的, 想想看, 如果他在东方台观音堂 做了这么多的功德, 以后却要下地狱, 师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师父难过不难过, 因为师父看着他死得比师父早, 看到他已, 后在地狱里叫大家一起给他念小房子, 你们要知道下了的, 浴室不容易出来的, 听得懂吗? 师父告诉你们, 所有的人, 都老实一点, 年纪大的人跟女孩子少接触, 只能跟正正规, 规地学佛人接触, 谈学佛的戒律,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 124, 3, 防患于未然, 防止青少年邪淫, 现代青少年从小隔身于纷繁复杂的信息社会, 不, 知不觉及身受污染, 种下恶因, 在本章节中, 台长叫, 到我们, 孩子的教育要从小抓起, 长辈要帮他们过滤, 不良信息, 树立正信正念, 创造健康的成长环境, 对, 与早恋的问题应适当加以引导, 不能抢求, 平时多给, 孩子念心经, 教孩子从小学会念经开启智慧, 消除业, 长, 完善人格, 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1, 精彩开示摘录, 1, 心灵教育要从小抓起, 台长开示佛有玄学问题, 4, 同修反馈现代青少年, 少年的邪淫现象更加趋于低灵化和谱, 变化, 台长明确开示, 对孩子从小加强教育至关重要, 问35, 现在的孩子十岁左右就开始邪淫了二十多岁, 就已经有了十多年的邪淫史, 因为这些孩子大多数都不信, 佛同修从让这些孩子听佛歌, 念心经入手, 再发些台长, 对邪淫的开示, 逐步引这群孩子信佛, 念经, 因为, 台长, 开示心经十点以后不让念, 但是这群孩子夜生活都是在十, 点以后甚至是在十二点以后, 请台长给这些孩子开示再起义, 念时, 应如何念经, 另请师父开示如何救度这些孩子, 达35, 孩子要从小教育, 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怀孕时候,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125, 就做胎教, 让孩子听大自然的声音, 譬如海涛之声, 孩子, 大起来之后气量会大, 如果经常给孩子听心经, 给他念经, 孩子长大就不会总去卡拉OK, 去夜总会了, 所以要从小叫, 欲, 多让他念经, 至于晚上有夜生活的时候, 告诉他, 一, 班超过十点就不要念了, 尤其他们在卡拉OK这种地方, 更不适合念经, 让他平时多学佛多念经, 他以后连卡拉OK, 都不去了, 二, 警惕网络不良信息, 2013年10月20日悬疑问答, 台长开示, 现在遍布网络的不良信息, 让人们的精神, 维米不振, 更易使未成年人因邪念侵入而着魔, 所以孩子们尽量不要看明星八卦类新闻, 一定要学会守住戒律, 可, 至自己才能正念生起, 邪念不亲, 台长, 赶快把功课先完成, 你这样下去会得忧郁, 正, 你给我振作精神, 网上那种乱七八糟的让很多小孩子, 看了都着魔的, 好好的书不读, 好好的学习不学, 网上那, 些东西很害人的, 听众, 平时也会看一看八卦新闻, 明星新闻, 台长, 女孩子不能看这些东西, 男孩子也不能看这些东西都害死人的, 正念生起, 邪念不亲, 这辈子回不去你, 就由自取, 好好努力, 要克制, 要戒, 一个人都是靠戒出, 来的, 没有戒律的话这个人成不了菩萨, 成不了佛的, 咬, 咬牙, 克制克制,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 126, 3, 少让孩子接触诱惑力大, 刺激性强的信息, 2013年6月23日, 悬疑问答, 台长开示, 如果让孩子接触外界太多, 看到太多诱惑, 力大, 刺激性强的东西, 会导致孩子从小魂魄不全, 影响, 孩子的学习和成长, 听众, 如果孩子什么都正常的, 就是学习不好, 这个, 该念多少张小房子, 台长, 七张七张一拨念就好了, 孩子有时候魂魄不起, 很正常的, 孩子读书不用功, 如果不知道的骂他两句, 真, 得知道了就念点小房子, 实际上就是魂魄不全, 很正常的, 如果外界接触的太多, 也会魂魄不全, 就是看到对他刺激, 性太大, 对他诱惑力太大, 让他的感受太大的, 都会引起, 这种问题, 四, 关于孩子早恋的问题, 玄学问答一百二十三, 问一百二十三, 台长您好, 我家儿子现在上高三, 最近和某个, 女生一直短信电话不断, 神情暧昧, 我说他也没用, 请问, 我该怎么办? 答, 首先父母亲本来就不应该强行干涉孩子的感情声, 活, 这都是他们自己的缘分, 但是, 如果担心孩子过早涉及感情问题会影响学习, 甚至做错事, 那么, 做父母的还是应该适当管教, 要通过, 念经来求菩萨约束, 可以每天念以下经文,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二十七, 大悲咒三遍, 新经七遍及以上, 礼佛大, 忏悔文二遍,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功课, 解节咒二十一遍, 注意这个经文不要念太多, 不, 要抱着棒打鸳鸯心态, 不要去动孩子的因果, 大吉祥天宇宙二十一遍, 这个经文是管幸运的事, 情, 管感情的事情, 祈求菩萨保佑我儿子Triple X感情运好一, 点, 好的意思就是不影响学业, 不误入歧途, 或者把感情稍微推迟一点等等, 另外还可以念些准题神咒, 求菩萨保佑孩子学, 夜顺利, 五, 幼年不堪回首的记忆要懂得放下, 2013年5月24日悬疑, 问答, 听众反馈同修的女儿幼时, 曾被人侵犯, 母亲深感焦虑, 台长开市, 这样的孩子要多念心经调节心理, 一个人从小, 到大难免会有心理创伤, 要调节好心态, 不要执着于某个, 污点给自己造成心理负担, 一切皆因果, 面对不可挽回的, 是要想开放下, 学会向前看, 听众, 有一位同修的女儿现在13岁, 她女儿在小的时候, 被性骚扰过, 虽然没有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这位痛修, 每次想到她女儿的事情就会非常的崩溃, 想问问师父, 这, 种一般是前世的什么冤结所致的, 今生这个债还掉的话, 以后她应该加强哪方面的经文呢? 抬长, 心经, 要调节, 明白吗? 一个人从小活到大, 在性骚扰方面, 很多是难免的, 就是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二十八, 去对待这个事情, 如果你经常执着于某一个自己做错的事, 情当中, 你会后悔一辈子, 那么就是这个包袱一直被你背, 在身上, 实际上很多事情该想开的还得想开, 因为人的欲, 旺事随着人的一生不断的增长, 所以像这些事情必须要想开, 想明白, 因为这些都是因果, 所以你问他, 如果你一, 只想着就崩溃, 难过, 你能救这个事情吗? 你还能把事情, 挽回吗? 你既然不能挽回, 既然不能救, 你就得放弃, 救, 得看前面而不看后面, 二, 白话佛法精选, 一, 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要非常认真, 尽量少开玩笑, 有, 其是那些低级下流的玩笑, 很多父母亲一开心, 当着孩子, 乱开玩笑, 不开心的时候, 当着孩子大吵大闹, 这些行为, 给孩子心灵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也是种下了不好的, 因, 大家知道, 电影分为几个级别, 有些片子十六岁以下的, 未成年人不宜观看, 实际上, 就是怕不好的东西在孩子幼, 小的心灵中植下不好的苗, 长大后就会成为一棵歪脖子树, 如果你从小种植一棵松苗, 长大后就是一棵参天大树, 锁, 以, 对孩子讲话要严谨, 对孩子的教育要严谨, 明理勤修, 善种因果, 二, 敬畅心法, 废弃旧章, 现在的人以为社会上流行的, 就是好的, 什么样的方法都找新的, 废弃旧章, 把好的东, 西全部不要, 把仁义理智信全部抛在一边, 这就是人不能。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129, 够达到自我, 不能够了解自我, 不能够控制自我的表现, 大道可以把国家推翻, 可以去侵略别人, 可以去杀生害命, 小智推翻父子, 夫妻等人伦道德, 现在的父亲可以和女儿, 做坏事, 现在的母亲可以和儿子做不伦之事, 大家可以经, 常看到新闻报道, 很多老师和学生, 很多医生和病人做狗, 且知是, 这说名人已经沉沦到了极点, 已经把常理和人伦, 都推翻了, 台长在这里说, 旷其小烟者乎, 现在的人连者, 些应该遵守的人伦道德都没有了, 何况那些小事情呢? 比, 如撒谎, 吹牛, 骗人, 赚钱不择手段等, 所以学习佛法药, 懂得怎样去济世救人, 怎么样学习观世音菩萨救度重, 生的, 慈悲精神, 在生活中要懂因果, 知善恶, 三, 修心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 就是修正自己的心理行, 为和你所做的行为, 但是行为以心理行为最重要, 因为认, 和的语言行为和肢体行为都是有, 由心理行为产生的, 心理行, 为可以控制你的语言行为和你的肢体行为, 如果你脑子里, 不去想下流的东西, 你就做不出下流的行为, 你的脑子里, 不去想那些下流的黄色的笑话, 你就不会讲出下流黄色的, 笑话, 师父警告你们, 所有的我的弟子绝对不能讲婚笑话, 想都不能去想, 有时候人家说的一个音相同或一个话相似, 如果你马上就去想到那些下流的事情, 实际上你已经犯罪, 了, 你已经破戒了, 因为人家一句话而你想到下流的事情, 上, 实际上你就是肮脏的灵魂, 你已经犯罪了, 所以青年, 团的学佛人我也是警告他们, 如果人家讲错一句话你把他,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三十, 往深里想, 你把他想的下流了, 实际上你就是犯戒, 我告, 素你们笑都不能笑, 想都不能想, 这才叫干净, 修行就是, 修正自己的恶习, 要住心, 看破念头, 四, 所以, 我们的心既得其正, 身随之而正,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平时的良心很正, 我们的身体也会很正, 我们的, 心邪念一动, 我们的身体马上就会去做各种淫荡之事, 这, 就是为什么, 心要想着善念, 在家里我们就要心念正, 其, 时就是为了孩子能够随之而正, 孩子就是随着你的心而来, 的, 所以, 心一定要正, 你的身体才会正呢, 心不转, 静不转, 五, 人等于欲望, 你到了人间, 投了人道, 你就等于开, 使进入了欲望之道, 你只要做人了, 你就开始有欲望了, 食欲, 财欲, 名欲, 色欲, 贪欲, 甜欲, 什么都是你这个, 欲望带来的, 促使着你走向畜生, 一个女孩子长得飘飘亮, 静得, 好吃懒做, 不肯打工, 早上不肯起来, 最好找个男, 人养养养你, 打打麻将, 就像一个下贱的女人一样, 被人家, 养着呢, 什么样子呢, 不就是奴性吗, 不就是没有出戏吗, 我指的是青年人, 我指的是青年人, 一个小青年在没有结婚之前, 他们就想, 我最好不要工作, 我最好不要起来, 我每天都睡个懒绝, 所以人不能被欲望包围, 早上爬不起来嘛, 要睡觉, 然后看, 见东西狂吃, 今天这个也要, 明天那个也夺, 人家说这个, 好, 他就做这个, 人家说那个好, 他就做那个, 一会而要,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三十一, 漂亮, 一会而要明, 一会而要立, 人家穿名牌, 他也要穿, 名牌, 人家吃苦, 他不去, 活在欲望当中, 实际上就是活, 再处生道, 去除执着, 离开欲望, 三, 同修反馈摘选, 一,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烧七百五十四张小房子, 至账而有了, 喜人变化, 博客精彩感言摘录, 六十五, 弟子忏悔2013年09月11日下午8点42分, 顶礼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如君洪台长, 首先跟菩萨忏悔弟子过去所犯的种种邪淫, 请大慈大, 悲观是因慈悲弟子, 帮助我消除因犯邪淫的业障, 我从小就爱看书, 长大一点就开始看言情小说, 武侠, 小说, 各种各样的杂书, 一开始看的是单纯的言情, 慢慢的, 什么样的书, 厌情小说, 同人文, 乱七八糟的, 全部, 照看不悟, 更因好奇偷偷观看电影, 人也变得爱幻想, 经常一银, 慢慢的又发展成手银, 而弟子无名还不知道造, 夜, 不知道悔改, 还向其他人推荐小说, 造下无数恶业, 索性我遇到了心灵法门, 遇到了台长, 自从我念经后, 借, 掉了多年的手银银, 以前曾经借过很多次, 都以失败告终, 但我还是很难控制脑子里的念头, 老是有不好的想法, 言, 众食看到朋友, 都会偷偷在脑海里想象他们过夫妻生活的, 样子, 我知道自己有心魔了, 每天四十九变心经求菩萨保佑我,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三十二, 开智慧, 去除心魔, 加上小房子, 慢慢的, 自己脑子里步, 好的念头少了, 由于邪淫众下的恶果, 我从生完孩子后, 一出汗就有, 一股很大的味道, 很臭很臭, 连我自己都接受不了, 但是, 我根本就没意识到是这个原因, 一直以为是自己身体没灰, 富豪, 从念小房子后, 我的背识不识会痛, 我以为是有药, 经者, 念了一年时间, 背还是会痛, 偶然间我看到善人讲, 病, 说背痛是做了见不得光的事, 我才突然意识到, 然后, 我每天念礼佛大忏悔文时, 就祈求菩萨帮助我消除和忏悔, 因邪淫引起的业障, 非常神奇, 我就念了三四天的礼佛大, 忏悔文, 每天二遍, 我昨天突然发现自己出汗没有那古怪, 味道了, 出汗多了, 就有一点点汗味, 但不是以前那古星, 臭的怪味道, 今天依然是这样, 我才知道是菩萨慈悲我, 真的帮助我消除孽障了,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弟子一定会努力精进修行, 做观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让更, 多的有缘众生来学习心灵法门, 二, 修心念经, 现身说法, 广州道法自然, 我爸妈说小时候差点没命, 生下来就有病, 父母都说, 就不活了, 我的奶奶因信仰基徒教, 找了很多信徒为了我, 做了一些功德, 我就奇迹般的活了, 眼睛还有血眼, 幸亏, 我爸爸早点去医院给我治疗, 我血眼病是因为过去世中, 血脂, 血剑, 从我济世时起, 我就发现淫欲欲望特别重, 今世生下来眼睛血眼, 过去世的业力牵引, 我初中时就开,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三十三, 是手淫, 一淫, 且是特别的重, 现在三十岁的人, 像五十岁, 的身体, 记忆力极差, 理解力极差, 再次回忆的藏经所讲, 邪淫的果报和自己对照下, 佛菩萨所讲是真实不虚, 看了台场讲今世邪淫恶业, 试过去世业力牵引, 我给, 自己独小房子, 护法几次给我邪淫梦考还是不能通过, 我深深的忏悔, 对不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对不起, 我的父母, 几时因不经纪念小房子, 白天梦中被追杀, 我忏悔, 忏悔, 修习心灵法门九个月来, 我身体大有改善, 精力也大, 有改善, 工作现在也找到了, 邪淫的念头有时还起, 是我, 这个邪淫业力太强, 我会好好读经, 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 萨加持下, 我相信会慢慢好起来, 我愿做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救度更多众生,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2013年03月18日,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如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2、 134, 134, 关于同性恋的问题, 当今社会同性恋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很多同性恋者对于感情茫然而纠结, 无计可忽视的生活或强制与异性结婚, 在本章节中, 台长用佛法洞悉了同性恋的前世音, 缘, 开示怎样化解同性温结, 找回本性, 学佛修心改, 便命运, 1、 精彩开示摘录, 1、 同性恋的缘由, 1、 同性恋情的前世音缘, 2013年8月2日悬疑问答, 台长开示了同性恋情的前世音缘, 需要给同性恋的两, 人多念解节奏和礼佛大忏悔文, 给比较中性的一方多念小, 房子, 祈求菩萨化解两人的前世冤结, 本力也从侧面提醒, 不要因执着人间的感情, 而对来事轻易许下承诺, 听众, 如果家里孩子是同性恋, 那么是他本身的因果, 还是他家里的业障, 台长, 很多人上辈子俩人感情太好了, 走的时候讲, 唉, 呀, 老头子呢, 我下辈子再来做你的老婆, 我照样再伺候。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135, 你就这一句话, 他老公下辈子变成一个女的了, 这辈子, 他还是个女的, 两个人看见就喜欢, 但是讲不出过去, 只, 知道我很爱他, 只知道我跟他感情好的不得了, 这就变成同性恋了, 听众, 要是我们送经文给他, 台长, 你给他念解节奏, 也是化解他们两个人的善缘, 不管是善缘恶缘, 这个缘分现在已经变相了, 那就必须要, 话调, 听众, 话调就是念解节奏, 台长, 解节奏还有礼佛大忏悔文, 还要给对方念小房, 子, 听众, 对方也是女的, 台长, 对, 两个都是女的, 就是有一个个性比较强的, 像男人一样的, 就给这个男人念, 听众, 就只是念小房子就好了, 台长, 对, 念小房子而且讲, 化解他们前世的冤结, 二, 往世情债在身, 今生敢爱敢恨, 台长开示解答来信, 疑惑, 三十三, 台长开示, 因为有往世的情债在身, 所以同性恋的人, 比较容易敢爱敢恨, 今生作为同性恋也是对心理上的一种, 惩罚, 问四十三, 这位男性同修是同性恋, 但是想过正常人的生, 活, 请问应该怎么念经, 达四十三, 同性恋其实是对心理的一种惩罚, 他可以念三至五,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弘台长开示极锦, 二, 一百三十六, 辩礼佛大忏悔文, 还要念点观音灵感真言, 四十九遍, 让他的, 性格可以转变, 他念大悲咒的变数, 可念二十一遍, 要多于心, 经, 十三遍, 这样可以培养他的阳刚之气, 对于个性阳刚的, 女同性恋, 则要多念心经, 使其性格温和, 他还要念四十九, 便消灾吉祥神咒, 二十一便解节咒, 同性恋通常会有四五个痛, 性朋友, 因为他们是来还债的, 所以他们的感情世界也是, 比较敢爱敢恨, 二, 如何看待以及化解同性恋情, 一, 关于同性恋的问题, 玄学问答一百二十九, 问一百二十九, 台长您好, 我是一名天生的同性恋者, 听说痛, 性恋会下地狱的, 很害怕, 我也很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可, 是却做不到, 很痛苦, 请台长开示我该怎么办, 答一百二十九, 从佛法的角度讲, 是不支持同性恋感情的, 一般同性恋都是前世有着很深的渊结, 并且当时的烙印, 太深, 这辈子心中还想着上一世的性别, 其实已经是一, 种对心灵的惩罚, 每天功课可以如下安排, 性格符合性别角色的同性恋者自身可以念诵, 大悲咒, 七遍, 心经四十九遍, 礼佛大忏悔文三遍, 准提神咒, 四十九遍, 往生咒四十九遍, 解节咒四十九遍, 如意宝伦王妥, 罗尼四十九遍, 如果是男同性恋中偏女性化的, 可以多念大悲咒, 增加阳刚之气, 反之, 女同性恋中偏男性化的, 则需要多念心经,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三十七, 还要念观音灵感真言四十九遍, 求菩萨保佑把自己的性格能够顺着性别变化过来, 也要结合小房子, 许愿, 放生, 每周小房子二至三章, 第一波四十九章, 通过不断念经修心, 明心见性, 慢慢消灭还债, 并走, 上正常人的生活轨迹, 二, 化解同性恋情应如何祈求, 2012年7月13日悬疑问答, 台长开示了同性恋情的缘由, 以及如何祈求菩萨化解, 同性情节, 听众, 我儿子从小喜欢穿女娃的衣服, 现在已经21岁, 了, 这方面还是, 台长, 典型的同性恋, 肯定是前世碰到感情上的问题, 或者什么挫折啦, 就说我下辈子再来喊你这种话, 锁, 以我叫你们在人间不要讲这种话, 如果说我这辈子不能, 做你老婆, 下辈子再来做你老婆, 下辈子她是男人身, 做, 不到人家老婆, 她就会很喜欢各种各样女人的事情, 听众, 那现在怎么办呢, 台长, 给她每天念心经49遍, 小房子给她先烧49张, 然后再21张, 21张不停的烧, 给她放放声, 然后求求观世, 因菩萨, 保佑我孩子, 观世因菩萨她是男儿身就让她做男, 而是, 过去的业障我会慢慢给她消, 这句话讲完了你头会, 痛, 身体会不好, 但是要看你自己了, 你愿意为儿子付出, 就这么做,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 138, 三, 同性倾向要靠心来化解, 2014年1月3日直话直说, 台长开示, 树有跟水有缘, 同性恋感情是自己的心锁, 造, 还需自己的心来化解, 找回本性, 台长拥有天线才能, 接收到无线电波的比喻教导同修, 要先给同性恋的人念心, 经使其开悟, 这样给他念小房子才更有效果, 要对小房子, 持有信心, 听众, 同修的儿子是同性恋, 而且还不信, 我查了一, 下书, 没有说同性恋要多少张才能够同修蛮着急的, 说要念到多少张才能看到一点转变, 让我增强信心, 他, 应该怎么念, 念多少张, 台长, 首先, 他这个理念就是信心不足, 比方说, 一, 生根他妈妈说孩子没救了, 你看他妈妈会不会念, 他妈妈, 本身可能对小房子信心不足, 我要念多少张才能好呢, 你去问医生, 医生, 你帮我看一定看得好吗? 没有一个, 医生敢打包票把你并看好的, 你不能用这种人间的理论, 让别人的思维来解决你解决不了的问题, 树有跟水有缘, 万物为心造, 你自己的问题是你心中造出来的, 你让别, 人来解决, 人家当然很难了, 解灵还虚系灵人, 你自己造, 成的麻烦和困难必须自己来解决, 你找别人干嘛, 你的本, 性还是你自己, 为什么你自己不解决, 让人家来解决, 还, 要说你能帮我解决吗? 听众, 他妈妈倒是蛮精进的, 就是孩子不信, 他又不, 敢跟他说, 台长, 你就告诉他, 很简单, 妈妈收得到无线电的天, 线, 能够接收到收音机, 听到声音, 而他孩子没有收,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音的问题, 139, 音机, 怎么来接收妈妈的信息呢? 电波在空中天天都有, 为什么人家有收音机就能听, 他妈妈相信了就有个收音, 记了, 他儿子收音机都没有, 怎么能收到音乐, 台, 长的声音呢? 听众, 还是要先给他儿子多念心经是吧? 台长, 对, 先要给他一个收音机, 他不想要, 塞在, 他身上, 就是不断地给他念心经, 让他开悟。 四, 沉溺于同性感情走火入魔, 则需强行纠正。 2013年5月10日, 悬疑问答, 听众反馈孩子沉溺于同性感情中难以自拔, 经常受到感情和理性的折磨。 台长开示, 同性恋情源于前世因缘。 不必过于痛苦, 要坦然面对。 家长需加以劝说引导, 重则。 强行闭关, 为其念心经, 多看白话佛法让其开悟明。 礼。 听众, 同修女儿现在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他蛮紧。 张的, 因为他女儿喜欢一个女的, 跟那个女的谈了很多年。 现在学习心灵法门知道因果了, 但是他修行之后还是放步。 吓对方。 现在他很痛苦也有过不好的念头, 觉得好像活着。 没有意义了, 有时候会想不开, 想结束自己, 但是他又知。 到这是非常不对的, 心魔跟正信一直在斗争。 所以想请诗, 父能不能帮他开示一下。 台长, 他喜欢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喜欢他, 那是前世。 的因果, 这个没有关系, 不要什么难为情不难为情的。 九, 像妈妈爱女儿一样, 这种都是前世因果。 所以碰到这些事。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四十。 请坦然面对, 不要过分。 听众, 明白。 如果说他这个痴已经变化了, 不是像您, 说得这么, 抬长, 改过来。 听众, 他现在就是非常矛盾, 他的理性跟他讲这两个。 人是不能再联系了, 但是又联系上了, 他就会非常难以克。 至自己, 就拼命去想这个人, 好像全世界就只有他。 会影。 想他念经, 会影响他的工作。 抬长, 就是他过分了, 任何事情执着就是过分, 人间。 讲过分就是佛法讲的执着。 执着会伤害人, 不执着那不会。 伤害人。 他现在过分了, 他就执着。 他必须要闭关, 必须。 要克制, 实在不行先断了。 听众, 他也想一边像以前一样的去修, 一边接触保持。 这种比较好的关系。 抬长, 保持比较好的关系, 如果他能克制得住那问题, 也不大。 问题是向他这种人克制不住, 甚至不想活了。 那, 已经是走火入魔了, 已经过分了。 像这种过分的人, 就必, 需要抬长给他动手术了。 抬长给人家动手术的话, 我可不上麻药的, 我给小青年动手术全都不上麻药。 很简单, 必, 需要挖到他痛, 他才肯放下, 不痛他不会放下。 听众, 抬长, 抬长您批评一下他吧。 抬长, 我现在已经在讲他了, 什么叫痛? 活不下去了。 这还不痛呢。 所以, 要他坚决的像失恋一样, 从失恋当中要, 解脱出来。 为什么? 第一, 社会舆论对他形成强大的公式。 第二, 学佛人不能做这种事情, 你要让他知道做了这些事。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141 情要下地狱的, 第三, 你要叫他知道, 人的一生所有的一。 切都是暂时的, 是无常的, 并不是永久的。 他知道厉害观, 戏之后, 慢慢才会解脱。 而且你问他有没有结果。 我们做。 任何事情要看结果的,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结果就叫他不要。 去做, 如果这件事情有结果, 他可以做。 你说有结果吗? 听众, 肯定没有。 台长, 好了, 害了自己还害了人家。 听众, 明白。 如果说他明白。 如果说他明白这里面低因果, 也知道这。 样果报就是下地狱, 还是控制不住。 台长, 还是控制不住我就叫你方法了, 找一个比较力。 害的人看住他, 天天关在家里一个礼拜。 把电脑拿掉, 手, 机全部拿掉, 上班就上班, 不上班就好好在家里待着, 那, 就是强行的了。 为什么? 他已经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控制字。 挤了, 已经失去控制了, 那就必须给他强制性的。 但是有, 一个问题, 在这个强制性的当中必须让他念心经来化解他, 的烦恼。 如果单单用强制性的话, 会让他更走偏的。 你让。 他好好的看看台长的白化佛法, 让他看看怎么做人, 要。 他看看因果。 听众, 好的。 像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前世的冤结导致他。 闷这样, 是不是自己的要经者也很厉害。 台长, 一定很厉害, 想这种情况最好的方法先不要关。 起来, 找一个人好好的每天劝说他, 就是不上班也要陪他。 谈, 他想起他了就找他谈, 把心里这些话都谈完了, 让他不接触, 慢慢就没有新鲜东西可以谈了, 那就慢慢的疏远。 了。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四十二。 听众, 劝他的时候, 自己也不敢怎么讲得很绝对, 你。 不能找他, 也怕动他的因果。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劝他? 抬长, 完全可以劝他, 他过头了就必须劝。 实际上他, 自己已经动了因果了, 不是你在动他的因果。 五。 发现爱人是同性恋怎么办, 2012年5月13日悬疑问答, 听众反馈同修的丈夫是同性恋, 已不肯回家住并执意。 离婚。 台长开示, 任何同性恋情都是前世缘分, 不会长久。 希望家人予以理解, 好好念经, 随缘而畏。 听众, 我有个问题, 上次跟您说过我丈夫是同性恋。 我给他念完三十张小房子, 但是他已经不回家住了, 一直要。 求跟我离婚, 我应该怎么办呢? 台长, 他跟你要求离婚有两种原因, 一种原因他怕瘦。 累于你, 因为你会觉得压力很大, 周围环境, 他索性跟你。 离调, 是对你负责。 只是他的生理现象阻挠着他的心理, 你还得给他念。 任何的同性恋, 台长讲给你听你也不要告。 诉他, 时间长不了的, 都是个短期的, 因为很多的同性恋。 从我们玄学上, 从台长看到的一些问题来讲, 就是前世有。 这么一段善缘, 有这么一段缘分, 今世一定要孩的, 所以, 就会让他同性恋。 所以, 很多同性恋是双性恋, 也能生出海。 自得。 所以我希望你跟他保持联系, 先是理解他。 以后如, 果念经念得好的话, 说不定还能把他念回来。 因为同性恋。 基本上不会很长的, 两个人的感情不会一辈子的。 听众, 不会很长就是说, 他不会喜欢。 台长, 跟人家结婚, 或者就是说两年以内的, 基本上。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四十三。 都白白了。 听众, 我没明白您这个不是很长, 就是说他很快就会。 好了, 是这个意思吗? 台长, 就是说他找的另外一个男的, 两人在一起生活。 不会长的。 听众, 他不找别人, 他就是很喜欢男的, 他就是这样。 跟我说的。 台长,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一定有男的, 但是不会长。 的。 他是去还调他前世欠人家的一笔债, 他跟他的感情会。 特别好, 但这比债时间不会很长, 一般还掉就没了。 听众, 就是说他还会再回来。 台长, 看你了, 第一, 你接受不接受, 第二, 你能不。 能原谅他, 第三, 你跟他的缘分有多深, 最要紧的念经吧。 他化解。 听众,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还需要念多少。 台长, 很简单, 念到他回来, 你真的爱他就念到他回。 来。 听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并不是互相爱对方, 而是为了家里人而结婚的。 台长, 那就是麻烦一点了, 说明这个婚姻本身就有问。 提了。 听众, 双方的父母同意, 然后我们两个都不是很喜欢。 对方, 台长, 那就有问题了, 造成这个阴的话, 你们就必然, 要尝到这个果了。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你就自己随愿了, 美。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四十四。 办法了, 既然他一定要跟你拜拜, 所以我告诉你, 很多父, 母亲真是老动人家的因果, 小孩子不喜欢为什么叫他们结婚啊。 问问你们的父母亲看, 你们的爷爷奶奶如果他们不喜欢的话硬叫他们结婚, 他们开心吗? 己所不欲, 无事, 愚人, 你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为什么强加在人家身上? 没关系的, 随缘吧。 小姑娘, 也没什么可怕的, 现在这个, 社会大家同情心还是很多的, 像这种情况你就好好念经, 求得菩萨的慈悲, 看看他能不能回来, 实在不能回来你就。 再找, 你又不是找不着, 我看到你长得还不错的。 听众, 我也有好多小房子要念, 所以我给他念完三十章。 不知道是要给我念还是要继续给他念。 台长, 你应该给自己念, 给他念心经, 每天念二十一遍。 要有信心, 什么事情不要颓废。 二, 白化佛法精选。 末法时期人心散乱, 佛魔不分。 现在很多人, 动不动。 发脾气, 其实就是魔上身。 堪培拉有一位华裔女同性恋。 在同性恋女友的卧室中发现对方有心欢, 当时他怒火中烧。 你马上给我滚出去, 否则我就跳楼。 女友不肯走, 他就 往女友身上捅了七刀。 现在的孩子没有修养, 没有教养, 没有信仰。 没有信仰的人, 才会做出法律不能容忍的事情。 我们学佛人不敢做坏事, 因为我们知道有地狱, 我们知道 有天堂。 我们知道做坏事会下地狱, 我们不敢做, 我们知。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四十五 到天堂是好人去的地方, 如果我们不做好事就上不去。 索 以要有信仰, 要多学佛, 学慈悲心, 才会心灵健康。 现在 的父母亲自己都争吵不休, 闹离婚, 怎样来教育孩子。 不。 学佛怎么办? 学佛后有多少吸毒的人, 同性恋, 精神病都。 好了。 心灵健康身体才健康, 现在的人心灵不健康身体才。 不健康。 身体不好, 不就是因为心里想不通, 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 造成内分泌混乱, 才会生出各种疾病。 所以心, 要想得通, 开心的人才能救度自己。 学习佛法, 学习心灵。 法门, 是我们现代人最好的一剂良药。 我们人要跳出六道。 轮回, 脱离烦恼, 人间到处都是障碍, 要看清人间的一切。 都是虚无, 今天的拥有不能永远拥有, 我们今天拥有的不, 是永远能得到的。 今天的妻子能永远跟着你吗? 孩子会拥。 远跟着你吗? 钱财赚来又用出去了所有的一切是的不。 道的, 只有看穿, 想明白, 才能真正懂得在人间应该拥有。 什么? 随缘不变心无挂碍。 三, 同修反馈摘选。 一, 武汉夫妻双修于春华吕师兄2014年10月10日。 下午7点34分。 同性恋的女儿恢复正常, 准备结婚了。 感恩大慈大悲的南无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鲁。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锦。 二, 一百四十六, 君洪台长。 我是武汉的同修于春华, 我修心灵法门二年多时间。 这个期间把我的先生也镀进佛门, 现在我先生是我的同修。 今年六月先生在香港拜师成功, 也是师父的弟子。 我的痛苦开始于七年前, 我发现我的女儿是个同性。 恋的事实, 并且也不回家居住, 在外面和一个女同事同居。 从知道这个事实到最后接纳, 我真的是吃了很多苦, 这个。 中间, 无论是打, 骂还是哭, 我的女儿都不肯回头, 再说。 多了, 就根本不回家。 二年前, 我接触了心灵法门, 我修佛。 二十年, 很快就知道这是正法, 从知道的那天就安心念经。 但是因为一个人力量小, 先生不反对但是也不支持, 我坚。 迟了一年靠自己的力量但是还是很力不从心, 后来, 我带。 我先生出去参加法会, 回来他就开始念经, 这个变化真的。 不一样, 至从他开始念经开始, 我们夫妻加起来, 速度加。 快很多不说, 家里没有任何障碍了, 我们各自承担家务。 中日不出门, 就在家安心念经, 还是男人的福报大, 他开。 使没多久, 女儿回家的次数就增加了, 我们一起, 许愿一千。 多张, 心里也不急了, 就慢慢念, 九月底有天, 女儿突然回。 家, 对我说, 妈, 我其实已经分开了三个月了, 现在正在。 和一个男士同居, 妈妈你受苦了说完这话, 我们母。 女抱头痛哭, 我感恩观世音菩萨, 我感恩台长, 我女儿这是困扰我期。 年时间, 同性恋的事实, 让我们夫妻台步起头做人。 我从 开始修心灵法门开始, 就坚信我可以通过念经, 放生, 许, 愿来帮助我女儿恢复成正常人。 感恩菩萨加持, 感恩师父。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四十七, 慈悲, 现在我先生变成我的同修, 我女儿也恢复正常, 我, 还想让我的女儿也变成我的同修, 所以我愿意现身说法。 心灵法门真的可以让同性恋的孩子恢复正常, 请同修门医, 定要有信心。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鲁, 君洪师父。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如君洪台长, 感恩诸位龙天护法。 二, 心灵法门让我戒除邪淫, 婚姻美满, 求子顺利。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是一位来自天津的佛友, 自从2011年接触心灵法门。 休息心灵法门之后, 令我人生发生了很多好的转变, 但是, 很惭愧一直没有做到很好的度人。 今天, 我决定将我休息。 心灵法门以来的一些感应和益处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希望能有更多的佛友对心灵法门产生信心。 一, 梦中提示要修习佛法。 我是在2011年下半年知道心灵法门的, 在此之前, 我从没修习过任何佛法, 也不太了解佛法。 然而, 就在某天, 夜里, 我做梦梦到一个声音告诉我, 你应该信佛了, 你的。 房子风水不太好。 梦醒后, 我一直琢磨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我当时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机缘让我接触到佛法, 我当时的。 房子是租住的, 还有半年才要到期, 所以我对这个梦不已。 卫义。 没想到就在大概两三个月后, 我的朋友拿回来一本。 天地人, 我一下子就看进去了。 这本书的内容深深的稀。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锦, 二, 一百四十八, 引着我, 于是, 我开始在网上自己搜索大悲咒, 后来又慢。 慢的搜索心经, 准提神咒, 由于当时我正好想跳槽到另一。 各工作单位, 于是我按照书上的提示, 每天中午念大悲咒, 心经, 准提神咒等功课, 祈求能够找到一个比现在好的单。 喂, 没想到, 居然真的遇到了一个好单位, 并且成功跳槽。 从那以后, 我开始一点点的给自己加功课, 后来由于梦中, 有亡人了, 我开始念小房子超度, 再到后来, 我的租的房。 自到七, 我想到了先前的那个梦, 决定搬家, 结果没想到。 但是, 梦中提示的风水不好的房子, 其实是我后来搬到的。 那个新房子, 让我不得不相信那个梦。 就这样, 我修习心, 灵法门, 一直到现在。 二, 修习心灵法门, 让我摆脱了邪淫。 从小, 算命的就说我婚姻会不好, 我也不甚在意。 但, 是, 万万没想到我的命运居然真的是这样的。 如果说我此生, 没有遇到师父, 没有修习心灵法门,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会变的多么的悲惨。 那时候已婚的我, 在网上无意间接触到了同性恋, 并遇到了他, 从此我的人生发生了转折点。 于是, 我为了和同性的他一起生活, 我离婚了。 乐园刚开始的时, 后, 都是由善缘开始的, 但是当时的我不懂半点佛法, 更, 不懂那会造下多大的乐业。 于是, 我离开了家, 开始和他, 在外面租房居住, 但是令人欣慰的事, 正是由于他从单位, 带来的那本天地人, 才使我开始接触佛法, 修习心灵法。 门, 到最后, 我成功地把他渡了, 才使我俩由原先的恶缘, 变为今天的善缘。 在我和他生活后的半年里, 我们的冤结, 开始显露出来, 吵架, 看彼此不顺眼, 想分又分不开, 这。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四十九, 样的痛苦一直折磨着我们, 但是, 那时的我们都没意识到, 同性恋是邪淫, 是错误的。 后来他结缘到了天地人, 他, 自己不看, 我却爱看, 慢慢修习心灵法门。 我们租住的房, 子, 他说晚上睡觉会很害怕, 但是可能我由于修习了心灵, 法门念经的缘故, 没有他那种很害怕的感觉。 直到后来, 我们才知道那间屋子大凶, 这也验证了之前的那个梦。 由于我们经常吵架, 我开始给他念心经和解节奏, 我, 求菩萨让我们的关系能够变好, 不要总吵架, 并希望菩萨, 为他开智慧, 让他也信佛念经。 就这样, 我为他念了大概, 半年的时间的经文, 终于经文的力量起到了作用。 有一天, 他说我们应该分开, 彼此去结婚, 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当, 时被他的想法惊呆了。 他是天生的性取向有问题, 从来没, 想到要结婚的那类人呐。 但是, 虽然很痛苦, 但是我还是, 答应了分开。 在我们分开后, 我很痛苦, 于是我求观世音。 菩萨帮我消除痛苦, 让我忘记他, 后来, 真的没有那么痛。 苦了。 最让我欣慰的是, 我们分开后, 他也开始念经了。 也想结婚了, 过正常人的日子了。 我一直有个预感, 如果, 我没有修习心灵法门, 我和他一定会很惨。 现在由于我们, 都懂了佛法, 是念经让我们化解了这段念缘, 谢谢观世音。 菩萨 三, 成功求道因缘。 刚修心灵法门的时候, 那时候由于刚接触到心灵法门, 和佛法, 还是有些将信将疑, 师父在梦中就来提点我。 后, 来, 随着休息时间的增长, 我越来越相信。 在那段同性恋, 的日子里, 我就梦到台长来点画我。 在梦里, 我带着父母。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锦。 二, 一百五十。 一起让师父来看图腾, 我爸爸就问台长, 我还有没有姻缘。 当时现实中, 父母并不知道我同性恋, 他们为我离婚的事, 操碎了心。 师父在梦中说, 我还有姻缘。 醒来后, 我不已。 卫义, 因为当时我就抱定了跟他在一起一辈子的想法, 现。 再想起来, 当时多么的愚痴呢。 再到后来, 我们分开后, 我开始向观世音菩萨求姻缘, 希望能再结婚。 但是由于罪, 念身重, 我相亲一直不成功, 那时很无助, 很孤单, 只有。 每天念经, 求菩萨, 菩萨也许看我太苦了。 菩萨又一次来到我梦中, 那个梦是这样的, 在一个项。 是迷宫的地方, 菩萨在梦里安慰我, 告诉我我现在的状态。 就像在迷宫里一样, 等我走出这迷宫, 我就会好了。 于是, 我坚持按照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来做, 许愿, 念经, 放生, 在求了一年的婚姻后, 奇迹出现了。 先是做梦, 梦里有个, 声音告诉我, 我会找到一个好郎君。 后来又做梦, 居然梦, 到了我还会有个孩子。 在做梦的几个月后, 我遇到了我仙。 生, 我们顺利的结婚了, 而且他为人很好, 我们现在的生, 活很美满。 四, 成功求子。 在我结婚后, 我一直想尽快要一个孩子, 因为我和我, 先生的年龄都不小了, 于是我开始向观世音菩萨求子。 在, 这中间, 也做了很多提示我的梦。 现在, 我成功怀孕了。 五, 小房子超度亡人真实不虚。 有一天, 我晚上做梦, 梦到一个穿灰色衣服的人, 身, 高大概不到一米七, 脸很模糊, 像是被毁容了。 他站在那。 里, 梦里的背景是我上班的单位, 我问他找我有什么事。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五十一。 是要小房子吗? 他没有说话。 我又问, 你要多少张? 他说七。 加十三张。 我的梦就醒了, 醒来后我不知道这位亡人是谁。 但是既然是要经者, 那我就念小房子, 他说要七加十三张。 就是二十张, 那我就给他念二十一张好了。 做完这个梦后, 我 也没怎么在意。 有天上班午休的时候, 我同事从熟睡中经。 醒, 他说做梦了梦里有人追他, 我让他仔细描绘一下那个梦。 我同事说, 他梦见我们工作的那间屋子的环境整个是 红彤彤的, 像是火红火红的, 里面有好多人在走来走去。 有的还在工作, 有的还在工作, 打印文件, 有穿古代衣服的, 还有穿现代。 衣服的, 然后就有一个穿灰色衣服的人追他, 那人脸很丑, 像是被毁容了, 他跑着跑着就醒了。 我听后赶紧问, 那人, 是不是个子不高? 穿得像是灰色的工作服。 脸毁容了。 他, 说对, 这太诡异了, 我们两个居然都梦到了那个人。 于是, 下午上班, 我们就向做饭阿姨打停, 因为他家就住这附近。 想问问这楼盖起来以前是什么地方。 做饭阿姨说他回家打。 听一下。 转天, 阿姨打停到了, 这片楼盖起来以前, 是一。 各玻璃纤维厂, 一九七几年拾着过大火, 死了好多人。 我, 们这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那人脸被毁容了, 原来是被火烧。 的, 怪不得他身上穿的灰色工作服, 原来曾经是工人。 这, 更加坚信了好好修心灵法门的决心,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六。 到轮回呢? 以上是我自从修习心灵法门以来的一些感悟和感应。 我时常在想, 如果有人问我, 这辈子影响我最大的是谁? 我一定说, 是观世音菩萨。 如果没有白话佛法, 没有心灵。 法门指点我们怎么念经,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今生会变成诗。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五十二 妖样, 来生又会去哪里? 所以, 我格外珍惜自己的这份佛。 缘, 我也跟观世音菩萨许愿, 愿我永世都不失去这颗修佛。 的心, 因为我真的害怕一旦在轮回中失去了修佛的缘分, 退转了修佛的心, 那么只能在六道轮回里越跺越深, 永远, 也出不去。 所以, 今后我一定好好修心, 念经, 多度众生, 把自己的佛缘永远续下去。 天津同修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一百五十三 五, 关于邪淫的梦境解析。 人们在梦中有时会出现一些邪淫之事, 令人匪夷。 所思, 难以解说。 在本章节中, 台长对于在梦境中出, 献邪淫的原因, 几种相关情况以及对策都做了相关开。 是。 一, 精彩开示摘录。 一, 常梦到男女之事的原因, 2012年7月15日悬疑问答。 听众, 有童修老师梦到有男女之事, 这是什么意思? 台长, 做梦做到这个, 第一, 自己本身做人还是有欲。 望, 第二, 如果这个男的你认识的话, 那就是你跟他的冤。 前面的情节还没有打开, 还没有化掉。 如果不认识的, 化, 自己要当心一点了, 会有些灵性来找你, 而且这是感。 情方面的灵性, 所以你最近一段时间会在感情方面非常的 复杂, 难受。 二, 邪淫梦境皆因一根存淫, 2013年12月8日悬疑问答。 听众, 关于邪淫这方面, 有时候我们去度人, 对方的, 灵性上身了, 他具要小房子, 要报复, 他通过我们修行人, 等身体一般普通人, 修行人, 还有灵界的众生, 这个。 业障, 这个罪怎么分呢? 台长, 首先你的问题我没听懂, 但是大概的意思我明。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五十四, 白一点, 很简单, 只要你今天去帮助别人, 你自己一定会, 承担业障, 听众,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踏上我们的身去做坏事, 我们无法控制, 有时候在睡前跟观世音菩萨说万一我在, 梦里面做坏事, 还没做的时候, 请观世音菩萨把我叫醒, 就比较灵, 但是有时候不灵, 台长, 不是这样的, 不是靠菩萨把你叫醒, 在你的意, 根当中, 因为你还残存着那些淫欲, 所以梦才会出来, 一, 各脑子里没有淫欲, 干干净净的人, 他是不会出现那些淫, 梦的, 所以不要朝人家身上找毛病, 也不要把这些拖到观, 是音菩萨身上, 说您不要让我做这些梦, 是你的银根, 一根当中已经种下的淫欲的种子, 你才会做这些梦, 听众, 那还是我自己的问题了, 台长, 对, 必须念礼佛大忏悔文, 好好地, 以后永远, 不要去想这些很下流的事情, 你以后就上流了, 明白吗? 听众, 知道了, 我会好好修的。 三, 梦中与好友行夫妻之事的缘由, 2013年9月15日悬疑问, 答, 听众, 同修梦道与一位很好的朋友在梦中做夫妻之事, 但是现实生活中跟这位痛修并没有什么太近的联系, 就是, 偶尔节日的时候发一条祝福短期之类的, 台长, 本来他们, 两个人感情应该很好, 本来应该有这种事情的, 但是现在, 梦道就是硬调了, 听众, 需要念一些解节奏和化解冤节的小房子吗? 第三部分有关戒除邪淫的问题, 155, 台长, 要, 听众, 礼佛大忏悔文需要吗? 听众, 要, 像这种情况连功课一起五遍, 听众, 大概三个月可以吗? 台长, 可以, 没问题的, 小房子一个星期念七章, 四, 梦与王父亲热, 前世夫妻姻缘, 2012年9月7日悬疑问答, 听众, 还有一个梦, 我挺不好意思说的, 因为我父亲, 去世了, 连着两次梦见父亲跟我做夫妻之事, 台长, 很简单, 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 你父亲前世说, 不定跟你是夫妻呢, 听众, 第二次的梦让我挺害怕的, 我装病吗? 我就推, 推不动, 好像鬼压身的那种感觉, 我特害怕, 台长, 对了, 就是你父亲压身哪, 一点不错, 听众, 可我给父亲抄了近一百张小房子了, 台长, 一百张没走, 听众, 哪继续超度呢? 台长, 对, 懂事情一点, 很多父亲在人间对女儿好的, 不得了, 爱的不得了, 他不知道前世是夫妻, 等到他一死, 掉, 他知道哦, 原来你欠我的, 前世是夫妻, 这辈子又, 欠了我很多, 所以他就来报复, 有的在身上, 有的鬼压身, 有的就是跟你做一些男女之事, 都是一种报复, 听众, 明白, 台长, 我父亲是对我挺好,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五十六, 二, 白化佛法精选, 一个人修位越好, 道德越好, 同样的, 他的魔障也越, 大,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修道后来会说, 卢台长, 我念, 经念的这么认真, 为什么老是觉得心里烦得不得了, 因, 为魔障来了, 魔考来了, 举个例子, 你过去在单位里不做, 劳动模范就没人讲你, 你一旦做了劳动模范, 奖金比人家, 高了, 接下来就会有人说, 哎哟, 什么劳动模范, 孤明, 钓鱼, 这么早跑过来不就是为了多拿点钱, 做了劳动模, 犯就有人讲话了, 这就叫魔障来了, 所以修的好的人, 魔, 考就越多, 释迦牟尼佛在成佛之前, 经过很多的魔考, 很多的妖女去考他, 勾引他, 看他怎么反应, 这就是魔考, 很多人修得好一点了, 有名有利有才了, 魔考就来了, 如, 果他开始为名为利了, 那就禁不住考验了, 魔考考不过就, 调集, 当你们开始许愿吃肠素的时候, 一般都会有魔考, 在梦中给你看看肉, 或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你在梦中乳, 果咬咬牙, 知道自己不能吃的, 那么你就过一关了, 你就, 上一个台阶, 如果你在梦中咬了一口, 突然知道不能吃, 然后吐出来, 这个就算是刚刚及格, 修行哪这么简单的, 都要考试的, 很多人白天一本正经的, 晚上在梦中有个美, 女来了, 熬不住就是没考过, 克制劣根性恢复善良心,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157 第四部分 如何智慧度家人, 这一生中与我们缘分最深的就是家人, 无论父, 母长辈, 夫妻儿孙, 学佛人最期望的就是全家共修, 和谐精进, 但是生活往往是与愿违, 学佛中很多童, 修的烦恼恰恰来源于家庭, 为什么家人难度, 怎样, 才能智慧度家人, 家人阻碍学佛甚至造业怎么办, 学佛人该如何与家人相处, 这些问题将在本章节中, 得到开示和解答, 希望同修们从中获得起事, 一, 为何家人难度, 很多佛友在外面度人都比较顺利, 也颇有方法和, 心得, 但对自己的家人却一筹莫展, 度家人之路波折, 艰辛, 家人是我们每是缘分最深的人, 却为何这般难? 度, 缘分最深的人, 佛缘也一定深厚吗? 和家人的缘, 分钟是否都是善缘呢? 在与家人相处时, 我们是否也, 像对待外人一样彬彬有礼, 慈忍持戒, 以身作则呢? 下面请看台长对家人难度方面的精彩开示,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158 1.节目精彩开示 1.自己有孽障, 家人才不信佛, 2012年9月9日选 一问答, 台长指出最亲近的家人还不信佛, 2.说明我们自己一定 3.有孽障, 要给多念礼佛大忏悔文和小房子忏悔自己 3.学佛 4.人时常要注意言行举止忍辱谦虚, 才能在无形中带动他人 5.我们累世的业障不能一时全部消除, 6.要看到亲人的改变 6.如果心怀怨恨不但会阻碍自身功德, 6.还会损害亲人会命, 7.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再给家人念经, 7.坚持去做一定会水盗取 7.听众, 台长您看看我爱人, 7.他不信佛, 7.我现在给他念 8.了一年 7.台长,你想想看你修了一年, 7.他都不信佛, 7.说明你身, 7.上业障还是重, 7.如果你身上业障不重, 7.他怎么会不信佛呢? 7.你要多念小房子给自己, 7.还有多念礼佛大忏悔文, 7.每天舞, 7.变 7.我告诉你,家里的最亲的人还没有信, 7.你自己身上衣, 7.定有业障, 7.要好好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 7.再多念小房子就, 7.可以了, 7.听众, 7.我这一年也没少念, 7.念了有将近一千多张小房, 7.死了, 7.抬长, 7.你要记住, 7.你念经不就是念了一年, 7.你现在活, 7.到几岁啦? 7.你如果五十岁的话, 7.你只念了一年, 7.这是五十分。 7.之一呢, 7.你就想把五十岁当中所有的孽障都全消掉吗? 7.你说, 7.可能吗? 7.还有你看你刚刚跟台场讲话你都发牢骚, 7.我可以。 7.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佳人? 7.159 8.告诉你这种一点点的牢骚的话, 7.菩萨都会觉得你这人根本不开悟, 7.你不懂呢? 7.我念了一年怎么不好? 7.你怎么不? 7.说你五十几年的孽障, 7.还有上辈子带来的, 7.一年就念得掉了。 7.吗? 7.听得懂吗? 8.听中, 8.听得懂。 8.而且原来我念经的时候, 8.他造口业。 8.现在到不造口业了。 8.抬长, 9.那不是一天天在改吗? 9.你以为这么容易念好的? 9.不造口业已经很好了, 9.还有的人还反对呢? 9.你嘴巴少讲话。 9.啦,我告诉你, 10.好好学佛, 10.多念经, 10.少讲话。 10.抬长跟你说, 10.你现在肚子里这种怨气, 10.这种想法, 10.都会阻扰你的功德。 10.所以念了一年你的功德都不大。 10.你跟我讲两句话, 10.抬长就, 10.帮你找出毛病了, 10.好好改正呢。 10.你记住你这么下去的话, 10.水到渠成的, 10.现在水没到呢。 10.听众, 10.我一搬出一十五去放生, 10.我一放生回来他就炖。 10.鱼炖肉吃。 10.抬长, 10.你多念心经吧。 10.我告诉你, 10.己不正, 10.焉能证人。 10.你自己不正, 10.你要叫他信佛, 10.人家怎么可能信? 10.你说说看。 10.你讲了多少坏话, 10.你在家里跟他两个人的生活当中, 10.你怎? 10.腰样让他能够看得起你呀。 10.你现在学佛了, 10.你还教育他? 10.你能教育吗? 10.人家看见你这种样子学佛, 10.人家都不愿意学。 10.了,听得懂吗? 10.要教育人家, 11.首先自己要正, 11.自己要为人。 10.要能够被他讲, 11.被他骂不还口, 11.人家再怎么样就说我做。 11.错了, 11.我对不起, 12.你做得道吗? 12.就你这种嘴巴, 12.人家会 12.跟着你学佛的呀。 12.你不把人家会命害掉都满好了, 12.好好改。 12.改自己毛病呢, 12.你说说看你这个样子出去是像观世音菩萨。 12.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12.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160。 6.嘛。好好改呢。 12.真的。 12.听众,好,我一定改。 2.以身作则,感染家人, 2011年12月16日悬疑问。 12.答。 12.抬长开示如果家人阻挠学佛, 12.首先反映出自己做人不。 12.好。 12.救度家人关键不在于求菩萨求家人, 12.只有躬身自省。 12.以身作则才能感染家人。 12.如果一边让人信佛, 12.一边又心烦。 12.议乱,讽刺家人, 12.生活中的贪甜痴态尽险, 12.不但家人看着。 12.不愿意学佛, 12.自己还会更造新业。 12.听众,我求其他都很灵, 12.就是求家人同意我信佛,念。 12.经,吃素这件事, 12.总是受到重重阻碍, 12.也请台长帮忙开示。 12.以下 12.台长,很简单, 12.做人做人, 12.自己人做得好, 12.人家什么。 12.是都会同意的, 12.首先说明你这个人做人做得不行。 12.任何人。 12.做人, 12.学佛, 12.要以身作则, 12.如果今天台长叫你们这样修心。 12.学佛,我自己做得不好, 12.你们会跟我学吗? 12.你看台长完命。 12.一样的, 12.根本不顾自己这么救度众生, 12.大家受到感染, 12.都 12.在好好的修心学佛。 12.如果你今天跟家里人说你们要学佛呢? 12.这里又跟他们闹一件, 12.那里又不开心, 12.嘴巴里要讽刺他们。 12.或者做一些事情不如理如法的, 12.你想想看, 12.谁相信你呀? 12.连台长的脸都给你丢了, 12.嘴巴里说炉台长怎么好, 12.马上接。 12.下来就讽刺爸爸妈妈你们这样呢, 12.你们以后要下地狱的。 12.你想想看, 12.谁听你的呀? 12.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161.听众, 12.我原来就特别喜欢这样子讲, 12.或者是心里这样。 12.子想的。 12.台长, 12.对呀, 12.你意念当中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已经示范。 12.醉了, 12.救人没救好, 12.已经又造新业了。 13.化解恶缘, 12.感恩放下, 12.2013年5月5日悬疑问答。 12.台长一语点破家人难度的原因。 12.一是家人佛缘未到。 12.二是我们前世修得不好, 12.与家人善缘不够恶缘太深, 12.今生, 12.才受此果报。 12.学佛人一定要想得开, 12.不要沉浸在对家人的。 12.甜恨之中, 12.多接受家人意见, 12.可随缘先度旁人。 12.试想若美。 12.有家庭之苦激发我们对人生思考, 12.也许就遇不到师父, 12.更。 12.没有救度家人, 12.脱离六道轮回的机会, 12.要时刻感恩家人。 12.听众, 12.为什么特别我家里人, 12.这么难度? 12.都不信。 12.台长, 12.很简单, 12.缘分不道, 12.你自己的恶缘太深, 12.反而, 12.是别人好度一些, 12.那你就先度旁人好了。 12.在这个世界上台, 12.常不是跟你们一样吗? 12.台长为什么能度这么多人? 12.为什么? 12.你度不了。 12.听众, 12.您上辈子修的好, 12.有这个缘呢。 12.台长, 12.好了, 12.这个问题你回答你自己了, 12.你上辈子修的不好, 12.墨杰这个缘。 12.好好学, 12.想得开一点, 12.一定要想开。 12.有些人真的很痛苦, 12.因为他整天活在恨人家的生活当中, 12.他能不痛苦吗? 12.他不能接受人家的意见, 12.他痛苦吗? 12.能够? 12.接受人家的意见, 12.那是幸福, 12.人家骂你是为你好, 12.你不接。 12.受, 12.你痛苦。 12.持守戒律, 12.圆满家庭, 12.婚姻, 12.情感卢君红台长 开示极紧, 2.162.听众, 是的, 有时候想起来我也很感恩我的女儿, 不。 是他我遇不上台长, 也遇不上心灵法门。 台长, 对了, 要不是他, 你还不会修心, 你还不会碰。 到心灵法门, 你也没有希望把女儿再救回来。 4.放低自己, 真情动人, 2013年1月4日悬疑问答, 台长开示和家人讲佛法要放低自己, 要用真情实感讲。 真话, 不能用教训人的口吻和语气, 乐园太重也是家人不。 听劝的原因, 就算学佛上没有共同语言, 也要在生活上多。 关心和温暖家人, 不仅要学习佛理, 还要改正人间思维上的毛病。 听众, 我现在什么功课都加到49遍, 但是跟我周围的。 环境, 人好像有点格格不入。 跟我们家里人跟我老公家人。 讲, 他们也不信。 感觉境界两样, 跟他们讲不来就不愿跟。 他们讲话, 给人家一种很清高的感觉, 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有的时候我跟他们讲风水, 对他自己有力就会做, 然后叫。 他们念经他们又不念。 台长, 就你现在讲话的这种样子, 人家都不要听, 你。 讲得再好人家都不要听你讲话。 你想想看你现在的语气。 讲话有人是真情, 有人是假情假意, 假话里面都很有讲究。 的, 一扬顿挫。 台长有时候讲得很严厉, 为什么人家都这? 要喜欢呢? 因为人家听得出是讲真话呢。 你语气里面有叫。 训人的口吻你知道吗? 你看看你刚才跟我讲几句话, 像打。 关枪一样。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杜家人。 163 听众, 哦, 我改我改。 台长, 要改的, 放低自己, 而且有时候越亲的人恶元。 越重, 所以有时候你讲话他就不要听, 明明是对的, 他就 不理你。 你自己以后要放下自己, 如果你觉得在学佛上跟 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就在生活上跟他们语言多一点, 你今 天吃什么? 衣服洗了吗? 当心呐, 这两天冷, 衣服多加一。 点这种不可以讲呐。 因为你学佛了, 你连衣服, 煮菜, 买菜, 家里的事情都不跟他们讲呐。 听众,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些还不如自己待在家里。 念经。 台长, 那你还是到庙里去吧, 头发一剔坐在那里, 水。 都可以不理了, 就念你的经好了。 好好改正自己身上的缺。 点, 缺点很多呢。 人间的思维上的问题很多呢。 二, 白化佛法精选。 一, 佛理是自我印证的依据。 也就是说, 你学了佛法之。 后, 你要用在自己的心里。 举个简单例子, 师父叫你们忍。 汝精进, 如果你今天想吵架了, 你硬把他忍下去了, 那么, 你就印证了佛法, 菩萨叫我们要忍辱, 我今天忍辱了, 我。 不吵架了, 那么这个灾河难就消除了, 家里的矛盾就消除。 了, 你从心里就印证了菩萨讲的是对的。 菩萨叫我们要忍。 汝, 都是一家人, 为什么要争吵? 这叫印证。 那么有依据。 了, 因为我学了佛法, 我懂得了这个佛理。 所以, 学佛不。 是单单将佛的知识的积累, 如果单单是学佛的知识的积累,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才常开示极紧。 二, 一百六十四, 那大不了这个人是佛学家, 这个人是哲学家, 这个人是佛。 学院毕业的, 那是一种佛学的知识的积累, 没有从自己的。 身体上, 行为上去印证, 这个就是人家说的, 你佛法学的。 再好, 你做出来的事情不如理, 不如法, 你就是没有学好。 佛法,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理解佛性才能得到慈悲。 摘录卢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二, 做弟子就要有弟子的样子, 在家里不准吵架。 如果有家人说要跟你吵架, 你就说你今天不吵了, 这样你就越过了一个障碍。 如果你还吵, 你就没有越过障碍, 如果你还恨, 那就增加业障。 你不但要没有恨, 而且还要可怜人。 家, 这样你才修得好。 严厉的开示真诚的劝导, 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八次的开示。 一,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一百六十五。 三, 同修反馈摘选。 成功度了一家人。 今天, 我的爸爸开始念观世音菩萨圣毫了, 耗十一年。 我家最后一位不信佛的人信佛了, 我太感恩了, 按捺不住。 喜悦的心情, 写一篇这一年我是如何度家人的, 供大家餐。 考。 我学学佛以前, 家中无一人信佛, 2012年9月中旬。 室友给我介绍心灵法门并送我一本经书, 我看了心灵法门, 的相关视频, 觉得好神奇。 接下来我就开始念经, 月念月。 开心, 心里从没有过的喜悦, 我觉得念经这么好, 一定要让妹妹念, 于是锁定了第一个度人的目标, 我的妹妹。 美。 天给她念心经, 同时网络上电话里给她介绍学佛的内容。 但是她根本不相信, 还造口业, 我没办法, 坚持每天给她。 念解节奏, 念了差不多有七八个月的时候, 她好像不纳。 腰排斥了, 与此同时她出了点问题, 我觉得机会来了, 在。 四传授佛法给她, 告诉她, 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菩萨可以解决, 但是你要相信, 你要念经。 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开始学着念经了, 而观世音菩萨那么慈悲, 在妹妹半睡半。 醒的时候竟然显化给她看, 妹妹说她看到了光芒万丈的谱。 撒! 那个时候她在印度, 我让她回到家里每天听台长的路。 阴, 念经, 坚持放生, 就这样过了两个多月, 台长要再得。 国开法会了, 我一定要她提前回德国去参加法会。 在法会上, 她有幸跟台长握了五次手。 法会之前, 她基本不看白。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六十六, 画佛法, 听录音就觉得是真的, 不听就觉得是假的, 法会。 过后, 她很精进, 每天看白画佛法。 法会的威力真大呀。 现在她已经在积极度人了, 已经有人要念经要见佛台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再说我的父母, 他们从我未出生之前就吵架打架, 那, 可真是冤家。 每次吵架后妈妈就坐在我面前倒苦水。 我那, 幼小的心灵, 从小就充满了甜恨。 上学后我不愿意回家宁, 愿住在同学家。 我学佛念经一个月后他们又一次大吵, 我, 的脑子里不停地问,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总吵架。 结果夜里梦到妈妈对着爸爸开枪。 醒了我懂了。 正所谓欲, 之前是阴, 今生受者是, 我先把目光锁定在正状较轻的一。 方, 我的妈妈, 开始给她讲六道轮回, 因果报应。 结果她, 说, 静扯, 死了就死了, 哪有这些事儿。 我无语, 随口说, 了一句, 那让姥姥来告诉你吧。 结果第二天一早, 妈妈说, 梦到姥姥了, 晕倒。 我知道梦到王仁北宋小房子了。 我每天听录音, 也是放给妈妈听, 同时给她讲博客上的内容, 并坚持每天给她念心经, 没多久她就学着念经了。 但是不经济,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也不念小房子。 在2013年六月的香港法会上, 我给她做了劝导声闻, 从法会回来。 后, 她就开始念小房子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现在她每天, 都能念两到四张小房子, 大悲咒, 心经都是四十九遍。 再说我的爸爸, 2013年大年初一的晚上, 他牙痛头痛。 我给他扎针不管用, 于是我就许愿, 许了二百张, 结果第。 二天我的脸就肿了, 牙痛头痛, 喉咙痛, 要发烧, 我就给。 自己扎针, 没用, 我就喝开水, 让自己出汗, 烧煤发起来。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一百六十七, 但是脸肿得跟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练蛤蟆功的那老头。 一样, 就这样我坚持念经, 一周之后肿得没那么高了, 人。 也瘦了, 这真是个减肥的好办法。 当我给爸爸的药精折念, 到六十来章的时候, 我梦到一个人跟我说, 我要走了。 我觉的太神奇了, 只这一次, 就彻彻底底把我自己给肚透了。 但是爸爸还是不信, 因为他身上的灵性, 孽障较较多, 再去。 参加香港法会的那段时间里没有及时烧送小房子, 回来后, 他就不在室内的家住了, 跑到农村的房子住, 也不跟我们联系, 也不接电话, 我们回去看他, 他只跟我和妹妹说话。 不跟妈妈说话, 也不吃妈妈做的东西。 我就继续给他念小房子, 每两天我的脸又肿了, 同修说功课里的大悲咒太少, 至少四十九, 还要放生。 我就照做。 梦到台长说要给你爸爸念。 一遍礼佛大忏悔文, 我说好, 我给他念三遍, 还梦到菩萨。 好多次, 真切感觉到, 只要有事发生, 菩萨就会来。 感恩。 观世音菩萨。 二百章念完以后, 又许了三百章继续念。 由于爸爸还没, 信佛, 一直不敢设佛台, 尽管已经从香港法会上请回了菩。 萨像, 并且已经装表好了相框。 有一天我梦到菩萨说, 给。 你一组数字七月七日, 把这个相框挂上。 我才开始筹备建佛台。 这个时候妹妹也刚学, 还不坚定, 有了佛台, 我上香油灯。 几乎每次都结莲花, 她上香就没有, 她觉得挺奇怪, 感觉。 这是越来越像真的了。 妈妈牙痛头痛的直掉眼泪, 我就把 自存的小房子拿出来烧, 一会儿妈妈就没事了, 带着妹妹 去放鱼, 看见鱼油回来吐泡泡, 她觉得放生真好, 直劝她。 的朋友同事也去放生。 妹妹是越来越相信了, 可是爸爸还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六十八 是不信, 我让妹妹在德国法会上给爸爸做了劝导声文。 法 会结束后, 妹妹在德国自己设了佛台, 也在佛台上给爸爸, 做了劝导声文, 我也在家里的佛台上给她做了劝导声文。 同时小房子继续念, 心经继续念, 妹妹也念心经也念小房。 子给爸爸的药经者, 妈妈也给她念心经念节节奏, 同时给。 她放生, 就这样三对一, 再加上菩萨加持, 爸爸开始相信。 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家人就是往事有缘分的人, 今世又聚在一起, 不是你。 欠他, 就是他欠你, 他们的业障可能就是我们导致的, 他。 我们的业障就是我们的业障, 所以为其消业障是义不容辞的。 菩萨离我们那么远, 菩萨一样来救我们, 何况我们救的是, 与我们缘分很深的亲人呢。 家人信佛念经以后, 家里的氛围非常好。 我愿度更多, 的家庭学佛念经, 离苦得乐。 不信佛的朋友可能不理解, 学佛念经就那么好吗? 我, 知道一二句话说不清楚, 说太深了可能大家也理解不了。 只说眼前吧, 家人信佛了, 尤其是父母信佛了, 他们的年。 经都大了, 身体都不是太好, 信佛念经之后, 菩萨可以保, 又他们少受苦, 少遭罪。 每天念四十九遍大悲咒, 保证不生癌症。 如果您不相信, 我也没办法。 我的父母信佛了, 我好开心。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卢君红台长。 感恩龙天护法。 运汉 2013年10月23日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佳人? 169 2.如何智慧度佳人? 心灵法门, 妙法度人, 抬长身体力行为我们做表。 律 然而, 对于我们这样普通同修来说, 度人并不减。 单, 尤其是面对家人, 有着更加错综复杂的孽障和冤。 结, 家之自身的局限性, 往往空有一腔, 度人的热情。 没有度人的智慧, 难免碰壁, 跌跟头纳门, 我们要 以怎样的方式来度我们的亲人, 让他们能够和我们医。 起学佛修心, 离苦得乐。 且看本章分晓。 一, 精彩节目开示。 一, 为家人念经。 一, 多念心经, 点燃心灯, 2012年4月20日直画直。 说, 台长开示, 给完全不信佛的家人念全套功课, 不但我, 们自身会备业, 而且家人也难以接收。 救人先救心, 应该, 每天给家人多念心经, 帮助他们内心开悟信佛念经。 在家, 人开悟念经之前, 还可帮他们每天读49遍消灾吉祥神咒, 为其消灾挡货。 听众, 我儿子现在工作特别不顺利, 我给他念了经。 能不能给他也调一下? 我给他念的, 他自己不念。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 170. 台长, 记住我一句话, 他不相信, 你念经几乎没有时。 要用, 非但没有用, 还会把他身上的孽障引到你身上来。 你就是欠他的。 你现在就是承担责任, 包括你身上养拿等。 等, 都是他这里来的。 听众, 我心里也清楚, 这样子替他念, 能不能解决点。 问题。 抬长, 能解决一点点问题, 但是解决不了大问题。 很。 简单, 个人吃饭个人饱, 你儿子肚子饿了, 你替他吃饭。 他能饱吗? 你只有每天给他多念心经, 与其你把灯照亮人。 家的路, 还不如在人家手里有一盏灯, 人家走到哪可以亮? 到哪里? 你给他照亮了路, 他离开你的范围, 他还是黑暗。 一片。 所以帮助人家要帮助心, 从根本上帮助他, 要他能, 够信佛, 能够念经,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给他念这些小精梅。 用的, 因为根本是钢筋水泥都没有, 现在每天给他念二十一遍。 心经, 再念四十九遍消灾就可以了。 因为心经是让他直接开悟。 能够相信的, 开悟了之后, 就什么都解决了。 然后四十九遍消。 灾, 就是在他没开悟之前, 可以帮他挡挡灾, 只能这样。 二, 信则有效, 无缘不度, 2012年10月21日悬议。 问答, 台长重申了为家人念心经的重要性。 家人开悟信佛后, 哪怕每天自己读一点基础经文, 我们再帮他们做其他功课, 才能有效。 要先度有缘人, 佛缘未到暂时不要劝度, 如果, 对方造了口业反而会有损我们的功德。 要调节好家人间的。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171, 关系, 家宅平安, 长辈健康对于晚辈的身体和气场也是一。 中碧印。 听众, 我同时帮我家里的四个人一起读, 是不是我给。 我小孩子功课读的太多了, 上次台长说激活了他的灵性了。 我每天给他念二十一遍心经, 大悲咒七遍, 他自己读二十一遍。 我儿子也蛮辛苦的, 他现在是初三, 最紧张的一年, 因为, 他明年就要中考了。 考不及格, 他以前不是这个情况, 就。 这段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 他每天二十一遍心经, 二十一遍大悲咒。 二十一遍网声咒, 一遍礼佛大忏悲文, 二十一遍消灾吉祥神咒, 二十一遍解节咒。 这些经文都是他在学校自己读的, 只有心经和。 网声咒还有礼佛大忏悲文是在家里读的。 台长你看, 我给。 他的功课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他每天的功课量很多。 台长, 实际上你每天必须要让他读一点经文, 不读经。 文的话, 对他不好, 但是数量问题是酌情处理的, 有时间。 多让他念念心经, 没有关系, 只要念了就可以了, 他年纪。 清, 最主要的是要他相信, 他只要相信了, 哪怕他只念一。 点点, 你给他念的经文, 他就会拿到, 如果他不相信, 你。 给他念成千上万的经, 他也收不到。 听众, 他念经肯定念, 可能他的信心不是那么足我。 觉得菩萨一直加持我, 我不能给菩萨丢人。 而且他们都看, 这我, 我爸爸妈妈, 家里的人说如果你的儿子读好书了, 那么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 如果你儿子没有好, 就打。 折扣。 我想请台长开示一下, 我是不是先给我儿子念, 妈。 妈, 老公先放一放旁边呢。 台长, 讲这些话的人, 目前是缘分不足的。 没有缘分。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七十二, 的人, 你不要去理他, 反而会伤害你的道行。 就等于你跟, 一个不相信的人去谈事情, 他根本不能理解你在说什么。 你学佛不是为了让这些不相信的人相信的, 为的众生是有。 原众生, 并不是无原众生。 而且你自己要调节好你爸爸妈。 妈和你孩子的关系, 有的时候你的父母亲好了, 家宅平安。 了, 孩子都会受到避孕。 如果家里的几个老人都在生病, 身体很不好, 你儿子气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就算帮你儿。 自拼命地念, 你儿子也不一定会气场好。 三, 夜深道远, 坚持不懈, 2012年5月25日悬疑问。 答, 台长明确开示, 对于一些劣根性和业障较重的家人来。 说, 自身的福源和佛源已被虐障遮蔽, 不容易在短期内马。 上明心见性开悟念经, 业障的消除需要一个缓冲期, 不要。 过于着急而拔苗助长, 应随原度人。 只要一门精进的为家。 人念心灵法门的经文, 家人终有开悟信佛的一天。 听众, 我爱人不信佛。 我给他念了半年了, 二十一遍心经。 家小房子, 现在还是不信。 台长, 第一, 劣根性很重的人不一定马上会修, 马上。 会相信的, 第二, 你跟台长心灵法门念的经一定要纯, 其。 他的经文可以暂时不念。 你再给你老公身上加点能量, 心。 经再加强, 再给他念解节奏。 他自己身上有孽障要一个缓, 充气的, 慢慢的会消掉的。 孽障越多越看不见, 就像白内障。 就像白内障一样, 有白内障你眼睛看不见, 因为他障住你了。 业障。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173。 越多的人越不能明白道理的。 2. 帮家人放生, 做功德。 1. 家人最好自己出资。 2011年10月30日悬疑问。 答。 听众问帮助家人放生做功德能否代替家人出钱。 台长。 开示, 做功德最好应由家人自己出钱, 家人的心动了才有。 效果。 自己替家人出钱则自己的功德更大, 家人按其信佛。 的程度只能收到功德的百分之三十百分之负五十。 听众, 我们家人也信佛的, 也念经, 也念小房子。 但, 是速度有点慢, 我嫌他们慢, 帮他们做功德, 功德费完全。 是我一个人出, 这种可以吗? 台长, 这种他们本身就得到的少, 这是没有办法的。 比方说人家给你放生的话, 你自己没花钱, 这个效果绝对。 不如你自己花钱放的效果好。 人家花钱给你放, 人家不但。 有功德, 人家还能避孕你, 还能帮助你, 还能鼓励你, 十。 记上这个给他放生的人功德很大的。 但是收的人只能收到,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之间。 听众, 还是能收到, 就是少一点而已。 台长, 对对对, 就是帮人家念经, 这个人如果不相信, 的话, 你念出的经只有百分之三十他能收到。 听众, 明白明白, 那我还是问我父母要钱吧。 台长, 这个不要客气的, 跟他们说妈妈爸爸你们要。 长寿, 这个钱必须你们出, 哪怕我今天先给你们了, 你们。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七十四。 再给了我, 那么这个是你们拿出来的, 就不一样了。 人的。 心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把钱先给他, 之后再叫他拿出来, 要让他动心。 如果你只是说妈妈, 我给你多少钱, 帮你放。 掉他没拿到钱, 他的心不动的。 二。 量力而行, 不要把全部功德给家人, 2013年2月8, 日之话直说, 台长开示, 不要把自己的全部功德转给家人, 可以许。 愿把某一次做的功德给家人, 要如理如法, 量力而行。 听众, 上次有一位童修想把他的功德全部转给老公言。 受, 您不建议我们这样做。 现在我有一个类似的问题, 我, 想把自己参加泰国法会做义工的功德转给我爸爸, 加速他。 信佛念经可以吗? 台长, 可以。 不要说自己全部的功德, 说现在就有的。 我们有一个节目主持人, 他说把自己一次主持节目的功德给某一个人, 结果那个人顺利了, 他自己的包在后台弄丢。 了。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是他主持异常的功德不够覆盖。 他, 但还是让人家拿到了。 所以你说把泰国、 马来西亚做义工的功德给你爸爸, 完全可以。 你把这点功德给了他, 并不代表把你身上的所有功德全部给他。 3、 妙法度家人, 2011年12月11日悬疑问答。 听众谈及家人不信佛的原因, 一是佛缘还不成熟。 2、 是家人自身的虐障所致。 帮助家人念经, 放生前可祈求仆。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175、 撒保佑家人消除虐障, 开智慧。 台长予以赞同并开示, 有。 使给家人读心经的效果不好, 是因为家人本身的虐障较重。 因果难转。 若想让家人早点开悟, 在原有经文的基础上可。 以给家人家念礼佛大忏悔文和小房子, 帮助他们消除业障。 效果会更加明显。 听众, 很多同修都很烦恼, 就是自己的家里人不信佛。 不念经, 不信因果。 这是我的总结,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 他的佛缘还没有成熟, 另外一方面, 他不信佛, 不信因果。 不念经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念障所造成的? 对, 所以, 如果我们希望家人能够很快地去信佛念经信因果, 第一是, 念经求观世因菩萨保佑他们开智慧, 第二, 可以帮他们念。 礼佛大忏悔文, 第三, 念小房子给他们的药经者, 求菩萨, 帮助他们忏悔和消除孽障。 台长, 你挺聪明的, 你已经有智慧了。 你刚才讲得完。 全正确。 台长叫大家念劝导声闻, 为什么很多人劝导声闻? 念上去效果还不好呢, 因为你劝的那个人本身的因果还是, 很大, 就是你刚才讲的, 应该给他家。 听众, 第四, 在放声的时候也要这样求, 求菩萨帮助。 他忏悔和消除孽障, 保佑他早日开智慧, 这样是有奇效的。 我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我给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一开始不是这么的系统, 但是越到后来我就觉得最, 好应该求消除孽障。 台长, 对, 非常非常好, 你今天讲了这个事情, 台长, 就告诉你们, 如果正规的想要爸爸妈妈快一点开悟, 或者, 劝导家里人的话, 实际上因为台长是考虑到大家压力矣。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七十六, 经很大了, 应该念小房子, 礼佛大忏悔文, 这两个加进。 去之后, 可以加快爸爸妈妈的相信和佛缘的成熟。 听众, 我想了很长时间, 一直还没有写, 因为我的爸。 爸妈妈他们念经还不够精进, 所以我也就觉得我还应该。 做。 台长, 能够念经, 已经完全是智的变化了, 以后念经。 念的好坏只不过是量的变化。 这个量的变化也会导致智的。 变化。 你现在已经有智的变化, 对量的变化只不过需要一。 各推动和鼓励的因素在里边就可以了。 2. 白化佛法精选 有一点点的佛缘, 我们都不要去舍弃它。 虽然说无缘, 不度, 但是并非说以后它没有缘分, 现在没有缘分, 并不。 代表它永远没有缘分。 所以, 有一点点佛缘, 就应该去救。 它, 去帮助它, 不要去舍弃它。 我们首先要守住自己的缘, 才能去帮助其他人的善缘。 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缘都守不住, 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人家的善缘? 也就是说, 你自己是个好。 人, 你才能去帮助人家。 你自己都不是个好人, 你怎么可, 能帮助到人家呢? 善修身口意。 二, 菩萨告诉众生, 要善观因缘, 你要学会善于去观察。 人家的因缘, 要救度众生就要懂得善观因缘, 你要想救度。 它, 首先要看看这个人和你有没有因缘, 你有没有这个缘。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一百七十七 分去度他, 去救他。 如果这个人很恨你, 不愿意理你, 你, 去给他讲法, 你不是去碰钉子吗? 人家看见你就讨厌, 这, 使你能救度他吗? 如果这个因缘成熟就直接开示。 比如, 这个人学过佛, 法, 你就直接开示, 直接给他讲法。 师父因为有着看图腾, 的功能就是直接开示, 当然师父直接开示要比你们好, 因, 为你们看不出来他的因缘, 只能说你要好好修呢, 也许人。 嘉慧说, 你还没有我修得好呢, 所以要上官因缘。 下面师继继续给大家讲, 如果你不去上官因缘, 直接去。 开示, 会让这个缘没有成熟的众生, 得到害处。 如果去劝, 说人家的时候, 这个人的因缘还没有成熟, 你就直接给他。 讲应该做什么做什么, 实际上你是害了他。 比如, 你劝他。 他不听, 就算他嘴巴上不说, 而心里已经不开心了, 心里, 就会生出一种意念, 实际上你已经害他一时造业了, 他心。 李在恨你, 然后在胡说, 那你就更造业了。 他造业, 你也。 造业, 所以不成熟的人, 不能去度, 没有办法。 佛菩萨都不能度尽众生, 何况我人之辈呢? 你们只能, 挑已经成熟的果子来摘, 而不能把那些没有成熟的果子摘。 下来, 道理是一样的。 有些人根本不开窍, 你给他讲哪讲。 的, 到后来他还会骂你, 你又造业了。 因为他们的上根符, 得, 尚未具足。 犹如一个人饭吃不饱, 衣穿不暖, 你去给。 他说, 你拿点钱出来投资好吗? 他没有这个缘分, 怎么来, 参与这些投资呢? 对不对? 这就叫看缘分, 而且要具足才。 能去救他。 另外在这个人因果还没有正式成熟的时候, 你不能止。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七十八, 接的去说法界的石箱, 法箱石箱, 也就是当这个人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 你不能告诉他这个世界的真相。 比如, 很。 多人很满意他的人生, 而且感觉活得很开心, 整天喝酒吃。 肉, 跳舞唱歌, 感觉自己很有钱。 这时你去跟他们说, 如, 果你们这样沉沦下去, 会上不了天, 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 会落入六道轮回受苦无穷陷。 他们可能会立刻给你一个嘴。 八, 说你有病。 因为他们缘分还没有到, 所以不能跟姻缘。 没有成熟的人去讲法界的石箱, 讲这个世界实实在在的石。 香, 这个世界真实的面貌, 因为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生不。 带来, 死不带去, 这就是石像。 因为他们愿没到, 所以没。 有办法在心中生起一种平安和忍耐之心。 比如, 稍微有一点钱的老板, 今天想着投资, 明天想。 这做这个, 又想着做那个, 天天不停地想, 天天冒险。 他, 你们永远不会平安的。 要记住不论做什么事情自己要平安。 要忍耐, 平安就是福, 千万不要去贪, 只要贪就会有危险。 永远要有一个平安心, 不论做什么事情, 能不能成功, 要。 有忍耐心, 要学会无所谓, 一切随缘。 用如来心, 学佛度众, 上观因缘。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一百七十九。 三, 同修反馈摘选。 一, 一位同修度化家人的精彩叙述。 总述。 我的父亲, 过去是一名老干部的学佛念经历程, 从生。 怕信佛学佛的女儿太偏执了, 听到念小房子还债的说法。 感觉是天方夜谈, 不承认自己有错, 也不认为自己欠下了。 无形的债, 自信只要不做坏事, 对于曾经的钓鱼等也都不。 认为是做坏事, 勉强肯念一句阿弥陀佛佛号, 渐渐。 相信了因果报应, 知道不该杀生, 但不肯念经, 支持我母。 亲念经念小房子, 从嘴巴里尖色地念出大慈大悲的观世。 因菩萨圣号, 每天只肯念心经, 以各种理由不肯学大悲。 咒等其他经文, 仅仅愿意念少量的功课, 以各种理由拒绝。 念小房子, 每天一吃完早饭就会念功课, 送给自己要经者。 的二十一章小房子已念完, 协助我的母亲念完了四章小房子。 小房子基本上能够保证一天一章, 希望能够自存小房子。 三遍礼佛大忏悔文列为日常功课。 以上过程大约持续一年多的时间。 我的母亲的学佛念经历程, 从不信佛, 造下口业, 为, 学佛信佛的女儿担忧一律, 接受念短小经文, 如解节奏。 心经, 失望放弃不肯坚持, 学念大悲咒, 愿意做简易功。 课, 能坚持做功课, 但很长时间不肯念小房子, 主动要求念小房子, 教我父亲念大悲咒, 自觉主动念起了礼佛大忏悔文, 帮助我父亲念礼佛大忏悔文, 下决心一天念上衣。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八十, 张小房子, 已经计划帮助其他亲人念经念小房子, 三遍, 礼佛大忏悔文列为日常功课。 这个过程大约也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父母学佛念经的这段曲折历程, 正应验了哲学上的一。 各道理, 事物的发展没有一帆风顺的, 总要经历螺旋形上。 生, 总要经历一帆曲曲折折。 幸好, 现在终于拨开云雾剑。 青天, 他们二老的念经修行终于走上了正轨, 身为女儿的。 我也终于能够放下一点心, 可以减轻自己的念经任务了。 父母各方面都改善了, 成为我的好同修, 现在还寻思着帮。 儿女们念经回想当初, 现在的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 所以, 每当父母信佛念经修行上一个台阶的时候, 我都会, 情不自禁地感叹着。 其实, 只要认真修学心灵法门, 用台。 常师父的话说, 没有一个不灵的。 只要是认真修学心灵, 法门, 什么难以置信的奇迹都会发生。 当然, 这一切都要。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台长师父。 相信, 依然有很多同修还在苦恼自己的父母或其他亲。 人还徘徊在上述我的父母曾经经历过的某个阶段。 当然也。 有的同修的父母比我的父母更加精进, 早就做到了信愿形。 在这里, 我很想把自己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台长师父的加持下, 逐步成功度化父母的一点经验, 分享给那些层。 经与当初的我一样, 对家人信佛念经不抱希望, 怨天尤人。 甚至无可奈何的同修们。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 台长师父。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一百八十一 方法谈 一、 自我心态上的调整。 首先, 平静接受家人不信佛的现实, 不抱怨。 要认识到眼前家人不信佛不念经的情形, 都是由于我。 我们自身涅障深重, 福报不够造成的。 因为, 我们每个人今, 生所处的环境, 遭遇到的人, 都是累劫累世因果业力感召。 来的, 是我们前世所为, 才有这样的果, 怨不得别人一份。 其次, 牢记校尉做人之本, 不放弃。 不可一遇到父母的做法让自己不称义, 就生出放弃。 责怪的念头和做法。 要记住, 父母恩重如山, 若是觉得父。 母对子女不够爱, 也都是前世的因, 今生为人子女者。 五。 论如何都要孝顺父母长辈的。 台长2012年5月25号选。 一问答节目中开示, 不管前世是什么关系, 今生是我们。 的父母, 子女就应该孝顺。 弟子归中也有云, 亲爱我。 孝河南, 亲增我, 孝芳贤。 意思是说, 父母爱我, 我孝敬。 父母, 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如果父母不爱我, 我又能孝敬。 父母, 这才是真正的孝。 为人子女者的孝, 不是供给父母物质享受就够了, 佛。 门中的智孝, 是助父母学佛念经修行脱离六道轮回。 何况, 学佛人更当牢记世尊所言, 我们即便左肩单父右肩单母。 即便盐皮至谷, 穿谷至水, 绕须弥山, 经百千节, 血流。 绝怀, 又不能报父母身恩呢。 第三, 持久的耐心, 循序渐进, 不着急。 要有耐心, 能够循序渐进。 循循善诱, 引导家人从信。 因果信佛法开始, 道愿意念诵短小的经文, 等到这些短小。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八十二, 的经文念顺畅了, 在引导他们念长点的经文, 一直到他们, 自己能够全部念会小房子上的四种经文等等。 同时我们美, 天都要坚持为不信佛部念经的家人念诵心经至少七遍, 求。 菩萨保佑他们开智慧, 这些都是烧水的过程, 只有等到家。 人的佛缘真正成熟了, 水才会真正烧开。 不必着急, 更不, 要拔苗助长。 印象中, 每次我给母亲念上七遍心经以后, 发现母亲都会有良好变化, 心经开智慧的力量真是很强大。 设了佛台以后, 每次在佛台前祈求观世因菩萨加持我的父。 母能够进一步开智慧, 精进念经, 也常常得以很快如愿。 第四, 找到适合的方法, 对症下药, 不松懈。 在度家人信佛念经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的福报根基不。 同, 还有现实因素的限制, 采用的方法也会有点区别。 句。 我了解, 有的同修仅仅帮父母念一个月的心, 经就成功度了她们, 也有的每天念四十九遍准提神咒求菩萨保佑能够顺利。 度母亲, 同时从网上找现身说法的实力, 给母亲看后, 就坚信不移, 精进念经并去度人了的, 有的是念心经的同时。 使用劝导声闻, 发愿等来求不信佛不念经的家人能够开智。 会, 更棒的是有因缘具足的同修把父母骗到香港或马, 来西亚等台长法会现场, 得到台长和众多护持法会的佛谱。 萨德加持立刻就信佛念经了的等等。 而我主要是为父母念。 心经, 礼佛大忏悔文, 小房子加上放声来度她们的。 移念经的法子。 心经, 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父亲或母亲某。 某某开智慧, 早日信佛念经。 往生咒, 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超度因我的父亲或母。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183 亲某某某而死的活物, 考虑到被父母所杀的那些小灵性也。 会阻挠父母学佛, 所以要把他们给超度掉, 但是, 我念了。 一段时间后就停了, 没有做每日固定功课。 礼佛大忏悔文, 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消除导致。 我的父亲或母亲某某某不信佛不念经的孽障。 小房子, 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所念诵的经文。 能够送给我的父亲或母亲某某某的药经者, 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他们早日学佛修心, 一般七章一波的念。 放生, 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 消除导致我的父。 亲或母亲某某某不信佛不念经的孽障, 早开智慧, 信佛念。 经。 这样祈求的原理, 主要来自台长师父白化佛法中。 开示, 师父说, 只有孽障消除了, 心才清净, 智能才开, 才有物的可能性。 善事和功德的区别, 去年十二月份。 在问答节目里, 也就此法特地请教了台长, 台长说这个方。 法是对的。 只是师父慈悲, 没有强调我们这样度家人是怕, 增加我们的负担。 是的, 现代人大都急于求现实利益, 急于求身体好, 工作好等人天福报, 一时看不到现实利益, 就会失去信心。 但是, 孽障不消的话, 一味地求得道, 是。 否有几分像是透支自己的福报呢? 一旦福报想尽, 功德做, 的又少, 孽障又会现钱, 诸事不顺。 倒不如先消孽障, 先。 还债, 这样以后正来的都会无阻碍地被自身所得, 也不用。 担心一时没做功德, 便会有债主前来相逼的窘迫。 何况, 我们度家人, 帮助他们消除不信佛不念经不信因果的虐障。 看似辛苦一时, 实则从长远观点来看无论对我们自身还是,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锦, 二, 一百八十四, 对于家人, 都是莫大的收益。 所以, 在父母自己不念经的, 时候, 我为他们放生, 很少为他们的身体好等等来求, 大, 多求他们自己肯开智慧念经, 自己能构渡自己。 现在我的, 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选择家人中最容易被渡的一位, 集中突破, 建立联盟。 如果不信佛不念经的家人较多, 可以先选择比较容易。 被渡的那一位, 作为重点。 比如在度父母的时候, 我放生。 祈求的重点是母亲。 因为他比我父亲年轻很多, 接受心事。 物比较快。 母亲每日做功课并念小房子的时候, 果然与我。 建立联盟, 帮我一起度老爸, 还能替我教他念经, 真是。 法喜充满。 二, 让父母从根子上改变的法子。 给父母创造机会和条件让他们能够看到有关因果报。 硬的, 不能杀生的视频, 书籍等, 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 让父母从根本上信因果, 不造杀业, 是他们能够信佛念经的基础。 我知道父母不信佛不信因果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几乎, 从未想过因果报应这档子事, 也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书, 不。 曾想过看这方面的影视, 虽然台长的书很精彩, 图腾世界。 一命二运三风水也都是说因果的, 但是因为他们孽障, 很重, 当时只有母亲愿意读一点, 还是半信半疑。 父亲呀, 根就读不进去。 我只好寻找最能切合他们当下生活实际, 能够帮助解决他们所烦恼的亲戚关系, 人际关系方面的书。 找到相关善书后, 通常我会先读, 真正好的适合他们的内。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一百八十五 容我就会讲给父母听, 或者节缘实体书寄给他们。 感恩大。 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让我的父亲能够在古西之年读到这么。 好的书, 能够明白很多人世间的真正道理, 放得下曾经受。 过得苦。 因为, 想开放下就是福。 三请来外在的加持。 坚定相信观世音菩萨, 相信台长的加持力。 为父母请, 来观世音菩萨的宝像, 使得父母有缘叩拜菩萨, 增长福报。 给父母送去笔记本电脑及散步机, 使得父母能看到台长的。 形象, 听到台长的声音, 得到台长无形的加持。 台长声音的加持力无与伦比, 可惜我不在父母身边。 他们年纪大了, 不会上网, 也不会用电脑, 周围也没有学。 佛信佛的人。 我便专门买了一台笔记本, 把台长的节目录。 应急法会视频下载到电脑里, 同时还下载了一些佛教方面的视频, 如观世音菩萨传奇, 佛门礼仪等。 去年端, 午节的时候专程送给了父母, 同时还送给他们一张打印下, 来用金色香框框好了的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像。 在把菩萨像请回父母家之前, 我按照台长教授的办法, 先恭请了保佑我父母的观世音菩萨进入到这尊宝像中。 是。 先在电话中告诉母亲我要把菩萨像请给他们, 母亲极为生。 气, 很少有的对我发火了, 说我与他对着干。 我当时心, 理非常难过, 但是我相信, 父母那里供奉上了观世音菩萨。 是为了他们好呢。 为了妈妈不会真的反感, 临行前, 我特的放生求菩萨保佑他不会反对我带回的这尊菩萨像, 还能够喜欢。 旅途中我一直念准提神咒, 求菩萨保佑这件事。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请赶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八十六, 真是求什么灵什么。 记得一回到家, 我把观世音菩萨像从。 包包里请出来, 正在忙活家务的母亲, 一见之下, 居然满。 心欢喜, 很积极地找红布, 水杯, 香炉, 布置佛台等等。 虽然佛台位置狭小, 但恰好容纳下这尊我本来就没有冲喜, 的很大的观世音菩萨宝像。 在家教母亲念大悲咒的那天傍晚, 我赫然发现对面墙, 上有一团金光。 这间房即便是晴朗的白日也没有阳光照射。 进来的, 而观世音菩萨像就在我们的背后, 我立刻知道, 恭请来保佑我父母的观世音菩萨显灵了, 加持我母亲了。 也就是在那一天, 我的妈妈如同一年级刚学会读书的小学。 生, 磕磕巴巴, 生平第一次念完整了一遍大悲咒, 又念了一。 遍大悲咒, 还非常认真的在不认识的字旁, 标注上仅有小学。 五年级文化程度的他自己能够认识的同音字。 我把需要齐, 请的事项及如何齐请的句子还有补缺真言写在一旁, 母亲。 当即学着念诵了, 还包括学念各二十一遍的七佛灭罪真言和网。 生咒 给他拟定每天要做的功课, 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真是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那。 要知道, 之前在电话里, 无论我怎样的劝说, 妈妈都, 是不肯念大悲咒的。 即便有人教他读那些他不认识的字, 也不肯学。 我离开家以后, 母亲又在自己的本子上重新抄。 写了一遍大悲咒, 他说我的字太潦草了, 在抄写的过程中, 还发现我居然少教他念了一句。 喊! 母亲发现了我的错误。 很是得意, 问我认不认错。 岂不知我不但认错, 心里比。 吃了什么糖都要甜蜜呢, 只要他肯念经真是比什么都让。 我高兴。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187 母亲操作电脑不熟, 只学会了开关电脑和视频。 台长 的法会视频。 他反复看了多次。 不禁感叹, 台长真是不容。 意呀, 太辛苦了, 年纪不大, 看着腰都弯了, 救人救得太 劳累了。 现在的人太坏了, 这个台长是上天差派下来就是。 人, 劝人学好的, 就像当年的耶稣到人间来一样, 是待人, 受苦受难的。 然后他还会跟我分享台长视频中说的一些他, 深有体会的道理。 母亲文化程度低, 又没有别的学佛经验。 他只能用他自己几十年熟悉的人和事来比喻台长。 台长的法会视频毕竟数量有限, 电脑中下载的节目录。 因, 一则因为他们不习惯也没有时间总是面对电脑, 一则。 电脑的外放音量还是很小, 父亲的耳朵又早就聋了很多。 平时都要很大声才听得清我们说的话。 所以今年四月中旬, 我又买了一个便携式散步机, 把台长的节目录音下载进去。 送给父母, 这款散步机声音很响亮, 他们做家务的时候都能听得到。 其实, 我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台长声音的家。 迟, 不管听不听, 就这样播放着, 偶尔听到两句也是好事。 这一招也颇为奏效, 因为, 母亲听得很认真, 她还熟悉了。 台长的口头语, 有时候会模仿给我听。 很乐呵。 而且自此, 以后, 母亲虽然不能保证一天一张小房子, 但几乎没有落。 下一天的功课, 父亲则在今年的五月十四号, 为自己身上的 药经者念诵了第一张小房子。 有时候感觉, 父母学佛如果今生没有根基也如同小孩。 学走路, 这里我指的主要是帮助他们学佛念经方面。 不要! 以为父母开始念经了, 就不再给他们念了。 正如小孩刚学。 会走路, 要他能够走得稳走得好, 还是要多扶持一段时间。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八十八, 的, 不可以轻易放手。 记得母亲刚学会念心经的时候, 她也答应每天念七遍。 心经给自己, 还愿意帮我父亲念。 我以为万事大吉, 就不。 再为他们念心经了。 没想到, 一周后, 打电话过去, 发现, 母亲又固态赴盟, 不但没有坚持念心经, 又沉沦在无休无。 只得家务所适和怨天尤人终去了。 我很懊悔自己的粗心语。 松谢。 从子以后, 再也没有落下每日为父母念心经这个功。 可, 四多座功德, 加强自身的能量。 念经, 放生, 许愿, 按照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自己的, 功德多了, 正的能量增强, 福报自然也会变大, 亲人们也会受影响, 也会增加福报的, 气场强大了, 度人也就更有力量了, 这个等于武术上练内功的道理。 正人先正己。 自, 己修好了, 各方面都好了, 做学佛人的正面例子, 自身的。 言行本身就很有说服力, 台长师父就说过, 能够度人的人, 本身就是福报大有功德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埋怨别人, 一时度不了家人, 完全是我们自身的福德还不够。 记得自己当初, 听说母亲心脏病犯了, 肺不好了, 就。 给他身上的药经者许诺念至少21张小房子, 听说老爸头晕。 的厉害, 高血压高血之毛病又犯了, 很严重, 吃药无效。 又给他身上的药经者许49张小房子, 这个时候还要给自己。 身上的药经者念, 还要做几个人的功课, 那个辛苦真是无。 法说, 每天匆匆忙忙, 周末时后, 不吃不喝, 一口气念上。 五六个小时的经文都是常有的事。 但是我这边辛苦的未复。 母念经, 他们的贪甜吃丝毫不减, 而且似乎病症都没有时。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189 腰减轻, 后来才明白, 主要是因为自己一味念经, 不知做。 别的功德, 功力不足, 功德不够的原因。 起初因为胖子小, 一个人去放生都不敢, 鼓起勇气亲手放生已经是修学心灵。 法门大半年之后的事情了, 有一段时间放生成瘾, 达到一。 周两次, 这都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在救我和我的家人。 那, 至于印书, 度人, 也都主动去做, 通常我也会祈求大。 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我把这方面的功德用来保佑我的父母, 能够开智慧自度度人。 我寄回家的蒋因果的书籍成了他时常翻阅的暗头书。 他会琢磨自己这五十多年的经历, 思考他从小一起长大的, 或者熟悉的长辈的命运。 有的根据因果书上所说, 他还对。 不上号, 会问我怎么会不这样呢? 母亲的问题也促使我去。 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用他所能理解的语言告诉他原因。 比 如, 2月4号台长悬艺综述节目里看图腾的时候, 一语 指出一位女听众生意亏损了一百多万的主要原因是嘴巴不。 好, 喜欢说人是非, 说别人不好就把别人身上不好的气场, 引到了自己身上, 实际上是给自己带来倒霉。 我把这个结, 木内容及台长开示告知母亲, 母亲深表赞同, 然后一一列举了她以前曾经看不起, 还说她们不好的人, 现在人家各, 各都越来越如意, 她自己反而很多很多的不如意不顺利。 亲身教训家台长的开示, 给母亲印象很深, 所以, 有时, 后我们聊起别的人和事, 她就主动要求不要说了, 不要, 说了。 当然, 人的习气改起来总是比较慢。 所以, 一旦母亲就习重现, 我也会劝告她。 2012年5月19号悬疑综述。 节目里, 台长看到一个43年数码的女童修身体不好, 现在,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 190。 如果死掉的话, 会头畜生, 嘴巴很大, 像个河马, 原因就。 是她以前的嘴巴不好, 看不惯的就要讲。 这个例子转述给。 母亲听时, 她很震撼。 母亲念的第一个经文是姐姐咒, 这个咒朗朗上口。 她学起来很快, 因为对她来说, 我外公外婆与她之间的关。 戏能够融洽, 是莫大的幸福了。 母亲开始念姐姐咒的时候, 我担心她念出来的经文效果不好, 所以会帮她做功课里的。 大悲咒。 念了解节咒以后, 母亲说, 奇怪了, 你老怎么看? 见我对我笑了。 她们母女很有意思, 路上相遇总有一方会。 装作看不见另一方。 若是实在有事需要商量, 通常两句话。 没说完, 就有一方要起急, 恼火。 母亲始终不认为她自己。 有错, 谁劝都没有用。 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是缠绕母亲心头最大的冤结, 几十年了, 都放不下。 但是现在母亲好多了, 最近有一天。 她说, 奇怪, 我怎么晚上梦见你老, 你老爷对我笑, 我心。 李很舒畅。 从来没有过这事。 是呀, 记忆中, 母亲几乎长。 常会从愤怒惊叫中挣扎着醒来。 她的梦也常常是与这些亲。 妻之间的纠纷。 现在, 母亲居然很自信地说, 她要好好念。 经, 嘴巴里一有空就念姐节奏, 把不好的关系都念好转过。 来。 姐节奏也是母亲最先会背诵的一个经文。 母亲越来越积极乐观, 神清气爽, 现在她每天晚上还 会出去锻炼身体, 人人见了都说她变化很大, 气色好又黏。 清。 以前她嘴唇很干燥, 脸上总是坏烂皮肤, 现在嘴唇红。 润了皮肤光滑了, 不知道的人以为她会保养, 其实母亲一。 只省吃碱用很朴素, 从不用化妆品, 也不喜欢吃一些所谓。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一百九十一 的补品。 母亲不止一次说出了感觉自己真幸福这句。 话来, 真是几十年没有过的事。 台长说, 有佛法就有办法。 我自己度父母的经历也验证了台长这句话。 所以今生的欲。 台长的法门, 是我最大的福气。 当我写下这篇度父母的经验的时候, 父亲第一波二十一章。 小房子早已完成了。 而今, 父亲基本上仍是一天一张小房。 子的速度了。 我的父母也都已经把三遍礼佛 大忏悔文作为。 每日固定功课了。 父亲的优点就是一旦愿意做就会很坚持。 很有规律。 母亲说, 他还没起床的时候, 父亲就已经洗漱。 完毕在书桌前开始念经了, 父母能够学佛念经, 我这个远。 离父母的不孝之女不知道有多么的放心和安心。 而今, 父亲几乎不在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给我打电话诉苦, 说。 母亲种种之不讲道理的地方了。 有时问起父亲, 母亲是否。 还喜欢唠叨沉年就是愿天游人找他吵架了, 电话那头的父。 亲平静的一笑, 很少了。 我劝诫母亲不要再没事找事。 跟父亲生嫌弃了, 他很轻松的说, 我才不跟他生气了。 献。 再也奇怪, 想气也气不起来了。 虽然父母都已经念经了, 但是智慧还是不够开, 不懂。 的放生, 度人, 许愿的重要。 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 我美。 天仍然会坚持为他们二老各念三变心经及一变力。 以佛大忏悔。 闻的, 也依然会为他们二老放生求菩萨保佑加持他们能够消灾严寿开智慧的。 而我接下来的短期目标是要他们能够在家里亲手去放生。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慈大悲, 台长师父大慈大悲, 心灵法门。 灵验无比。 画重症为清吉或乌有, 画刚歌为玉伯, 画府。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九十二 朽未神奇的心灵法门,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也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够学佛修心念经, 愿所有。 为人子女者都能牢记父母养育之恩, 尽人子之道, 不父亲。 恩。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卢君红台长。 感恩我的父母。 感恩同修们。 心灵实证。 2012年6月17日。 二 如何平衡学佛修心与家庭之间的矛盾? 如何多念小房子? 杜家人, 学习心灵法门之后的一些经验分享。 2013年。 12月19日上午1点59分蓝蓝海洋。 我把我修心灵法门一年多来总结出来经验和同修分享。 以下, 帮助有相同经历的同修克服学佛修心过程中的一些 困难和阻碍。 我想许多同修和我一样上有老下有小, 一大。 贪是, 想多念小房子没时间, 想听听台长的录音没时间。 想烧小房子, 家人反对等等。 要做到三个每天坚持, 每天坚持听台长录音看台长书。 即, 每天坚持做功课念小房, 坚持度家人。 这三个坚持很重要。 首先, 听台长的录音看台长的书籍很重要, 能接受正。 能量, 坚定学佛修心的决心和信念。 增长佛学知识理念。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193 多听录音, 也能从别人的问题当中了解和解决自己生活当。 中的许多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咨询发达, 我经常把 台长的录音下载到手机, MP4, MP3, iPad, 单位电脑, You。 盘中, 并购买了蓝牙耳机。 以便一有闲暇就可以听一会。 哪怕一天只听十几二十几分钟, 也是好的。 周末只要在。 家不念经就放台长的录音, 所以这也是度家人以后的好处。 全家共修是非常好的。 其次, 每天坚持做功课念小房子这个就不用说了, 大。 家都知道其重要性。 但关键是如何多念小房子呢? 许多人, 苦恼的是时间不够用的问题。 想要多念经听录音势必要花。 时间, 在家修行的人又俗悟缠身。 花太多的时间又会引起。 家人反感反对。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 因为刚开始修。 的时候一下子要经着很多, 整天忙于念小房子, 家里也不收拾了, 孩子也不太管了。 引起我婆婆的不满。 我本来是想度她的, 结果她反倒教育我, 学佛向善是好的, 但整天钻到里头, 什么都不顾也不好呢。 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学。 佛修心和家庭之间的平衡点。 俗话说得好, 一日之际在于晨, 条件许可, 不影响家。 人情况下, 把早上的时间利用起来, 一般早晨家里比较轻。 静, 念经没人打扰, 效果好。 要是把经文尤其是功课留到。 晚上, 有时候晚上会有事情, 或上了一天班很累, 感觉念。 精诚负担了, 效果也不太好。 所以大家早上一定要尽量早。 起, 早晨五点钟就可以念经了, 但是早起的另一个保障就, 是晚上要早点睡。 这是学佛念经以后的一个很好的收获。 我和女儿都养成了良好的作息习惯。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 194. 大家要注意协调好与家人作息时间之间的的平衡。 晋。 量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念经。 当然我指的是正常情。 况下, 如果有特殊情况或者要经者比较及小房子要的比较。 多, 那也要牺牲一下家庭时间来念经了, 也可以和家人答。 成功时, 在他们看电视或娱乐时间约定一个时段哪怕四十份。 中一小时, 让他们不要打扰, 专门用来念经。 每天一点点, 积少成多。 时间长了也会出成果的。 还要善于给自己创造。 时间念经。 把家务时间放到一天中家里人比较多, 比较草。 杂的时候来做。 如果家人外出, 自己单独在家, 那就赶紧。 放下手头的事赶快念经。 我老公在周线上班, 我老公在周线上班, 每个月回来。 几天, 那几天我就不接孩子了, 老公去接孩子。 我下了班。 直接回家, 简单吃点饭, 然后就开始念小房子了, 等他俩。 从婆婆家回来, 我差不多一张小房子就念完了, 这个大家。 也要根据实际情况, 因为我平时都是在婆婆家吃饭, 几天。 不去也没什么, 如果是平时都不去, 一家人一起去的时间。 你不去, 家人会有意见, 就不太好了。 有时候老公接孩子, 直接回家, 我就只负责做饭, 吃完饭以后陪孩子的事情就 交给老公。 所以度家人是很重要的。 家人支持你才能有时。 兼念经 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闲时间 念小房子听录音。 正 如朱自清匆匆里提到的, 吃饭的时候, 日子从饭碗里, 过去, 默默时, 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 上下班路上, 等。 车时间, 工作空余时间, 中午休息时间等等 只要有空余的。 时机分钟 二十分钟 我就会赶快念 一会小房子 或者厅会台长 的录音。 时间是海绵里的水, 只要你挤, 总是有的。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一百九十五。 第三, 就是要坚持度家人。 这点也很重要, 家里人一。 启和你学佛修心, 对自己学佛修心是很大的助力。 我度的。 第一个人是我的女儿, 我开始念经没多久, 女儿也就开始。 跟我念经了, 五岁多吧。 好像很自然的就开始跟我学念经了。 我也非常感谢菩萨让这么具有佛性的孩子降生到我家。 我 觉得孩子越小就越容易度, 小一点的孩子对父母天然有益。 种崇拜性和模仿性。 所以别怕孩子小不会念, 有时候孩子的潜力让你惊讶。 但是叫小孩子念经要切记耐心, 耐心家。 耐心, 千万不能急躁, 因为经文确实不太好念。 为了保护, 孩子长久学佛念经的兴趣。 一, 功课时间不能太长, 以免成为孩子的负担, 让他对。 念经失去兴趣, 就会不认真念或者干脆不念了。 那就得不, 常识了。 当然也有的孩子不会绝世负担, 念经很精进, 大。 人也可以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确定。 二, 孩子也要修心, 孩子在家时常常放一放台长的录音。 最好放问答节目, 白话佛法, 和路湘, 孩子玩的时候也。 不要强迫孩子停下来, 专心听, 听进去多少算多少, 有一。 四女儿在给姥姥打电话时我听她还说台长说了之类的话。 有时候还会在家里告诫她爸爸台长说不能这样, 你这样不。 对。 每天的白话佛法学习时间都是女儿睡觉前讲完故事后。 我念一段白话佛法, 我们一起学习。 度家人也用妙法, 巧度。 我在家里度到的第二个人是 我的老公。 说实话度他度的很辛苦。 我老公从反感我念经, 到不反对, 到半信半疑, 到督促女儿念经, 到开始自己念。 经。 经历了一年多时间。 我采用的是润物系无声的方式。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九十六。 一点点让他相信。 想度自己家人自己就要修得好, 一定要。 好好修心, 改变自己。 又回到前面的问题, 为什么要每天, 坚持看书听录音, 就是再修心呢。 我学佛念经以后脾气性。 隔斗有很大的改变, 有什么事和老公都不吵架不生气, 在。 家也不计较谁活干得多, 谁活干得少。 他不干活我也不说。 我就自己去干, 也从不抱怨自己多干活了。 以前因为家务事我对孩子的爷爷意见很大, 和小姑子, 关系也很差。 学佛以后我再也不在老公面前说他爸的不识。 该去看老人的时候也主动去了, 有段时间我直接是不去的。 主动修复和小姑子之间的关系多念小房子还债, 用事实。 说明一切。 我女儿从小就体弱多病, 而且是一生病就必须打针。 平均一两个月就要上趟医院。 我开始念经以后一次医院也 没去过, 这一年多也就感冒二月三日次, 吃点药也就好了。 嗨! 有一次家里有药精者, 店一会有, 一会没有, 别人家都好。 好的, 老公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毛病, 我就说, 家里有药精。 这, 我求求菩萨, 明天给药精者烧四张小房子。 求完菩萨, 墨一会家里的店就正常了。 经过一段时间老公已经有点相信了, 我会在老公面前。 提一提同修学佛念经以后的灵验事, 都是他知道或认识的。 人, 谁家的孩子念经以后若是好转了, 谁家的孩子考大学, 滑荡以后被一所好学校录取了等等。 不夸大, 也不常偏大。 论, 他有时候提到和同事最近不太合或者工作不太顺之类。 的事, 我就会说我帮你念一段时间节节奏, 或者说我帮你, 烧几张小房子, 然后会问他有没有改善或好转。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一百九十七, 师傅的魅力是很大, 我度到我老公很大原因是我经常 在家放台长的录音, 刚开始我放的时候他有一些反感, 后, 来我就注意方式方法, 放一些问答节目, 白话佛法, 有时, 后自己听录音时听到感觉他有兴趣的录音, 录音时, 记下时间。 等他在家时再放一遍, 播放时间也控制不要太长, 放三十份, 钟左右就关掉了。 有一天老公回家后, 我正准备关, 他说, 别关呗。 我也听一听, 现在只要老公在家, 吃饭的时间是, 我们家固定听台长的录音时间, 一家三口常常被师傅的疯, 去幽默斗的哈哈大笑。 当然这种方法适合我老公这种以前, 根本不相信, 还有些固执的人, 有的人就不适合了, 有些, 人比较迷信, 那你就下猛药, 讲些灵异事例, 在家放放看, 图腾的节目, 录音之类, 杜家人要用对方法, 要了解家人, 是什么特点的人, 才能妙法巧度。 还有就是要坚持给家人念心经, 我坚持给老公念心经。 一年多了, 他念经中间出现过一次反复, 二月份的时候他本, 来开始念了, 可是念了几天就找借口又不念了, 我就继续, 给他念心经, 最近他又开始念了, 我还是不敢松懈, 准备, 继续给他念下去。 我现在杜的人是我的婆婆, 还没有成功, 本来以为杜, 我婆婆会很快, 可没想到杜到现在也没成功, 我今年还带。 他去了香港法会, 这也是进步, 起码说明他相信了。 我坚, 迟每天给他念心经, 坚持待他放生, 我相信水滴石穿。 坚, 持下去一定会成功的。 所以度人是会有一定的反复性的。 跪在坚持。 学佛修心坚持很重要。 坚持就是胜利。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一百九十八, 请大家爱护我们的法门, 爱护台长, 持正信正念, 学。 佛修心药如履薄冰, 谨言慎行。 祝大家学佛精进, 福慧双修。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一百九十九。 三, 如何做到夫妻共修。 在婚姻中, 最坚韧的纽带不是金钱, 不是情爱。 也不是孩子, 而是夫妻心灵的和谐, 灵魂上的相互福。 祝, 共同成长。 美满的婚姻不仅是找到那个相知相爱, 的人, 而是在家庭生活中找回自己的本性和法喜。 在本章节中, 台长开示了家庭中夫妻共修的重要性, 以即怎样用真心忏悔和改正自己, 理解和包容爱人, 度, 化有缘的爱人, 以夫妻共修的方式来提升自信觉悟。 以卑至双运的人生回馈社会和他人, 实现生命的价值。 一, 精彩开示摘录。 一, 把握夫妻关系的最好方法就是夫妻共修, 台长开示佛。 有玄学问题, 六, 问五十九, 有年轻同修学佛很精进, 但是由于只有一人学。 佛, 导致夫妻关系越来越冷淡, 没有共同话题。 请问师傅, 如何把握学佛与和夫妻之间的关系? 打五十九, 学佛, 把握夫妻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夫妻共修。 当夫妻中有一个还没修的时候, 就是本身学佛缘分不够缘。 满。 因为一个家庭是一个组合, 如果老公天天跟你吵, 就。 是你业障缠身。 当然, 你不能去讲老公是业障, 懂道理就。 好。 要明白, 今天我的家里为什么不能夫妻双修, 为什么?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 他不开悟。 说明我们的境界有区别, 根基不相同, 虽然有。 善缘但一定有很多的恶缘, 恶果, 恶报, 所以在这个时候, 要拼命的念经让他提升境界, 让我们消除恶缘, 才能夫妻。 双修。 在这期间, 你不应该跟他吵架, 而应该寻寻善诱。 要懂得怎样来感化他, 自己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是学。 佛人, 我庄严, 我肃穆, 我不骂人, 我不做下流事情。 老。 公会说, 你真的是变了一个人了, 你现在不骂人了, 我骂。 你, 你也不骂, 我打你, 你也不还手。 你在家里拼命的做。 是, 老公一看, 心灵法门真好, 我也学了。 有的人听台长, 说吵架的时候要念姐姐咒, 老公骂他的时候, 他就开始念。 老公说, 好呢, 你再用咒语咒我, 东西就砸上去了。 你不, 能让他看见, 你要在心里念, 而且不能藐视他。 二, 夫妻双修的重要性, 2013年7月7日悬疑问答。 听众, 我以前看过很多经书, 自己也有很多体会, 心。 灵法门还是我老婆传递给我的, 她当时说一个朋友修得很。 好, 感觉工作很顺利。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感觉不怎么信。 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 深信不疑现在我老婆反而没有发心。 我倒是发心, 我从五月份开始就天天做早课, 我家里有功。 佛, 共菩萨, 相有时也会卷起来, 油灯也会结莲花, 这段。 时间又没有了, 现在很矛盾。 台长, 过去有莲花, 有香打卷, 说明菩萨经常来。 最, 晋为什么不来? 因为家里两个人夫妻双修的, 有一个人只, 要有点懈怠, 很多时候护法神就不让菩萨来了。 夫妻双修, 很重要, 很重要, 如果家里有人导弹, 有人不心静, 有人说怪话。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二百零一, 菩萨是不会来的。 听众, 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夫妻同修呢? 台长, 自己以身作则, 比方说过去跟他两个人吵吵闹。 闹得, 你现在学了台长的心灵法门, 不许吵架, 对他要客。 气, 相敬如宾, 让他感受到你学了心灵法门之后的变化。 有时候言传身教最重要。 三, 怎样度不信佛的爱人? 二千零一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悬疑问答。 听众, 比如说夫妻两个人老公不信, 老婆一直给他赌。 心经, 一直给他念礼佛大忏悔闻。 夫妻双修这是一个很好。 的事情, 可是我想咱们念经念小房子也是有回报, 也是还。 他的东西。 有没有可能他始终不信, 想这湖水始终烧不开。 夫妻感情慢慢就淡下来。 因为有可能夫妻本来就是有冤结。 老婆本来就是要还他的, 念经念多了可能债也就还完了。 还完了如果真的还是不信的话, 这感觉就慢慢淡下来了。 这个债是不是还得快一些? 台长, 淡下来的话并不代表你就要跟他buy a buy呢。 债。 还得快这是真的, 这是一定会的。 但是很多夫妻也是相互尊重, 也没有什么冲突。 我们讲君子之交淡如水, 有时候, 有一个平静的生活也挺好的, 我觉得跟您学心灵法门之后, 改变了特别多, 原来的人生观, 价值观都在变化, 如果对。 方跟不上的话这个差距就有点大了, 差距大要帮助他。 因 为他跟你生活在一起, 举个简单例子, 他在走路你在开车。 你说你不把他甩在后面呢? 是呀。 我就在想这个是好。 相当这个是责任, 因为你跟他生活在一起肯定是有缘。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零二。 分的, 有缘分你能闻到佛法, 我想他也应该可以闻到佛法。 说明他的缘分不道, 对, 但是这个就是你的责任, 因为就。 在你身边嘛, 实际上好听的讲教责任, 不好听讲教业障。 你的业障还没销完。 四。 爱吵架的夫妻少说话多念经, 2012年4月1日旋。 易问答, 听众, 我总觉得我念经的时间不够。 台长, 你问问你自己怎么挤出来就可以了, 时间向海。 免, 你不挤他出不来的。 少说话。 人家夫妻两个过去老吵。 驾, 现在夫妻两个都念经, 到一起两个人嘴巴都在动, 不。 讲话的。 两个人都在念经, 吵架时间都没了, 我现在就绝。 的回家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那就对了。 菩萨本来就叫你。 门嘴巴好好念经, 修行, 增加自己的功德, 增加自己的能。 力。 你想想看, 吵架不就是讲话讲出来的吗? 吵架不就是讲话。 带前夫烧小房子的问题, 2012年10月28日悬疑。 问答, 听众, 孩子爸爸让我度了, 也在学佛念经了。 我不想, 要他的小房子, 他说是给我烧, 可我不想要他的小房子。 但是我又怕这么说断了他的慧根, 他就不学了。 那我现在, 是他的小房子拿过来, 我给他烧, 还是写他的名字, 这样。 会不会我也还是给他备一些页呢? 台长, 备一些页是肯定的, 他只要现在跟你还有联系。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203, 说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运还没有完全断掉, 但是恶缘比较。 重, 所以好不了, 明白。 那我不想要他的小房子, 也不想。 帮他烧了, 那你不能这么做, 人家要给你的话, 你就帮。 他烧掉就好了, 就备一点点叶呢, 不多的。 六, 夫妻双修红法改变晚年命运, 2011年12月4日选。 一问答, 听众, 师父,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爱人现在一直红。 扬您这个法门, 他现在比较忙, 老帮助别人, 所以没有时。 兼念小房子, 我能不能帮助他念。 台长, 你可以帮助他念, 但是他功课必须要做, 功课。 他做, 他每天早上做功课, 做完功课以后家里电话就不断。 所以小房子他很少有时间念, 你帮他念吧。 我告诉你, 你, 满一对老夫妻两个人以后晚年非常非常好, 你没叫我感应。 台长就给你感应, 我告诉你, 你跟你老伴两个人晚年非常, 非常好, 我指的是身体。 否则像你现在这种身体, 你的技。 毅力健忘, 你很容易的老年痴呆的, 就是因为你老伴在步。 断的红法, 而且你自己在念经, 对, 他就是度人弘扬您这。 法门, 我在家念经, 帮助他念小房, 非常好, 否则的话就, 是你老伴在家照顾一个失忆症的人了。 七, 精彩灵验对话, 丈夫身有灵性打老婆, 学佛后日益和睦。 在先前的节目中, 童修打电话讲过一位文质彬彬的学, 校主任在家控制不住自己总要打老婆的情况, 令旁人摆塞。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零四。 不得其解, 夫妇俩更是苦不堪言。 在妻子休息心灵法门后, 夫妇竟前所未有地可以正常沟通了。 丈夫不仅不再动手, 还答应童妻子一起参加香港法会, 令人欢喜赞叹。 在2013年12月13日节目中同修再次反馈, 在香港法会上, 这位学校主任在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下有了明显的改。 善, 已开始念经自渡了。 从对生活绝望阴霾, 沉迷于赌博, 无法自控打老婆的苦海中寻到了观世音菩萨的法传, 从而, 认识到自身有灵性, 信佛念经重获幸福。 这一切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的愿力, 也是夫妇二人学佛修心的上果。 在2014年1月09日的悬议宗述节目中, 台长看, 出一位男童修修得很精进, 已经有菩萨保佑了。 听众反馈, 这位男童修就是以前在节目中问过的爱打老婆的校主任。 他妻子修心灵法门四个月, 就结束了八年的夫妻战争, 如 金男童修自己念经念小房子, 不吃肉, 并且戒除彻夜不归 的读隐 真的是观世音菩萨法力无边, 心灵法门效力无限。 节目一 听众, 师父, 我跟您分享一个事情, 之前我给您打过。 电话, 有个学校的主任老打他老婆, 他老婆是我们童修。 现在比之前好多了, 也正常回家了。 童修说明年带他去诗。 赴香港的法会, 他说你让我去我就去。 这些之前是根本谈。 不拢的问题, 联想都不可能, 现在两个人能正常沟通问题。 了。 原来是不敢沟通, 一沟通就动手, 现在不敢动手了。 特别好。 节目二 听众, 师父, 跟您分享一个事, 我有一次打电话说打。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205 老婆的那个学校系主任, 六月份去参加过法会, 昨天自己念经了。 太高兴了, 昨天童修跟我说的, 从开始打老婆道。 现在自己念经了, 太高兴了, 谢谢观世音菩萨加持, 观世。 音菩萨太慈悲了。 是, 菩萨真是太慈悲了, 有一段时间他, 自己真没信心过下去了, 就天天赌博, 他自己都说身上有灵性, 管不住自己, 控制不住自己, 但是现在念经了。 台长, 对了。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自己身上有灵性, 锁。 以很多事情他知道要改了, 过去就等于不知道自己身上有。 毛病, 一会儿这儿痛一会儿那儿痛, 现在知道哪里生病了。 就知道要照顾好, 爱护好这个肝, 肺, 皮, 谢谢师父。 我特别高兴。 节目三 听众, 请台长看一个同修, 79年属羊的, 男的。 台长, 这个人很精进, 他最近修得不错。 哦, 他现在, 还行吧。 而且他有菩萨保佑。 这个就是以前我打通电话, 说过的那位打老婆的校主任, 以前夫妻一直打仗, 打了八年, 后来他老婆修了心灵法门四个月, 才念了四个月的经。 变化就特别大, 也不打架了, 他现在自己念经念小房子, 也不吃肉了, 挺精进的。 那当然了, 观世音菩萨法力无边。 原来成天赌博, 好多天都不回家的, 现在很少了, 让他, 要继续努力。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206, 二, 白化佛法精选, 一, 当一个人的境界高的时候, 是不会有障碍的。 比如, 夫妻一个人念经, 一个人不念经, 念经的人境界就高, 善做, 好事, 做功德, 而这个不念经的人就会制造许多障碍来阻, 指他人做善事, 做功德。 当菩萨的境界到了这个正修的境, 界时, 就可以直接破除障碍进入正修的境界。 障碍是怎样? 破除的呢? 如果你站在一幢小房子上面, 前面的房子比你高你就看不见前面的任何东西了, 这个就, 叫障碍, 看不见就是障碍。 当你爬上一座很高的山顶上的时候, 你的前面没有障碍了, 就是说你的境界升到很高的, 位置的时候, 你的前面全部都是平坦的, 所有的障碍都没, 有了。 如果什么都放下了,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你的境界, 自然就提高了, 障碍也就没有了。 破除障碍, 站得越高障, 爱就越少, 境界就越高, 人生活的障碍就会越来越少, 十。 腰都想开了, 看穿了, 哦, 人原来这么渺小。 你们从飞机, 上看地面上的房子, 汽车等像不像蟑螂, 蚂蚁呢, 房子像, 不像火柴盒子, 人多么的渺小啊, 因为你在高空才能看到, 人有多么的渺小, 如果自己在家里还以为自己的家很大, 很了不起, 可是从高空看就像一个火柴盒一样大小, 有时, 腰了不起的。 要这样想, 这样看, 明白了吗? 修菩萨界的智慧。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207 2 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今天上午你来观音堂了, 一个小时的时候再好好的念经, 等你念念念, 过一会儿脑。 子里想到不开心的事情了, 骂人了, 过一会儿又念经了。 好了, 你这三个小时的念经加上半个小时的不开心, 实际, 上你得到的功德只有一个小时。 听得懂吗? 那么这一个小时从量变到质变, 就造成了你今天上午没有功德, 只有善。 是。 如果一发怒, 这就是我们人间经常讲的一句话, 叫火。 烧功德林, 不是没有功德, 而是因为你没有好好修心, 念。 经, 让你的功德毁于一旦。 比如当夫妻在吵架的时候, 因为对方说了一句话, 你。 这样炒会火烧功德林, 你一点功德都没有了, 这样会让对。 方火上加油, 因为他想到了我的功德全部没有了, 我所幸。 就这样。 所以女人讲话, 男人讲话都要适可而止, 不要点。 到人家的痛处。 现在很多人就是喜欢点 连累你的德呢。 所以你们一定要经常保持清醒, 保持脑子干净才能聚起你。 的功德。 念念无间是功, 修身养性是德。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零八。 三, 同修反馈摘选。 一, 心灵法门中要经者需要小房子真实存在。 弟子宁静修行心灵法门已有七个月, 身心, 工作, 生, 活都有显着改善, 诚心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护。 持, 在这里想通过自己家人的亲身经历, 告诉尚在犹豫中。 的师兄们,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是正法, 需要。 小房子的要经者是真实存在的, 在我修行心灵法门的前二。 各月过程中, 一直没有得到丈夫的支持, 丈夫是个很好的。 人, 也很有佛缘, 平日里有诵大悲咒, 浦门品和的藏经。 但是因为从未接触也未听说过心灵法门, 对心灵法门半信。 半疑, 我没说通, 拿出心灵法门的书籍给他, 他也不看。 我们夫妻的感情很好, 很少吵架, 但是因为这件事, 我们 连续吵了两次架, 我知道得不到家人支持是我身上有业障。 吵架也造口业, 不再和他吵, 只是建议他也试着修心灵法。 门, 念小房子销业障, 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业障。 在我们夫妻冷战的几天里, 有一天我梦到炉台长到我, 家里来, 而接待台长的竟然是我丈夫, 我和丈夫说这件事。 说他和台长会很有缘分, 他仍不相信, 几天后的有一天早。 上他和我说, 说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说梦到了菩萨河。 他说, 心灵法门是正法。 他有些犹豫了, 因为他信佛, 信。 菩萨, 就开始慢慢了解台长的书籍, 不再抵触我, 但他自。 己还不是正信, 不送小房子。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209 而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丈夫和心灵法门的缘分真的到来。 了, 有一天他做了个梦, 梦到荒山野岭处有人压在他的胸。 上床不过气来, 突然惊醒, 第二天就病了, 咳嗽得厉害。 特别是到了晚上, 咳嗽的胸口像要炸开, 连续五六天不见。 好, 晚上的囚菩萨加持才能睡觉。 我和他说, 这是你的药精者在找你要小房子, 他还是。 不送小房子, 最严重的一天晚上, 连续剧烈的咳嗽, 不但。 很晚不能睡觉, 而且喘息都费劲, 求菩萨, 也不见好了。 我急着说, 菩萨能帮的都帮你了, 这是药精者太急, 菩萨。 都帮不了你了, 你快齐请观世音菩萨转告你的药精者, 明。 天就送小房子呢。 实在没办法, 他半信半疑的说, 弟子齐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转告我的药精者, 明天我就送小房子, 让我睡。 各好觉, 不要再让我咳嗽了。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话音。 刚落, 剧烈的咳嗽突然止住了, 不但一夜没再咳嗽一声。 就连连续一周的咳嗽也彻底好了。 从此以后我的丈夫开始, 修行病症信心灵法门, 给他的药精者送小房子, 修心灵法。 门的过程中, 丈夫曾经梦到一个精美的小房间, 干净, 整。 齐, 早间说, 这是小房子好呢, 还梦到了台长和他说, 晚。 间多念大悲咒。 他听台长的, 又加了晚间功课, 大悲咒以。 经每天四十九遍了。 现在我们夫妻同修, 无论身体还是工作生活都非常顺。 历, 家庭美满,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顶礼。 宁静。 2013年6月5日,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2, 二百一十。 2, 卢台长给先生的加持挽救了我们的婚姻。 回想起欧洲法会期间跟台长的近距离接触, 直到今天, 仍有一种腾云驾悟, 如在梦中境界般的感觉。 感谢大慈大。 悲得卢台长舍身望我远渡崇洋, 感谢丹麦阿胡斯和德国法。 兰克福法会的组织者功德无量, 使我们欧洲同修虽具傲大。 利亚万里之遥却有幸得到台长的亲自开示和加持。 我是这次欧洲法会极大的受益者, 本想及时汇报心得。 与同修分享, 但法会几天后即开始了一个来月的海上漂流。 不要说发表心得了, 就连最简单的短评都没能写。 感谢法。 国同修其感恩的撰写人及时在文章, 9月14日发表的文笔。 流畅内容丰盛的好文章。 钟不吝离笔墨重点介绍了我在法兰。 客服小型见面会上的发言, 为使大家更好的了解官式音谱。 萨和卢台长的神奇和恩德, 我再做些详细补充。 9月1日在丹麦阿胡斯机场接机时, 台长一一握手道我。 这儿时, 专注地看了一眼热泪盈眶的我, 说, 你想事情太 多呀, 满脑子都是事情。 一语中的, 再准确不过地说出了。 我当时的状态, 我有个拼命反对我跟随卢台长修行的死丸。 故德国老公, 几个月以来他不仅拒绝对家里不如法的摆设, 过多的各种佛像和古董, 做任何变动, 而且对我施加压。 力, 设置障碍, 千方百计阻拦我修台长法门。 再加轻则对。 我冷嘲热讽挖苦绩效, 重则蛮横斥则大发雷霆, 对外则根。 我的朋友到处讲我参加了危险的邪教, 神经兮兮入了魔。 老公对我修佛的执着丝毫不理解, 甚至在我进行解释, 是。 图说服他时口出恶语, 大造口液, 屡屡使我恶气堵在心窝, 而胸口疼痛。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211 当时我感到除了离婚之外已无路可走, 再提出搬出去。 住时, 我说他只需每月给我400欧元生活费, 而东西我指, 要两样, 佛台和电脑。 发现我在认真地考虑离婚之后, 先, 生开始注意避免说过激话, 但内心深处对我的所作所为仍。 然迪是, 常常忍不住讲风凉话来发泄怨气。 这时的我心中, 充满了矛盾, 若跟老公继续这样过下去, 我修佛修台长法。 门的道路将阻力重重, 有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 而离开他。 我又于心不忍, 老公已经72岁, 在这个世界上除我之外美。 有第二个亲人, 他是根本离不开我的。 我不停地在思考, 怎么办? 带着这许多的困惑和问号我来到丹麦的阿胡思, 见到了台长。 9月3日台长的解答会我有幸抽到了号码, 请台长看家。 里的摆设, 请了过多的菩萨, 摆有过多的古董, 以及我身, 上的灵性。 至今不知我何时和顾鹤园有如此大的福分, 已。 智卢台长看到我身上的西人灵性, 先生的王妇, 后不息字。 挤的能量继续看了我没有提问的先生及我的前世, 德国君。 官。 从长相, 头大大的, 到先生的性格, 会突然发脾气。 甚至会扔盘子, 及他腿部的并变台长都说的准确无误, 令。 人瞠目结舌。 但最最让人惊叹不已的还是台长加持我位在。 现场的丈夫的神奇效果。 9月3日从丹麦回德国的火车上我在想, 先生前天送我。 去火车站时冷言冷语的跟熟人说人家要去朝拜。 而且要朝。 拜两处呢。 现在来车站接朝拜回归的我又该怎样冷嘲。 热讽呢。 没想到我在车站见到了一个满脸笑容和矮可亲的。 丈夫, 像换了个人一样, 给了我一个惊喜。 到家后我换衣。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212。 福时听到他从楼上叫我, 你得给你的菩萨换水呀。 又给。 了我第二个惊喜。 我上去为菩萨换水时发现我不在石水层。 经被先生换过了。 这三个惊喜令我不禁热泪纵流。 原来台, 常通过看先生的图腾加持了顽固不化的他, 使他发生了不。 可思议的变化。 记得台长当时说, 你先生现在已经不反对。 你磕头了吗? 还会越来越好的, 以后他还会烧香呢。 回想。 起这番话, 真切地体会到台长为了帮助我, 挽救我濒临破。 灭的婚姻, 用自己的能量加持了我先生, 开启了他的智慧。 用菩萨的神奇力量扫除了我修行路上的障碍。 欧洲法会至今先生跟我之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和睦。 不光他变了, 不光他变了我也在变。 以前他发无名火后即使承认了错误。 我也会伤心生气上几天, 睁眼闭眼脑子里出现的都是他发。 脾气时的猙瘾面目。 现在我却觉得他真的很可怜, 抬长看。 见他身上的灵性在敲他搞他, 使他不由自主地要发火, 那! 不是他的真面目呢! 一个半月来除去一次小小的意见分歧。 之外, 他没有发过一次脾气。 今后纵使他在发火摔盘子。 我也绝对不会在意那猙瘾面目了, 留在脑海里的肯定只有。 他事后低三下四认错求饶时的可怜样子, 怎么还会伤心生? 气呢! 最可喜的还是先生对我修台长法门态度的变化, 从间。 决反对, 恶语伤人, 大造口液到支持我念经, 创造条件尽。 力帮助我烧小房子, 真是天壤之别。 欧洲法会后不久我们, 开始了一个月的船游, 不巧这期间在北京因泌尿系统感染。 而长期住院的92岁老母亲病情恶化, 突然并发肺炎陷入了。 昏迷, 血压不断下降,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 而我随传在。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213 海上飘, 有时要四五天才到下一个港口, 每个港口只能 停留半天, 想临时购买回国的机票根本没有可能。 唯一可。 行的办法是我在船上放弃一切娱乐为母亲狂念大悲咒, 狂。 念小房子, 求菩萨保佑, 然后到每个港口在岸上烧小房子。 力图使母亲的寿命延长到我旅程结束, 能够回国之后。 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很难想象, 这个方案实施起来会。 是如此不易。 多亏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使我每天都顺利的玩。 成了计划。 先生曾对这他于一年前清齐所有定的我们的地。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远程旅游寄托了很大的期望。 所有的美。 好幻想全由于我狂念小房子而泡了汤。 哥在以前他肯定会。 抱怨我的举动甚至找查尔吵架发脾气, 而这次他不仅宽容。 我从早到晚念小房子, 还每天为我在有两千多游客的船上, 寻找安静的角落, 创造各种条件让我念小房子。 在船上吴。 论走到哪里我总是手握技术器嘴中念念有词嘟嘟囊囊。 五。 论是饭桌上等餐时面对西服阁旅的德国同游的不解, 还是在甲板上晒太阳时遇到欧美其他游客精益注视的目光, 或这是上岸散步, 烧小房子时被好奇的人们跟踪, 议论, 都足以使先生对由于妻子的怪异举动而招来的不解甚至比, 是感到难堪。 然而在这种特困条件下, 先生亦反以前的冷。 朝热讽, 主动替我抵挡了所有友好及不友好的探问, 必要。 时很得体地解释了我的举动。 除此之外, 每次在港口登陆时先生都要帮我观望寻找, 合适地点烧小房子, 以便既不被岸上陌生国家的保安人员。 注视怀疑, 又能在空旷明亮的场地自由无碍地烧尽小房子。 港口的海风往往非常强劲, 点火十分不易, 若不是先生美。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才常开示极紧。 2. 214. 四位我设为党风我是不可能点燃, 烧掉八十多张小房子的。 至于我在船上按照心灵法门求菩萨, 许大院, 烧小房。 子, 使我九十多岁, 病危的母亲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存活制。 今, 现已恢复健康出了院, 便又是心灵法门可输可写可赞。 的另一篇了。 我深知, 是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挽救了我的婚姻。 我, 对观世音菩萨对卢台长的感激之心实在是难以言恕。 感恩,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给了我们如此灵验的好法门, 感恩。 大慈大悲的卢台长舍身忘记救我们于苦难之中。 德国的老妈妈, 感恩。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215 4. 家人阻碍学佛怎么办? 本章节汇集了台长对如何化解学佛中遇到的来自。 家人的阻碍做出的开示, 告诉我们在遇到阻力的情况。 下如何做到忍辱坚持, 随缘修行, 妙法度众, 改变命。 运 一, 一, 精彩节目开示。 一, 妙法通阻碍, 度众自开悟, 2013年3月1日直化。 直说, 听众询问在修行路上如果遇到家人的阻碍, 能否不顾? 阻碍坚持修行, 等待矛盾自行化解。 抬长开示, 如果阻碍, 的力量已经影响到自己的修行就要主动去化解, 不断地用。 妙法来劝导家人, 总结经验不畏挫败, 直到消除家人心中, 的误解和芥蒂。 这样不但拓宽了我们的修行之路, 更增长。 了家人和自己的智慧和境界。 所以菩萨的妙法就是要度众。 度众生就是度自己, 二者相辅相成。 听众, 很多同修在修行过程中, 自己已经渐渐地在开。 哦, 家里人还没有开悟, 追求的一些东西跟这位痛修追求的已经不一样了, 一个可能是追求赚钱啊, 享受啊, 生活。 那, 同修自己是想追求更高境界的东西。 当发生矛盾的时,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一十六。 厚, 家里人可能会有一些看法。 我们是不是不管身边的人, 怎么阻碍, 排除万难, 坚定自己的道心一直修下去。 这种, 东西会慢慢被化解的吧? 台长, 并不是这样有阻碍来的时候, 家里的阻碍, 就会一直追随你, 你难过不难过呢? 如果它已经影响到你, 修心了, 就必须把它赶走。 我不是叫你把家里人赶走, 而, 是把阻碍你的那种力量赶走。 举个例子, 你念经念很常识, 奸了, 爸爸妈妈说你最近怎么不去买股票呢? 股票跌了, 你又损失很多钱, 你也不能天天总念这么多经那你。 应该怎么样? 爸爸妈妈妈你们知道吗? 念经实际上是增加。 福报, 股票赚来的钱是临时的, 就算赚来了也会被孩子讨。 债逃走, 都是留不住的, 而当我念了经之后有了真正的福。 报, 那不单单是股票赚来的钱了, 我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智。 会, 留给孩子更多以后赚钱的一种方法。 你要跟他讲, 讲, 到通了, 你在念经, 他不跟你阻碍了, 不就把阻碍赶走了? 吗? 不能解决问题就是没智慧。 有智慧的人永远讲得来, 没有什么讲不来的事情。 今天解决不了明天, 明天解决不。 冷后天解决, 天天谈, 谈到解决问题。 这次谈得不好, 好。 好总结经验, 下次应该怎么谈, 今天谈崩了说明自己态度。 不好, 明天把态度改好了再谈。 你以为修心这么容易的? 这就是妙法。 妙法就是要度重的。 你现在要自度, 度不了。 别人就说明你自己还没度成功, 自己度成功了才能救别人。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二百一十七。 二、全家业障爆发, 坚持忍辱修行, 2012年12月23日。 悬疑问答, 听众反馈同修的家人平时阻止他学佛, 冬至当日更是。 情绪失控, 矛盾升级, 现在已无法再学佛下去。 台长开市。 这种情况是同修和家人的业障都很深重, 加之家里的气场。 不好, 常受到灵性困扰的结果, 冬至时家人被灵性上身材。 会情绪爆发, 外因是条件, 内因是根据, 同修自己也有谣。 摆不定的问题。 现在一定要吃苦忍辱, 不畏贤祖地坚持修。 行下去才能扭转命运。 听众, 有一位同修现在很痛苦, 因为家里人都反对他。 包括他老公还有他的婆婆阻止他念经, 甚至用威胁不尽的。 语言警告他, 动手做出不好的行为。 这位痛修士准弟子, 一直没有机会出来拜师。 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很痛苦。 因为给他老公念了一年的新经, 效果不理想, 最近他老公, 越发阻止, 冬至那天就大爆发了。 他现在的状况根本没有。 办法念经, 家人也不允许他出门。 想问一下台长, 他是不, 是自身业障深重。 这位痛修佛员也是很深, 他想不通位时。 腰现在会是这样的结果, 请台长给他开示。 台长, 你首先告诉他, 在冬至的时候他们家的祖宗上, 他先生的身了, 实际上他先生他们一家风水非常不好。 他, 我们家里经常受到鬼的困扰, 而且他的先生跟他们家里的人, 业障都很深。 你只要看看他们家里的人身体好不好就知道。 了, 他的先生身体也不好, 家婆身体也不好。 第二, 你叫。 他自己要坚持, 为什么呢? 就是时机不成熟, 当一个人本。 身外环境对他造成很大影响的时候, 他的内环境一定产生。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一十八, 很多的问题。 说明他这个人本身自己也在不断的动摇, 不, 断得再晃悠悠的, 可以念, 不可以念人家说能够坚持, 的人他能吃得起苦, 他能坚持, 不管千难万险, 他一定能坚持, 吃得。 说明这个人根本不能坚持, 他现在碰到家里的情况, 就觉得天塌了, 不得了了, 出事了你想想看, 这个根。 他自己的个性都有关系的, 像他这种情况, 实际上非常非, 长得清楚, 就是说他自己本身的业障也很重, 家里的业障, 更重, 所以他自己一个人想扭转乾坤当然不容易, 所以他, 必须要坚持, 他自己再晃晃悠悠的话, 就只能走命了。 十, 再不行的话, 就讲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我的业障以, 后还, 先让我先生他们开通, 不要阻止我念经。 三, 缘分不属莫许愿, 为愿业障自承担, 2013年2月22, 日悬议问答, 听众反馈同修许愿吃拳诉后遭到全家人强烈反对, 令。 同修很苦恼, 台长开示, 这是缘分未成熟就许愿的后果。 现在只能违愿再回去吃婚, 违愿后不但当初许愿的功德权。 不消除, 还会受到一些惩罚, 要读四十九遍礼佛大忏悔文忏悔。 自己违愿的行为, 祈求菩萨多给自己一些时间, 而且自己, 的业障只能自己承担。 听众, 有一位同修的状况很不好, 之前他许愿吃拳诉。 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老公, 父母都强烈反对, 今年过年的, 时候矛盾爆发, 他老公为此提出离婚。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三岁的孩子, 所以这位痛修很难过, 想维护这个家庭, 但又。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二百一十九。 真的不想再吃婚了, 觉得这样很对不起菩萨。 请抬肠开示。 怎么办? 抬肠, 很简单, 让他先吃婚吃回去, 说明他的缘分美。 成熟。 如果一个人缘分成熟了, 周围环境都会支持他的。 根据这个情况, 他可以跟爸爸妈妈说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我也不吃全素了, 也就是宣布自己不吃全素。 全素了, 可以吃。 一点婚的, 这样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那他之后吃婚算不? 算为愿呢? 当然算。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先许了愿, 许愿。 之后他会得到很多功德, 而这些功德在他为愿之后会全部消除, 还会有一些惩罚。 叫他做好思想准备, 必须念四十九遍。 礼佛大忏悔文和菩萨忏悔。 而且不能乱讲话, 有一个人为, 愿之后说, 请护法神慈悲, 不是我要这么吃回来的, 是。 我妈妈硬要叫我这样的。 结果他妈妈很快就生病了, 连 这话都不能讲的。 比方说是他老公逼的, 如果他跟菩萨 护法神讲是老公逼我这么做的, 说不定他老公撞车兜。 有可能。 四、 做功德前为何家人会阻碍? 2013年2月1日悬疑问。 答。 听众询问为何家人总在自己做功德前会心烦气躁的家。 以阻碍。 台长开市, 家人的自身都有业障, 在我们做功德。 十、 家人往往因需要功德来消除自己的业障而烦躁不安。 因此做功德前可以给阻碍学佛的家人烧些小房子, 或相譜。 萨其求把这次做的功德给某位家人。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市极锦。 二、 二百二十。 听众, 我们有时候去参加法会或者出去拜菩萨烧香。 这段时间不信佛的家人经常会搞点事情出来, 比如找茶炒, 嫁之类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台长, 很简单, 你再帮他销业障, 业障还没销完他当。 然要搞事情了。 你做功德, 他身上有这种不好的业障会态。 平吗? 举个简单例子, 孩子在家肚子饿了, 妈妈说, 我, 出去帮你买东西呀, 你等等, 我马上就回来。 他在家里, 待得住吗? 左跳右跳翻东西吃, 因为他肚子饿嘛, 可以在。 参加法会前或是做功德前给这个家人烧几张小房子吧。 对。 而且要跟他说, 我把参加完法会的功德给某某某。 如果你回来把法会上做的功德真的给他了, 他在家里一定 不跳不闹了。 五、 家人因不开悟而造小口夜, 2012年12月21日悬疑。 问答, 台长开市, 对于一些不开悟的家人在我们吃素食造的。 小口夜, 可以为他们独心经开启智慧, 同时给家人读欺佛。 灭罪真言消除业障。 听众, 同修刚刚开始学心灵法门, 跟菩萨许愿说不吃。 任何活的东西了。 他爸爸妈妈还没有开悟, 不支持他, 因死造了口夜, 这个该怎么平衡呢? 台长, 他们还没开悟, 求菩萨原谅他们, 帮他们念己。 变心经和七佛灭罪真言就可以了。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二百二十一。 二, 白化佛法精选。 一修心的阻碍, 障碍, 来自世俗, 或来自于灵性事。 戒, 皆因职而生, 唯有心境, 方可破除。 什么是职? 就是不全面不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当一个人的认识和理解, 没有涵盖他所面临的问题或解答不了他目前困境的原因时, 他会根据自己的所拥有的认识和理解试图去找寻答案。 这, 样的结果要么是误了明白了, 要么是知, 世俗中, 我们经常会因为种种不公而烦恼。 工作中, 自己多干了, 能力强却不被重视, 勤勤恳恳却一直没有提。 生, 家中, 自己对孩子家人付出的那么多, 他们却不知道。 珍惜, 我就是想学佛修心, 可世间的一切烦恼却总是干扰。 我的清静心, 难道我不能无忧无虑地学佛修心, 世间没有。 净土吗? 在医院里工作, 看到的满目的苦, 医生护士却习, 以为常, 常常因怠慢疏忽导致人间悲剧, 自己就要退缩, 寻求顿士, 等等, 例子举不胜举。 即使周围的同修, 也会。 因为悟的层次不同, 对事情的理解不同, 在待人处事上也, 有不同的方式, 被人误解, 嘲讽, 还是诽谤, 在我们的声, 活中也常常遇到, 这些不公, 无论是自以为的还是真正的, 就是来自世俗的修心的阻碍。 这些想法都扎根在脑子里, 好像挥不去抹不掉, 每天都不停地问自己, 越来越认定字。 己的想法千真万确, 没有别的解释, 从而执着于这些不正。 确的认识, 不能够在认识上提升, 这就成为修心过程中的。 魔。 修心如吕薄冰, 白话讲佛法。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二十二。 二。 学佛之人, 要懂得自责, 要经常生惭愧之心, 要想, 到我很惭愧。 当一个人经常感到自己很惭愧的时候, 他才, 能够进步啊, 他才能够永远地向前进。 当一个人被人诬险的时候, 当一个人被人欺负的时候, 这个人要懂得这是在, 消自己的孽障呢, 要学会把他学会把别人任何对你的不好都看成是, 你修心的增上缘。 一个人要想进步, 就必须学。 学什么呢? 就是学菩萨的境界, 因为当一个人的境界提高了, 他才能, 够看得远, 想得开, 犹如我们站在一个小山坡上, 你的是, 现还会被前面的高楼大厦所阻挡, 只有当你站在更高的山。 风上的时候, 你的眼前才会是一片的光明, 你的眼前才会, 是一片的空白。 你的心情随着你的境界在走, 这才是学佛。 修心之人哪。 兜设六根, 佛法欲重, 白化佛法广播讲座十三。 三。 菩萨说, 不善观因缘。 不要怕因缘, 要去看, 要善。 观。 用积极上进的心看因缘果报, 心态就会好。 为什么仆? 萨又说不要上观因缘呢? 度人时候, 这个人缘分不够, 你。 不看因缘一定要度他, 他会骂你, 阻止你, 佛缘不到的事。 后你去度他, 就会伤到自己, 因为他们的上根福德因缘上。 畏惧足。 如果你把法界的石香告诉他们, 人界称为法界。 石香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像。 比如这个人不信佛, 你告诉。 他自己看见了观世音菩萨, 把法界石香告诉他, 因缘不惧。 足, 他就会胡言乱语。 为什么有的人很会度人, 而有的人, 度不到人, 因为他不会上观因缘。 有些众生, 因为福德上根不足, 所以才会诽谤, 因为。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223 他没有福气, 才会讲佛法不好。 如果有福气的人, 知道佛。 法会很开心, 教法系, 没有懂得佛法的人会很难过, 因为。 他是无知的, 他认为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就不存在。 抛开烦恼寻找佛性。 4 如果你们家里有人不相信, 就拿这张纸, 信佛劝导。 声闻, 填上他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然后放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台边上, 跪着念七遍心经。 时间一长, 你们看看这。 个人会不会信佛, 这个效果比你们平时在家里给他念心。 经要好很多。 这个有一点法力。 但刚开始的时候不要用。 这个。 如果你先生有点相信了, 又不是太相信, 这个时候, 就直接每天念三遍或者七遍心经给他, 祈求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保佑你先生开启智慧, 能够相信观世音菩萨。 但是有些先生呢, 脾气倔强, 嘴巴乱讲, 或者你觉得对你, 的修心有影响了, 这个时候就用这个劝导声闻。 这个不是。 惩罚他, 也不是对他不好, 是用一点法力来让他相信。 这。 各法力实际上就是护法神的力量。 这个声闻不要烧, 每天。 念完后收起来, 再念时再拿出来。 念礼佛大忏悔文, 消自己的孽障。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财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二十四。 三, 同修反馈摘选。 学佛感悟, 用自身的改变来感化家人, 救度众生。 我自小对佛就有恭敬之心, 无论碰到大小寺庙, 都会。 诚心烧香拜佛。 两千零一十三年六月我有幸得到陈同修的指引, 走。 进心灵法门。 看了白化佛法后, 便开始念经, 念小房子。 至今学佛八个月来, 为家人及自己念诵了六百多章小房子。 学佛第五个月发愿终身吃素, 每月放生一次。 学佛念经, 我认定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今生一直在寻找的师父。 学习心灵法门以来, 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赋。 地的变化。 感叹前面的光阴白白浪费了。 白化佛法让我出。 不了解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在张师兄的帮助下, 我成心运。 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修心修行, 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心灵法门的真实不虚。 小房子真灵验。 学佛前我百病缠身, 抑郁、妇科病、乳腺疾病、便秘。 失眠。 经常腰酸腿痛, 家里经常跟丈夫吵架, 跟孩子发皮。 气。 四处求医, 中药吃了一年多, 不见好转。 通过心灵法。 门的学习, 我知道了自己堕胎的业障很重。 刚开始念经时, 梦见我得了乳腺癌。 我诚心求菩萨保佑。 从学佛第二周开。 十, 每天精进做功课念小房子超度至今。 念了第一波小房子超度孩子几祖先后, 我失眠的症状, 有了很大的好转。 腰酸腿痛的症状也慢慢消失。 我多年来, 一直有妇科严正疾病, 病造有时还会隐隐作痛。 针对这个。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二百二十五。 部位念了二十一张小房子后, 奇迹般不痛了, 严正异味也消失。 了。 丈夫不信佛, 阻碍我学佛, 针对这一障碍, 我念了二十一。 张小房子化解夫妻乐缘。 丈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 有反。 对, 离家出走到接受我学佛。 读初二的孩子不信佛, 我便念了二十一张小房子给他身上。 本药经者, 求菩萨保佑他消除涅障, 相信佛法。 孩子奇迹。 班的念心经和菩萨胜毫了。 去年十月左眼失明的老父亲要在广州眼科医院做手术。 我念了二十一张小房子给父亲身上的药经者, 再加上父亲用字。 身的钱放生, 父亲的左眼手术成功顺利。 手术完后的第二。 天, 父亲的左眼就可以看见物体了。 同一病房的六个病友, 都比我爸年轻, 没有一个手术比我爸成功。 学习心灵法门以来, 电视、 报纸、 杂志、 网聊、 逛街、 购物等等慢慢淡出我的生活。 只要一有空就念小房子、 醉。 多时我一天念了九章小房子。 念小房子让我自己的改变由, 量变到质变, 先是身体的日益康复, 然后是自己的抑郁病。 自然而然好了。 人变得更安定了, 浴室更冷静了, 脾气完。 全改变了。 为人处事更有智慧了。 整个人浑身充满了力量。 法喜充满。 放声驱散了身上的黑气, 放出了慈悲善良。 记得第一次念经时, 我很晕。 于是在东方台师兄急张。 师兄的指点下, 我放了第一波五百条语。 此后我念经不晕。 了, 可以很快念小房子了。 接下来每个月尽可能多放声。 过了三个月, 一向对杀生没感觉的我偶然遇见鲨鱼情景。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二十六。 顿时泪眼模糊。 此后每逢遇见小动物都会心生慈悲之心。 也在念经后第五个月发愿终身吃素。 念经放声许愿三个月后, 我的身体不断康复, 开始美。 个月为自己的孩子和丈夫放声。 每次放声求菩萨保佑他们。 消除涅障, 相信佛法。 在去年十二月底孩子生日那天和缘。 但那天连续两次给孩子放声, 配合小房子, 终于在2014年。 一月底孩子开始信佛念经了。 孩子也变得善良慈悲了。 急呆做眼科复明手术的父亲, 也倾尽自己的积蓄。 拿。 出三千元放声做功德。 成功顺利的手术让父亲深信放声的。 好处, 心灵法门的真实不虚。 2014年元旦有缘结识广州心灵法门的下小师兄。 一。 起参加放声活动。 第一次感受到了强大的善能量。 放声回。 来后, 我发觉念经又快又清晰了。 善缘也不断向我靠近。 学佛改变了自己, 也改变了别人。 就这样, 通过好好念经许愿放声, 我变得更慈悲善良。 了, 凡事不斤斤计较, 宽容包容别人, 凡事先想着别人。 更加孝顺父母和公公婆婆了, 也更加为自己及婆家的兄弟。 姐妹着想, 在经济上尽能力帮助他们, 在精神上鼓励他们。 丈夫看到我的改变, 也不反对我学佛了。 我父亲母亲看到, 我更加孝顺了, 也开始念菩萨圣毫了, 我学佛的道路又顺。 唱了。 学佛改变了我家人的看法。 学佛改变了我自己, 也改变了我的学生。 我的职业是 一名教师。 在学佛之前, 整天为名为例去工作, 总是抱着。 不求无果但求无功的态度去面对学生。 作为班主任, 我与 学生的关系很差, 教育教学效果不好。 2013年9月, 是我。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227 学心灵法门第三个月的开始。 在张师兄的指点下, 我调整。 好自己的心态, 教育教学上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默默的为孩子们付出自己的关爱, 自己的慈悲, 自己的善良。 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 利用客余时间找孩子们谈心, 送上老师的关爱。 利用班会课时间给你孩子们上校亲尊师的主题班会课或播。 放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案例, 利用阳光本子叫孩子们找身。 编的人和事的好处, 默默的叫孩子们行善事, 种善田。 叫孩子们每天所做的善事在本子上记录, 在孩子们的八十。 田里种下善的种子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 孩子们变 得更善良了。 2014年春季开学第一天, 孩子们冒着严寒煮。 动位班集体义务大扫除, 许多孩子志愿将一个学期的卫生。 任务承担下来, 很多孩子在家里更加感恩父母了, 改变了。 自己娇生惯养的习气, 孩子们变得更善良, 更有爱心了。 学佛让我的工作更顺利。 学佛让我接上了更多的善缘。 随着自己的学佛改变, 发现越来越多的善缘向我走来。 去年春节前, 回娘家看望。 父母, 我尽我所能改善父母的生活条件, 供养父母, 孝敬。 长辈, 团结兄弟姐妹。 家人看到我的变化, 一天到晚忙都。 不累, 我于是向他们弘法, 教他们念菩萨圣号。 运用心灵。 法门法宝, 在张师兄的带领下, 拯救了因表嫂赌博倾家当。 铲, 面临家破人亡的表哥一家, 同时遇到有缘的人变相他。 门派发佛书。 目前有好几个有缘的朋友 已经在信佛念经了。 学佛让我能够救度有缘众生。 我很幸运。 也很幸福。 在我中年时期闻到佛法, 遇到了菩萨妈妈, 遇到了心灵法门。 我这一切的改变只是刚刚。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二十八 开始, 修行, 我要用自己一生的践行去行菩萨道, 修心。 不断洗涤污浊的心, 修好自己的法传, 去教化更多的孩子。 弃恶从善, 去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因菩萨摩赫萨。 感恩心灵。 法门的师兄们。 感恩一切善良。 心灵法门同修陈丽贞女士何时。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二百二十九。 五, 如何与家人相处。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现实生活中, 人们都, 有说不完的家长里短, 道不尽的烦恼琐事。 而学佛人, 在日常生活中既要面对繁重的家务, 又要拿出时间来。 念经修心, 宵夜还债, 弘法度人, 既要照应一家老小。 远近亲友, 又要在红尘中坚守道心, 看破放下, 既要。 羞耻忍辱, 化解与家人累世的冤结, 又要恪守戒律。 克制在家人面前罪易爆发的无名习气。 言语举止稍有。 不慎, 还可能会引来家人对学佛的质疑, 误解甚至反。 对。 所以, 与家人相处是学佛人修行中至关重要的一。 可, 应该如何平衡修行与照顾家人的关系? 如何再出? 事之心与入事之行间举重若轻。 怎样才能兼顾提高字? 深境界与延续众生会命。 怎样行之有效的帮助家人减? 轻液障。 轻液障消除病痛。 仔细体会台长的佛言佛语, 也许会。 从高深佛法与凡俗事实中领悟出相应的道理。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 230. 1. 精彩节目开示。 1. 如何平衡修行与照顾家人之间的关系? 2013年10月。 25日直话直说。 听众反馈有时因忙于念经而无暇照顾家庭, 造成了家。 人对学佛的反感和误解, 我们应如何平衡学佛与家人间的关系? 台长慈悲开示, 学佛要有正信正念, 将妙法融入日。 常生活中而不是执着地学佛。 学大乘佛法就是要关心他人。 帮助他人, 像菩萨一样慈悲和智慧的帮助有缘之人一起修。 行, 提高自己和众生的境界才是佛的精神。 在家居士既然, 还没有出家, 就有对家庭, 单位和社会的责任在身。 因而, 不管家, 不关心社会, 不看病等做法是不可取的, 更容易。 让人误解佛法, 害人会命。 如果自觉时间不够, 可以通过, 减少自己的娱乐活动时间来学佛念经。 听众, 因为我们现在念经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业障太多, 来不及孩, 所以每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顾着念经, 不太。 关心家人, 这样就造成家人不满, 不但对个人起反感, 连 带对佛教起反感。 这种情况让我们感到非常难过, 现在很。 多师兄也过不来那个坎儿, 希望师父能够开示一下, 我们该如何去平衡自己修行和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台长, 一些人就是执着, 修心不是叫你把家抛了, 如。 果你把家抛了, 那你索性就出家吧。 既然没有出家, 在家。 居士可以多花些时间念经, 但是不能说不管家里, 也不能。 不上班, 有病也不能不看医生, 这是心灵法门很重要的挤。 各关键点, 希望大家要正信正念, 正信正念是什么? 不要。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231, 说我学了佛了, 我境界很高了, 我可以把家都不顾了, 那, 是不可以的。 你想想看, 师父有一个这么大的家庭, 将近六百万的信众都是我的家庭成员, 我能不顾他们吗? 如果, 师父也跟你们一样学佛, 学到最后我自己归自己打坐, B, 关好了, 我为什么要下来帮助大家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们学佛就是要关心别人。 学佛难道不关心别人吗? 如果, 释迦牟尼佛当年不到人间来传遍世界佛法, 我们今天哪会受医呢? 如果观世音菩萨不是可怜众生到人间来, 他怎么能够成佛, 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避音呢? 所有, 这一切都是一个境界问题。 一个人修到后来, 不能帮助别人, 只管自己修, 还要, 让家里人造口业, 你说这样做对不对? 己公活佛到人间来, 不就是为了救人吗? 我们现在学佛不是为了救人吗? 而不, 是不管家里人, 连家里人都不管, 怎能救人呢? 有多少人, 一边在做家务一边在念经, 他们做错了吗? 所以要懂得这, 些关系, 怎样叫执着地修, 怎样叫智慧地修, 怎样用妙法, 来修行, 来修行,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很重要的基点。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些道理, 而不是说我修自己, 我不管别人, 那你就是修成了也是小乘佛法, 大乘佛法要救度众生。 所以希望所有的学佛弟子都能够懂得一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用菩萨的境界在人间修行, 不但要把自己修好, 还要帮助别人, 不但让自己能够学好佛, 还要让别人也修。 好心, 这样才是佛的精神。 师父在这里呼吁所有学心灵法门的人, 我们不能不管。 家里, 不能不管社会, 不能不管自己的单位, 只不过时间。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三十二 如果不够的话, 自己要挤出时间。 少看一点电视, 少看一。 点报纸, 少一点社会活动, 有些社会活动如果觉得不必要, 的话可以暂时不做。 多在家里念经, 但是不能不管家里, 也不能不关心社会, 也不能不关心整个的宇宙人生。 这就, 是懂得用妙法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二, 在家居士应如何看待无牵无挂, 2013年8月16日, 悬疑问答, 听众询问在家人应如何理解无牵无挂。 台长开示, 如, 果一个人因缘分而出家了, 自然可以一心向佛, 放下万元。 而没有出家的居士就有缘分和义务去照顾家人。 观心合照 顾家人并不代表要一直牵挂于心, 抓住不放, 关键要从内。 心看破万物本质, 懂得万法归空的道理, 从而放下对人间的执着。 听众, 师父说一个没有牵挂的人才是真正无私的人。 那么无牵无挂的心态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对什么都无所谓? 对什么都能放下? 我们在家居士修行如果说无牵无挂了? 家里的亲人哪, 长辈哪会不会觉得不孝顺? 因为看上去好, 像不牵挂他们。 台长, 你还挂爱着就不要去断掉, 因为你现在是在人。 尖, 不能把家庭完全抛弃, 你的孩子, 你的家庭就必须顾。 有些人学到后来不顾家庭, 本身就是偏差, 没到这个境界。 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 如果你出家了, 你想照顾家里, 你, 想牵挂都没有机会了, 你当然要一心一意的好好修心学佛。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233, 如果再挂着自己家里就错了, 问题是你没有出家, 你怎么能不爱这个家呢? 那你的境界当然也没上去呢。 道理都是。 一样的。 听众, 做一个没有牵挂的人, 指的是最后走的时候。 真正的心理没有牵挂, 是吗? 抬长, 不对, 理解错误。 我说的没有牵挂, 是让你们, 精神上先要懂得以后什么事情都会没有的, 等到走的时候。 那是真正的放下了, 现在就要学会放下。 否则学什么佛呢? 就是说现在在人间就要把很多事情看得穿。 举个简单例子, 你生小孩出来, 你爱护到什么程度呢? 越来越大, 二十几岁了他要结婚了, 三十几岁要生孩子了。 不跟你住在一起了, 你是不是牵挂少一点了? 你还能像生? 初来时报在身上那样牵挂吗? 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提升的。 过程, 在人间要看穿事物的本质, 要知道生出来就有一天。 会死的, 就不会在人间这么执着了。 听众, 我能不能理解为, 我们精神上要明白本质是要。 放下的, 不能牵挂, 但是我们实际上的行为也不能让人家, 觉得我们不牵挂他们。 抬长, 对了, 实际上的行为只不过是在人间履行职责。 是我妈妈, 是我爸爸, 是我孩子, 我应该对他们关心。 但是关心并不代表一直要牵挂, 并不代表要完全抓在手上。 放不下。 很多爸父母放不下孩子, 到最后放不下也得放下。 因为孩子离你而去了。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 234. 3. 家人做错要指出, 否则自身也造业。 2013年5月19日悬议问答, 同修询问当家人和朋友的做法不对时是否应该指出。 台长明确开示, 如果明知对方做错而不讲, 自己亦是在造。 也, 如果讲过后对方不听就只能随缘。 学佛度人不仅要修, 自己, 也要走出去帮助别人。 听众, 师父经常讲随缘精进, 好比在同事, 朋友或者家人之间, 对方做得不对, 想说但是又怕造口业。 这个度, 我们在修行当中如何掌握, 保证自己不要再造新的口业。 台长, 如果你已经知道他做错了, 你不讲, 你也造业。 就像孩子做错事情, 妈妈爸爸应该不应该讲。 如果不讲, 孩子以后做错抓进监狱里了, 不是你也有责任吗? 你讲了, 之后他不听, 那就叫随缘了。 你不讲你就造业了。 听众, 对, 我觉得也是, 不要在生活中修得好像与世。 隔绝, 光修自己, 把自己修得孤僻。 台长, 台长让你们度人不就是走出去吗? 谁叫你们孤? 屁呐。 二, 白化佛法精选。 一, 修心念佛要随缘未知。 随缘是什么? 就是随着这个 缘分。 很多人说修行了, 我把家抛了, 那你是要出家并不。 是修行。 你在人间的兄弟姐妹, 朋友亲戚, 都要随着你修。 心, 念佛随缘未知, 不能绝对, 因为绝对就是只有一, 美。 有二, 当你想要把问题看得比较圆润, 圆融, 自己想要懂。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二百三十五 的随缘的时候, 就是有多种圆融之路去走, 你才能接触到 真正学佛人圆融后的真相。 也就是说, 我们人间本性是圆。 融的, 我们的本性和我们的物性都是圆融的, 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会找到一个解决人间所有烦恼的方法, 那就是懂的。 了物性, 因为开悟才会让你本性生出。 随缘圆融开悟本性。 二, 学佛就是让人学做世间的圣人, 学做世间的有为之。 人, 学做世间的有修之人。 学到的佛法越多, 得到的上智, 就越多。 上智就是上上的智慧。 所以我们做人要尽以尽分, 尽自己的所能, 尽自己的本分来修心, 修行, 教别人上智。 教别人有用的智慧, 就是充满智慧。 学佛就是要恢复本具之心性。 三, 当逆境来的时候要把它变成顺境。 妻子和你闹意见。 给你脸色看, 你只要随顺缘, 就是顺着他, 他不开心你不。 能顶着他, 要放下自己让他讲, 心中在想, 你能讲多久呢? 你讲半小时, 我听, 你讲一个小时, 我听。 我不会浪费我。 等时间, 你在讲的时候我念经, 不断依靠菩萨给自己加持。 逆境来了我修心念经把它变为顺境。 今天你生气我不气。 气出并来无人替。 随缘顺境逆境看破缘起缘灭。 四, 人是道场, 物是道场, 所有的一切都是道场。 也就。 是说, 人的行为, 思维, 语言, 所有接触的东西你都要吧。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锦, 二, 二百三十六, 他变成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那么你就永远生活在佛性里。 你虽然在世音菩萨, 你虽然在人间, 但你已经生活在佛性里, 你一定修得好心。 的, 也就是说一切都是道场, 实际上就是佛菩萨学佛的环境。 你的生活环境, 你的语言环境, 你的思维环境, 你的, 所有一切周围的环境, 全是菩萨的道场, 你不就是菩萨吗? 那你说你会修得好吗? 修得好的人一定在他的心中有佛谱。 萨的道场 佛心是道场。 三, 同修反馈摘选。 一, 修行修心并行家庭即是道场。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 因为家里穷, 没钱供我上。 学, 而且我是女孩子, 只读了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 十二岁。 就帮助家里分担起了一些家务活, 比如放牛, 做饭, 照顾, 弟弟等等。 二十岁出嫁, 二十一岁就生了孩子, 这个年龄, 正是应该读大学的年龄, 而我却背负上了家庭的重担。 因, 为家里的土地少, 收入根本不够一年的生活开销的, 无奈。 在孩子五岁时, 我们就外出打工, 过上了近乎流浪的艰苦。 生活。 由于日子穷, 心情烦躁, 丈夫也嫌我没文化, 我们。 夫妻俩经常打架, 什么话难听, 什么话狠我就骂什么。 因, 此我也经常遭到丈夫的毒打。 孩子十岁时, 丈夫又一次打我, 揪着我的头发, 打的。 我头晕眼花, 我对生活失去信心, 买了一百片安定片, 看。 冷一眼在生火炉的儿子, 把药片一口气吃下去了。 家里人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杜家人。 二百三十七, 及时发现后我被送到医院急救, 由于抢救及时, 保住了性。 命。 从子丈夫吸取教训再也不敢打我了。 后来投靠黑龙江的一位亲属, 我们搬到现在的居住地, 开启了家具店, 收。 入也多了, 日子渐渐好起来了, 为了不让孩子像我一样美。 有文化, 我尽心尽力地管理儿子六年初中和高中的学习。 儿子终于考上了重点大学。 这时我也轻松了, 朋友也多起。 来, 我学会了喝酒, 能喝一斤白酒, 然后又开始打麻将赌。 伯, 赢家请客, 就这样喝完酒赌博, 赌博完继续喝酒, 过。 这这样自己以为幸福的生活, 其实是大错特错的生活。 2012年1月份, 一次偶然机会在朋友家听说有人在念。 一种叫小房子的而且作用很神奇可以超度亡人和打胎的孩子治愈身上的疾病等等。 我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 我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火急火燎地去找这位会念小房子的人, 就是善缘师兄, 我。 门根本就不认识, 到他家后他介绍了心灵法门, 给我拿了。 一套宝书, 当我看到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像时, 心生欢喜。 还结缘了一些空白小房子, 如获至宝。 到家后我就认真的, 读了入门手册, 学起了经文, 我三年级小学文化, 多亏拼。 阴还会, 当时念一张小房子要五个小时。 当时我丈夫反对我修佛念经, 我念经他就骂我, 摔冬。 吸, 阻止我, 说我是迷信, 要是以前我又会和他吵架打起。 来, 现在我知道是他有要经者, 就给他念了八十四张小房子。 而且在生活中我对他越来越关心照顾, 我还经常念白画佛。 法给他听, 我不认识的自他教我, 慢慢他就对我越来越好。 我想是因为他看到了我性格变得温顺善良了, 学佛人是越, 便越好, 家里的佛台也是他帮助我设立的, 而且有时还上。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三十八, 相拜佛, 他现在非常支持我学佛念经。 我每天认真的看一志二篇白画佛法, 台长师傅在白画佛。 法第一册第一课讲道, 孝亲尊师, 我认识到百善孝未先, 所以我主动把七十多岁的婆婆接到我家进我们的孝心, 更主。 要的是我想让婆婆也学佛念经, 相信因果, 经常让她听台。 长师傅的录音, 婆婆不识字, 我常给婆婆念白画佛法听。 以前婆婆喜欢讲人家不好, 现在不说闲话了, 现在婆婆美。 天没事就念阿弥陀佛圣号。 我嫁到丈夫家, 小姑子家里非常有钱, 千万的家产。 因为我家里穷, 没文化, 一直瞧不起我们, 从不正眼看我。 在她家打工还客扣我们的工资, 一起合伙做生意从来。 都是我家陪她家赚, 我从心里甜恨她, 看见她我就气。 以。 钱想着永远不要见到她。 现在通过学习佛法我知道我们依。 定是前世的冤结, 人家前世事不失多, 今世的福报是有钱。 白画佛法说, 人生最尊贵的事情就是面对别人的虚伪与不。 一。 仍能保持自己对别人的亲切。 现在我改变了原来的想。 法, 不再恨她, 她虽然有钱但身体非常不好, 我反而可怜。 她了, 到我家来看婆婆, 我也和颜悦色的对待她, 让她看。 看佛法的书, 知道一些因果的道理, 劝她放生, 多不失。 不要吝啬。 我们俩现在关系非常好。 自从接触到心灵法门, 我自己的改变非常大, 家里人看到我的变化也都对佛法和 心灵法门产生了兴趣, 也都在看心灵法门的书, 听节目录。 因。 我再也不喝酒不赌博了, 我尽量地介绍心灵法门的书。 挤给这些酒友和麻友, 希望他们都能不断地增上佛缘开智。 会, 早日修习佛法。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二百三十九 今年的正月初八上午在佛堂念经, 念经非常投入心境。 突然觉得自己看到一片竹林, 然后看到穿着白纱的观世音。 菩萨妈妈来到我面前, 我当时好高兴, 马上跪在菩萨妈妈。 面前, 我说菩萨妈妈, 好多童修都被台长师傅带到天上的。 家园了, 我非常羡慕, 我也希望去看看呢。 菩萨妈妈, 菩萨妈妈笑了。 菩萨妈妈手一直出现一朵大莲花, 我站在莲花上跟着菩萨。 妈妈来到天上, 看到很多粉色的莲花金光闪闪, 菩萨妈妈一直在慈悲地笑着说, 你一定要好好修, 消除自己的业障。 慈悲普度众生。 菩萨妈妈强调说, 不消除业障是回不了天。 上家园的, 师兄们一定要精进修心修行, 忏悔业障, 不断地改正。 自己的无名习气, 慈悲众生, 跟着菩萨妈妈回家。 感恩师。 兄们耐心地看完我的分享, 由于我没有文化, 说得很鲜浅。 如果能够带给师兄们一点点的利益, 是我今天分享的最大。 愿望。 慈悦何时? 2. 新生莲花同修感悟 2014年03月20日18点20分。 当菩萨的境界到了这个正修的境界时, 就可以直接破。 除障碍进入正修的境界。 障碍是怎样破除的呢? 如果你站, 在一幢小房子上面, 前面的房子比你高你就看不见前面的。 任何东西了, 这个就叫障碍, 看不见就是障碍。 当你爬上, 一座很高的山顶上的时候, 你的前面没有障碍了。 弟子对此话非常有感触, 从2012年7月接触和休息心。 灵法门以来, 其间由于自己做的不如理如法, 感到障碍重。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 240. 重, 自己内心较为痛苦, 深刻记得有两天清晨醒来观世音。 菩萨给弟子的意念, 一次是一切都好起来的。 一次试台。 常师父给弟子意念只有自己修好, 才能度更多人啊。 这两, 句话如信念一样一直陪伴弟子经历艰难险祖。 弟子从改变自我做起走到今天, 事情发生转机是今年。 春节过后, 以前因为一点小事, 婆婆不理弟子, 而公公在。 弟子的母亲面前指责弟子不是, 而通过此次事件发生后, 弟子可以体会到量变到质变的改观, 一是弟子不再把婆婆。 不理自己的适当回事难过了, 弟子在家里不断找自己没做。 好的地方, 把家务做得更好, 提高对自己的要求, 该借的。 毛病必须借, 例如按时回家, 办公室非要买的东西就不要。 上淘宝等, 公公因气而提来脏衣服, 弟子认真洗出来并教。 给他, 不与他计较, 不往心里去。 二是弟子借上述事件。 向公公承认自己没做好的地方, 并且借此机会承担更多兆。 故孩子的事项, 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 做到尽则尽效。 自, 即利用菩萨给弟子开启的智慧, 想办法独立带好儿子, 不。 徒丈夫在家时可以帮自己。 弟子只对提自己要求, 怨自己。 越改越像个菩萨, 不要求别人能做什么, 因为自己就是榜。 样, 别人能否改变, 就看榜样的力量了。 在这个短暂质变, 期间, 弟子深切体悟道, 要改自己有百分之一百主动权且最容易时。 失, 而改变别人则不是那回事了。 三是随着自身业障的减, 少与境界的提高, 本性能量的加强, 借除毛病变得容易起。 来, 因为心中装的更多是众生而少我, 进来梦到自己在梦。 中餐后自愿去承揽洗碗, 或是主动去帮别人清理狠脏办公, 位置等。 第四部分如何智慧度家人, 如今, 家里的人仍不信佛, 但障碍化解了很多很多。 弟子相信会有机缘成熟, 云开雾散的那天。 弟子按照心灵, 法门修行一年多来, 排除这些障碍完全靠菩萨给予的信念。 自身的毅力, 坚持, 智慧, 精进, 持续反省和改变。 虽然, 弟子修行的路还很长, 但弟子已经有切身经历体验到此佛。 与真实不虚, 望借此机会分享给各位同修, 共勉共进。 感恩观世音菩萨。 三, 学习心灵法门近一年的心得感悟深圳清廉。 以前我一直是个做事恩怨分明的人, 好就是好不好就。 是不好, 眼里柔不得沙子。 以前看过一则谜语, 在娘家清。 支绿叶, 到婆家面兽饥黄, 受尽了风吹雨打, 历尽了浪险。 拨狂, 不提起道也罢了, 一提起眼泪哇哇, 我怎么就觉得。 那么像我呢? 生活中经历过很多事情, 让我觉得不懂得宽。 容看重钱财的婆婆已担当不起妈妈两个字, 我有两三年都 不肯叫她, 不肯叫她, 见面只说话, 甚至听到她的声音我就头痛。 自从学佛之后, 才明白一切都是因果, 错的并不一定。 是我婆婆, 也可能是我的前世伤害了她, 这一生才要有我, 来受报。 而且佛法教我们, 摆善效未先。 一切都是空的。 没有什么可以长久的存在, 包括爱也包括恨。 积压多年的。 痛苦和怨恨, 从来没有一个人有一种力量能够说服我让我放得下, 而在看台长的白化佛法后自己就轻易把心中的怨恨解开了, 放下是智慧是解脱, 向阳光照进了潮湿的房间。 一样内心忽然开朗。 当我感觉到这种轻松的时候真的好开。 心。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四十二。 现在我不但坦然接受了婆婆, 还主动关心她, 帮助她, 让家人都很开心。 婆婆知道我是学佛的转变, 还支持我好。 好学, 并要求我丈夫尊重我学佛吃素。 学佛就是让我们修, 正自己的内心修正自己的行为, 众善奉行, 诸恶莫为, 这。 让我们自己身心就能够和谐, 把自己调养好了, 家庭就和。 谐了, 社会也就和谐了, 国家自然就安定了。 家是国之本。 我们每个人能做的事从自己开始, 从自己的个人修养开始,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从自己孩子身上开始。 那么我们这个, 人生它就有价值了, 它就有目标了。 由来中国都有婆媳难处的痛处, 如果早点学佛就不会。 有这个问题了,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想要什么样的家, 先。 从自己做起, 营造这种和谐的, 和睦的, 乐融融的气氛。 佛法真的具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像一位伟大的雕塑师。 教你用佛法重塑自己, 改变人生。 第五部分百善孝未先 243 第五部分 百善孝未先 1.孝顺的定义和范围 1.精彩开示摘录 1.用一颗真心来行孝道 2013年1月11日悬疑问答 2.听众 听众,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爸,本来要孝敬父母的。 2.钱改为给他们念经,放生,但是就很少给他们寄钱了。 2.这 2.种孝敬方式如法吗? 3.抬肠,要看你爸爸现在还有钱没钱,如果你爸爸狠。 3.有,他们有退休金,但是他们可能贪,甜,吃比较重。 4.就老是觉得很痛苦,得不到的拼命想去追求。 5.好啦,讲兜。不要讲了,你已经给他们下定义了,还要我讲吗? 5.你说好。 5.不好呢。 5.现在钱不够了,拿小房子给他供养,呵呵呵。 5.听众,不是,我是说改成这种方式给他种福田。 5.抬肠,你要记住,种福田要真心种福田,比方说你笑。 6.顺爸爸妈妈,好,爸爸妈妈又缺钱,然后又要给他们种福。 6.田,我就寄钱,又给他们念小房子,那叫真孝顺,又孝又。 7.顺,对不对呢? 7.哎哟,自己不舍得花钱了,把钱攒起来。 7.持守戒律,圆满家庭,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2。 8.244.然后给他们念点小房子,这个发心不对,所以事情就做错。 8.明白了吗? 8.发心,学佛要发心,如果你跟菩萨讲,你的确,钱不多,你说我愿意多念点小房子给我父亲,那是另外。 8.一个概念,明白。 8.执着地毁坏自身健康来帮助他人,也是不孝,2012年。 9.1月15日悬疑问答。 9.听众,献血算不算功德? 9.抬长,这里边就有讲究了。 1.献血是不是好? 9.人就是好,如果用到其他方面,那就不是个好事情了。 9.第2.献血跟人的底蕴有关系,如果这个人血多或者身体狠。 9.好,献点血没有问题。 9.如果这个人身体本身就很不好。 1.献血身体更虚弱了,那你说有没有功德? 9.你自己都不能保。 9.护好自己,你说怎么叫功德? 9.你说献血是好? 9.对。 9.那么你。 9.知道身体是谁给你的。 9.父亲母血对不对? 9.你把人体本身硬。 9.该拥有的东西给人家了,你自己没有了,你是不是不孝顺。 9.父母啊,这有功德吗? 9.没有,就是这道理呢,你要再次。 9.挤好了之后去帮助人家,才有功德。 9.你自己都还没有好。 9.你去帮助人家,说不定帮坏掉了呢。 9.伤害自己的身体就是对父母不孝顺。 2013年7月14日悬疑问答。 9.听众,我觉得心里特别难受。 9.以前真的不懂事。 9.做错。 9.了这么多事。 9.而且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伤害。 9.对,身体。 9.第五部分摆善效未先。 9.245。 9.伤害了,自己也特别难受。 9.抬长,对自己身体的伤害就是对父母亲的不孝顺。 9.为父母亲给你这个身体,你不好好的保护好就是对父母亲的不孝顺。 4.冬至前烧小房子是一种孝心,2011年12月16日悬。 9.一问答。 9.听众,现在冬至之前我念两个四十九遍的心经,因为觉得。 9.冬至来了,好像是一下子有灵性,有散灵那什么的,怪怪。 9.的,我就加强了念心经,这样可不可以。 9.抬长,可以,而且加强念小房子。 9.因为到冬至的时候,每人烧一张,两张呢,都是一种孝心,很重要的,这一张。 9.都是大票子呀,明白了。 9.能否给王人烧小房子而不扫墓,要尊重人之常情。 9.2013年8月16日直话直说。 9.听众,同修的亲人过世之后,他从来不去墓地看,也。 9.不献花等,只在家里给王人念小房子,这样可以吗? 9.抬长,正常的扫扫墓,弄弄干净,有时候白天去一次。 9.代表一个心情,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代表对过世王人的一种。 9.崇敬,其实应该要去一次的。 9.否则的话,人家觉得好像你。 9.学佛怎么学到连木都不扫了,这个不大好。 9.白天可以去。 9.没有关系。 9.听众,因为他可能会心里比较难过,所以。 9.持守戒律,圆满家庭,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246.台长,如果他心里比较难过,不愿意去,家里没有给。 9.他家压,没人指责他,不是这种人间的一些东西太多。 9.我,觉得他不去的话,多念小房子,这个也没有关系。 9.就是说,因为其他人会去的嘛,会替他扫扫墓。 9.如果说别人指责他,觉得他不孝顺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他应该去,因为这个叫。 9.人之常情。 6.不思念王亲是不是不孝。 2.2012年9月14日悬议。 问答。 9.听众,台长,我外婆已经过世,我爸爸已经过世,但。 9.是我现在对外婆和爸爸不是很想念,因为我觉得那已经是。 9.过去的缘分了。 9.我没有那种思念的感觉,是不是不孝啊。 9.抬长,没有视为不孝,这是非常正常,因为过去的旧。 9.是过去的,金刚经里面说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 9.未来不可得。 9.所以,我们不要把过去的东西抱在今天。 9.关于孩子的发心得不到长辈理解的问题。 9.2013年4。 9.月19日悬议问答。 9.听众,如果说一个人命中是要结婚的,他决定不结婚。 9.了。 9.家里人可能暂时不能接受,会觉得他不孝顺或者怎么样。 9.如果他的发心真的是为了以后跟着师父去弘法。 9.去做工。 9.得的话,他这个发心的功德可以抵消家里人觉得他不孝顺。 9.得这个孽障吗? 9.抬长,应该可以的。 9.只不过家里人不能过头,如果过。 9.第五部分。 9.百善孝未先。 9.247。 9.头的话家里人一定会有业障。 9.我举个简单例子,有一对父。 9.母亲对儿子喜欢的不得了, 9.太常看出这个儿子是从天上下。 9.来的,人家这辈子到人间来是在修行的,所以他就出家做。 9.比丘去了。 9.但是爸爸妈妈就拼命的骂, 9.骂了以后爸爸妈妈。 9.两个人生病了。 9.这个比丘就跟寺院请假回家照顾爸爸妈妈。 9.等到他把爸爸妈妈照顾到身体好了, 9.爸爸妈妈彻底明白道。 9.理了。 9.就是让他爸爸妈妈在这一年当中身体不好, 9.才明白。 9.了真正的佛理。 9.最后,他自己回到寺院, 9.他爸爸妈妈在家。 9.理成了非常发心的居士, 9.明白。 2.白化佛法精选。 1. 9.还有很多人以为孝顺就是对父母亲好, 9.给他们买好。 9.吃的东西啊什么的。 9.其实你们知道吗? 9.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9.也是孝顺啊。 9.因为你的骨头是爸爸给的, 9.你的肉是妈妈给的。 9.如果你们损害自己的身体爸爸妈妈会很难过, 9.比你们。 9.自己还要难过。 9.你躺在床上生病的时候, 9.最难过的不是你。 9.而是你的爸爸妈妈。 9.所以说孝顺的同时, 9.也要保护好你们。 9.自己的身体。 9.玄学基础。 2.师父上周给你们讲过, 9.一个出家师父用自己的真心。 9.佛心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 9.信中这样写道, 9.爸爸妈妈为, 9.儿子的出家行为所惭愧, 9.其实儿子找到了一条回天之路。 9.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生。 9.因为儿子眼睛里看出来的世光。 9.持守戒律。 9.圆满家庭。 9.婚姻。 9.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248。 9.而爸爸妈妈你们一辈子勤劳, 9.你们走的这条道是走步。 9.通的,你们永远看不到这个世界的未来, 9.也看不到它的真。 10.面目。 9.所以,你们永远在黑暗的六道中轮回着。 9.而孩子。 9.我已经看到了真正的人间只是一个客栈, 9.只是临时居住的。 9.一个人生小站, 9.在这个小站里面, 9.我要让自己养精蓄锐的。 9.多学知识, 9.多学佛法, 9.让我以后能够攀登更高的人生。 9.不! 9.要为儿子难过, 9.不要怕因为儿子出家被村里人讲, 9.这是高。 9.上的, 9.因为我看到了光明, 9.而你们所有的人都没有看到光。 9.明。 9.这是一个出家人的真实的心态。 9.诸法无常诸行无我。 9.同修反馈摘选。 9.不灭的希望之火最真诚的感受2010年08月31日。 9.再说说我的父母。 9.自去年年初的波折以来, 9.我最担心。 9.的事情就是他们婚姻解体。 9.我是家里独生女, 9.又远在美国。 9.不能在他们身边调节, 9.很怕他们一时打不开心截去离婚。 9.我将炉台长的法门介绍给父母, 9.他们开始天天念功课。 9.有。 9.其实我母亲, 9.非常认真和用功。 9.我内心明白, 9.可以拯救她。 9.每夫妻关系的只有一个东西, 9.那就智慧, 9.是修佛的智慧。 9.修佛就会相信因果。 9.对我父亲而言, 9.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为人善良, 9.帮。 9.住过那么多人却换来仕途上的滑铁炉。 9.他也一直不明白为, 9.什么有坏人能撑死有好人却饿死。 9.对我母亲而言, 9.他无法。 9.第五部分百善孝未先。 9.249.释怀夫妻关系中的不平等, 9.因为他对我父亲付出很多雀媒。 9.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9.如果明白因果, 9.并懂得因果关系是超。 9.脱今生今世的, 9.那么便可以理解灭障, 9.并进而理解很多事。 9.情的发生不能用逻辑考虑, 9.不能降用人间的所谓道理解释。 9.那么就可以去释怀, 9.去原谅, 9.在秦而众善因, 9.甘心受恶果。 9.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 9.只有修心念佛之人才会彻底相。 9.信因果。 9.不然, 9.为人处事多少会带有侥幸心理。 9.所谓侥幸。 9.心就是我做坏事不一定有恶报, 9.做好事不一定有善报。 9.指。 9.有彻底相信因果, 9.知道果报一定会到, 9.不到只是时候未到。 9.那么才会有一颗敬畏心, 9.敬善因, 9.为恶果, 9.才会端正行为。 9.时时刻刻谨慎做人。 9.基于此点, 9.以为人母的我有一个坚定。 9.的信念, 9.那就是让我的孩子结佛缘修上根。 9.我知道只有何。 9.佛结缘, 9.我的孩子才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今生的果报。 9.有。 9.足够的乐观精神去做功德修福报。 9.有足够的智慧去面对人。 9.生种种色相而不苦恼和迷失。 9.我还想说的是, 9.做人常常怕失去, 9.因为不知来处去处。 9.但是修佛便知来处去处, 9.便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生命, 9.即至亲的离去。 9.作为女儿的我, 9.觉得接触如台长的法门针, 9.是极大的解脱。 9.因为我的父母总有往生的一天。 9.如果我不知道卢台长的法门, 9.他们将来离我而去的时候我一定非常……的痛苦。 9.可是, 9.现在我有了小房子这个法宝, 9.我便可以在。 9.我此生有生命之时一直孝顺他们为他们念小房子。 9.我和我。 9.父母说, 9.帮助你们和卢台长结缘, 9.帮助你们念经, 9.帮你们。 9.念小房子, 9.是我作为女儿为你们行孝中的智孝。 9.而对我的, 9.孩子而言, 9.我也有离他而去的一天, 9.我终将不能照顾他到。 9.持守戒律, 9.圆满家庭, 9.婚姻, 9.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 2.250。 最后, 9.可是如果他在任何时候都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面对, 9.人生, 9.我走时便可以心安。 9.我以为, 9.这勇气和智慧的根本, 9.就是让他修心念佛。 第五部分百善孝未先。 9.251 2.孝顺的意义。 1.精彩开示摘录。 1.孝顺父母, 不问前世因果。 2.2012年5月25日悬役。 2. 问答。 3. 听众, 我跟我妈妈是不是有一点我经常好像很讨。 3. 厌她, 但是我又挺心疼她。 4. 台长, 不能讨厌, 不管前世什么关系, 今世是你妈。 你旧的孝顺。 4. 自己懂点事情啦, 很多前世的东西, 今世在。 5. 乱来的话, 下辈子再还债, 你哪辈子还得完呢? 5. 还要吃苦。 5. 2. 还债和讨债的孩子都对父母好, 功德是否一样? 2013。 年5月3日悬役问答。 听众, 有的孩子是讨债的, 有的是还债的。 现在讨债。 的孩子学佛了, 克制业力来孝顺父母, 和本身来还债的海。 此对父母好, 这个功德是一样的吗? 台长, 还是有点区别的。 比方说这个孩子本来是来讨债的, 爸爸妈妈还欠他很多, 他非但不要爸爸妈妈还, 还。 继续对爸爸妈妈好, 还在还债, 那这个孩子的功德是很大的。 一个本来就是来还债的, 已经欠爸爸妈妈了, 还不好。 好学佛修心, 还要继续让爸爸妈妈花钱, 那你就是最上家。 醉了。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洪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五十二。 二, 白化佛法精选。 一要记住, 不论是对孩子也好, 对长辈也好, 如果, 你孝顺长辈, 敬老爱幼, 将来你的孩子也会孝顺你, 这就, 叫报应, 这叫人间报应。 很多人以为报应是死了以后才有。 的, 其实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现世报了。 学习佛法圆融的智慧。 二师父给你们讲一故事, 有一个儿子非常不孝自己。 的母亲, 母亲只要看见儿子就会害怕发抖。 但这个儿子信, 佛, 有一天去求菩萨保佑显灵, 结果观世音菩萨真的显灵。 了, 在他耳边说, 其实观世音菩萨就在你家里, 是反穿鞋。 子反穿衣的。 他就急忙赶回家去看, 到家门口, 就大声呼。 喊, 狠命敲门。 妈妈一听到儿子这声音, 吓得一紧张把衣。 符合鞋都穿反了, 赶快去开门。 门一开儿子吓呆了, 知道。 了, 也明白了是观世音菩萨在点化他, 要他先把自己的母。 亲孝顺好再来拜菩萨, 你现在连拜菩萨的资格都没有。 你。 你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 佛性的妙用。 三孝敬是性德, 唯有性德才能开启我们的自性。 师道是佛陀的教育, 师道是建立在孝道基础上。 的。 没有孝道就谈不上师道。 人人必须做道尊师重。 道, 唯有尊师重道才能成就道业。 学习佛法圆融的智慧。 第五部分百善孝未先。 二百五十三。 三, 同修反馈摘选。 一, 心灵法门让我懂得了孝顺与感恩。 尊敬的卢台长。 尊敬的东方弘法委员会。 尊敬的同修。 们。 墨学今天感到很殊胜, 也实在很惭愧能站在这里跟大。 加分享自己学佛的经验。 受到母亲的影响, 及她的推动下, 从2011年8月至今。 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 墨学有这个福源学习了炉台长法门。 今天能在新加坡参加拜师仪式, 也要感恩观世音菩萨的词。 悲极母亲为墨学种下的福报。 墨学作为八十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在大学毕业后, 由于基。 原巧合, 也想着自己能锻炼一下独自生活的能力, 从上海。 来到新加坡工作学习。 然而在开始的头一年遇到了很多问。 提, 也开始想回国。 当时, 墨学的母亲已开始学习炉台长。 的法门。 在母亲的引导下, 开始认识到了心灵法门。 感恩。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墨学很快能够开始学习念经。 跟很多同修的经历一样, 记得墨学为了和同事化解毛。 顿, 不停地念解节奏, 奇妙的事情总会发生, 与自己不。 和的同事会客气地与墨学讲话。 每当墨学认真的念大悲。 咒, 还有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 背后都会很发热。 墨。 学的母亲之后才告诉墨学是因为有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在墨学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想在新加坡换工作的时候。 不断地念准提神咒, 许愿初一, 十五吃素, 在上海的母。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五十四。 亲友邦莫学放生, 几乎没有怎么费尽就换到了一份工作。 还借此机会回上海学习并且探亲。 不断地念心经又邦。 祝墨学不断开悟。 感叹心灵法门的神奇。 在换工作的这一过程中, 后学也碰到了很多考验。 即。 的, 墨学在等待准证的审核过程中, 又碰到要马上搬离住。 处, 有天晚上, 墨学觉得很消极, 感叹一个人在外生活之。 不容易, 不禁思念在家的父母, 突然不断地忏悔并大哭泣。 来, 想到原先在家太不懂的孝敬父母, 会跟父母顶嘴, 反。 抗, 甚至吵架。 想到这里, 就觉得太对不起父母。 想想父。 母为自己付出的一切, 自己无以回报。 怎么能反过来这样? 对父母。 当天夜晚就发信息跟母亲讲, 实在是对不起, 自。 己做了很多的错事。 并哭了一整夜。 第二天起来, 反而敢。 道非常舒畅。 母亲说那是观世音菩萨让墨学开悟了。 感恩。 观世音菩萨慈悲。 在之后的生活中, 墨学发现菩萨对自己的考验越来越。 多了。 之后在培训的过程中, 也碰到了很多考验。 因为从。 是的工作需要和学龄前的宝宝打交道, 但是墨学之前没有。 从事过这样的工作, 也不太喜欢小孩子。 一直怀疑自己是。 否有能力继续坚持下去。 这个时候, 墨学的母亲不断地鼓。 力说, 这个是菩萨让你多一个机会去了解孩子, 去让你发。 觉内心很柔软的部分。 的确也是这样, 墨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实在是懂得了何谓可怜天下父母心的道理。 从还。 自不肯说话, 父母就要不断鼓励他开口, 而我们长大了。 却用这张口来训斥父母, 小时候, 父母不断鼓励我们翻。 第五部分 百善孝未先。 二百五十五。 爬, 走路, 而我们长大了, 却越走越远, 很少去探望父母。 小时候, 父母对我们有求必应。 长大了, 我们却找种种理。 由不帮父母做事, 每次看到那些小男生会缠着哭着要妈妈。 而不肯进教室, 想想很多成年男子却在结婚后只知道故老。 婆, 忘了小时候有多依赖妈妈, 真的很讽刺, 想想莫学小。 事后, 一直怪母亲教导太严厉, 现在长大了, 才知道女生。 从小的严格教育才会塑造成有礼仪品德的女性。 感恩观世。 因菩萨让末学悟到了这些道理, 感恩自己的生父母将自己, 培养长大。 也希望更多的青年人能体悟到父母的不容易。 在回到新加坡工作后, 观世因菩萨慈悲让末学遇到了很多同修。 也有机缘让末学能进一步闻到佛法, 末学倍感。 殊胜。 看到了很多比自己年龄还小很多的孩子都在修行。 自己感到很惭愧。 方知自己孽障很深。 需要更加精进修行。 以前末学脾气不好, 一动怒, 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变。 好。 但教以前改变很多。 每次动怒后, 都会忏悔不应生气。 要想到跟自己过不去的人, 都是前世的冤结, 这辈子要去。 化解。 需要不断的念解节奏来化解。 羞辱自己的人。 是末学的老师, 是来考验自己, 让自己更加进步。 末学在。 梦中, 也梦到了卢台长教导自己, 要跟着母亲精进的学习。 同时, 也会做到很多遇事的梦。 感恩卢台长慈悲。 感恩观。 是因菩萨慈悲。 现在末学的母亲已放弃工作, 潜心在家念经修行, 并, 尽可能的度化他人。 过去父母会一直吵架, 墨学母亲也很。 容易动怒, 但是现在, 他们很少吵架, 并且能和母相处。 很团结和气。 墨学在海外也是很放心。 真要感恩卢台长的。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2. 256. 心灵法门, 墨学的父亲还未开始休息, 但是墨学也看到父亲。 对墨学的爷爷奶奶, 还有外婆都很孝顺, 是墨学学习的榜。 2. 希望观世因菩萨加持, 卢台长加持, 能慈悲墨学的父。 亲赐与他机缘, 能早日全家共同修行。 墨学深知修行不够, 有时还偷懒, 不精进。 但墨学也。 深知, 现在是墨市, 也只有自己修得更好才能度化更多的。 人。 感恩卢台长慈悲能收墨学做弟子。 万观世因菩萨能辞。 悲弟子刘洁能加持弟子, 使弟子能坐炉台长的牵手牵眼。 尽这一生来普度他人。 最后墨学想再次感恩母亲将墨学引入学佛的道路。 感恩两年来在新加坡遇到所有帮助过墨学的人。 感恩新加坡。 同修在开法会前一周帮助墨学申请道路台长的弟子。 感恩。 东方弘法委员会能这么快就批准墨学的弟子申请。 被赶书。 圣。 弟子要更多的许愿。 发声。 念经来弘法度人。 南无阿弥陀佛。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台长。 感恩东方弘法委员会。 留结何时。 第五部分百善孝未先。 二百五十七。 三、不孝顺的果报。 一、精彩开示摘录。 一、父母年纪大了进养老院的问题。 2013年9月15日选。 一问答。 听众。 我父母年纪大要进老人院。 等于要把家搬到老。 人院。 我就担心他们年纪大了。 如果这么一般动可能对他。 门老人家也不是太好。 不好的。 但是现在又没有办法。 他。 门必须要进老人院。 那只能让他们搬了。 像这种情况。 我。 要怎么念经能够帮得到他们。 至少减轻一下这种搬动对他。 门得不利呢。 台长。 现在。 那就比较麻烦。 在房子里要贴点山水画。 是在。 老人院的房子里还是现在自己住的房子。 现在自己住的。 房子里,山水画贴在哪一个方位呢?贴在他床头。 实际,尚就是说他的根还在家里,那么这个魂就算跑到那里去了。 他还有个根。 就像我刚才讲的,气球在上面飞,你要一根。 绳子牵着,否则他就飘走了。 听众,要是去了老人院之后,那个房子就没了。 抬长,没了就没办法了,你只能给他们念经,孝顺一。 点就每天四十九变心经,不孝顺吗?我一定能做到,那你。 就二十一变心经给两个老人,一人一天二十一变。 如果他们自己能念一点经更好,最好叫他们自己能够念一点解节奏,消。 持守戒律,圆满家庭,婚姻,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二。 二百五十八 栽吉祥神咒 听众,他们看不清楚,已经没有办法念经,脑子也糊,吐了。 抬长,那你赶快给他们念,他们已经有问题了。 你单,当给他们念心经还不够,还要给他们烧小房子,一个星期。 至少给他们一人四张,基本上保持他们不会老得太快,脑,子不会坏得太快。 听众,小房子要烧多长时间呢? 台长,一直保持下去。 他今天有这个果报到养老院去。 实际上已经是不好的果报。 你没有小房子的话,他以后晚。 年死的时候会很痛苦,我只能讲到这里。 实际上台长对着。 各问题也是经常讲的,三等人,等吃,等睡,等死。 送进去了,就基本上让他们这样了,所以他们就是没福气。 的。 有福气的人不会到养老院去,人家照样身体健康,在。 家里开开开心心心,子孙满堂,大家都围着他,照顾他,很好。 的。 到最后哪天睡衣觉醒不过来就走了 叫无疾而终 这种才叫福气 现在跑到那里去 你知道那些都是拿工资 做事情的人 如果没有爱心的人怎么会照顾好老人 又不 是我们学佛的人 有爱心 你给他们烧小房子 求他们平 平安安 不要有恶病 不要疼痛 这样他们能够平平安安 的走的话 已经是你的福气了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是你 主动把他们送出去的话 以后你的孩子也会把你送到养老 愿 听众 也不是我主动把他们实在是没办法 因为 我现在澳洲 他们在国内 第五部分 百善孝未先 二百五十九 台长 那没办法了 只能这样 国内的养老院比这里 的还好 国内养老院很多人很卖力 我能做的就是给 他们办去最好最好的养老院 然后多给他们念经消灾解难 这都是给他们的一种祝福 非常好的 二 年轻人接受长辈磕头会折兽 两千零一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旋 一问答 听众 台长原来说过 年纪大的不能给小孩磕头 小 还承受不起 会折小孩的瘦 原因是什么 台长 接受人家磕头就是给人家背债 比方说你去求 人家 是不是请人家帮你解决问题啊 是 他接受了你 的磕头 是不是要替你背债呢 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年 既大的跟年纪小的磕头 小的会折兽呢 第一 他年纪比 你大 磕头之后 他的叶到了你身上 第二 他这个年纪 已经没有几年了 而你本身还有很多时间 他一磕头 他 这个年龄段就到你身上了 也就是说你本来应该活很长的 被他不断的磕头 会折兽的 实际上你又帮他 被业又帮他 承担了他的兽限 那么你这个兽一定会折掉 听众 把他这个运完全赚了 台长 完全赚了 过去很多老人家跟孩子闹翻了 老 人家没办法 冲着孩子磕头 过几天这孩子就发高烧死了 万事孝未先 学佛讲孝顺 长辈冲你磕头是大逆不道的罪 在天上是犯天谴的 所以千万不要让老人给你磕头 年轻 人打老人 骂老人在天上都属于大事情 骂老人罪还小一 点 最忌讳打老人 下面一拳在天上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六十 那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忏悔了念念礼佛大忏悔文 就可以了 三 万事孝未先 不孝父母功德有漏 二千零一十三年十月十一 日悬疑问答 听众 我梦见好像是我的妈妈跟我说 买韭菜 一定 要买新鲜的 台长 你妈妈过世了吗 没有 你跟你妈妈住在医 其吗 没有 你平时给你妈妈寄钱吗 经常买东西给她 吗 不经常买 经常买点东西给她就好啦 给她烧几张 小房子 你的孝心不够 学佛人 学佛人万事孝未先 先要孝顺 否则你的功德有漏 他现在能够一时当中开口要你买新鲜 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要你对他多多的帮助 你不孝顺 你不孝顺 是想着台长再点画我呢 不是一样呢 他点画你比台长点 话你还要好 哦 谢谢 四 五逆之子会遭到天谴 2012年10月14日悬疑问 答 悬疑问答 听众 有些地方经常打雷 雷很多 这是什么缘故 台长 这个我们从小就知道 打雷有时候是打五逆之子 子就是不孝顺的 还有一个是天然的 天气的情况 十 记上下雨之前要打雷 这是正常的 如果是干雷 不下雨 那么就有情况发生了 第五部分百善孝未先 二百六十一 五 以孝未本 砍祖坟旁的树对后代有影响 2011 年10月28日悬疑问答 听众 我老家的祖坟埋别人地上 地里是人家种的羊 树 过两年可能会砍 这样的话对咱家有什么影响吗 台长 会有影响 如果砍的树正好在棺材边上 一定 有影响 听众 前几年我老公和我公公砍过一次 我老公有多 少年没法走路 年前的时候买我神子那个坟 又动了 又动了旁边 又动了旁边 的杨树 今年又不大好 台长 所以坟不能动的 为什么不把这个坟上的人抄 杜走啊 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孝顺 老去动他 当然倒霉 那 坟怎么能动呢 挖祖坟 后代都受影响呢 台长跟你 你们说学佛学法以孝为本 以孝为先 连一个最起码的孝顺 都没有 以后不要孩子孝顺你呀 学佛学不好的 明白 六 梦到台长提示后不念经一定会欠对方 2011年10月 十四日直话直说 听众 我们一个同修是我度他的 他梦见您到他家里 去了 站在他老公面前说你怎么不念小房子呢 后来 第二天他家里一个长辈 就是他公公就去世了 他问这是 什么原因 台长 很简单 这是台长在告诉他 已经提醒他了 你看看 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念小房子 他才没有救到他 公公 你听得懂吗 他没有帮他公公念 对呀 问题就 在这里 他要是早点帮他公公念的话 他公公就不会死了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 红台长 开示 几紧 二 二百六十二 明白了吗 对对对 所以很多台长也着急 有时候 直接跑到他肯定不是说今天台长给他托梦明天就死的 肯定有一段时间的 听众 对对对 他已经瘫痪四年了 台长 你看见了吗 就是说明台长已经很着急 直接 到他家里去点他了 你赶紧念小房子 他念的话他公公 一定会受益 肯定不会死 明白了吗 听众 他打电话告诉我 说他不想帮他公公念 后来 我说你公公已经去世了 你赶快帮他念四十九章小房子超度他 我说这就是台长到你家来提醒你 告诉你叫你帮他念 你还不帮他念 他说他不帮他念 我说你赶快帮他念 不然 他会找你麻烦的 台长 哎哟 我可以告诉你 他不帮他念的话台 长只要在梦中比方说用我的法身到他家去通知他 如果他如果他不念给他公公的话他一定欠他公公的你看看他平时这各态度就知道不想帮他公公念说明他跟公公已经有冤 所以这个事情很清楚如果他不念的话他公公一定找他麻烦那个时候身上肠一个癌症出来那个时候他在 念就来不及了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我会转告他 敢 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7.非常不孝的人会遭到天雷批打 2013年7月28日旋 易问答 听众 有一位同修梦道天兵天将在追他 要收他回去 他就跑到一个有许多房间的屋子里 里面有一个老太太 第五部分百善孝魏仙 263 他跟老太太说请你救救我 这个老太太说你去给孩 子魏奶那些天兵天将就没办法了 同修就去给孩子魏奶 天兵天将没把他带走 这位痛修今年31岁 他问这个梦是 什么意思 台长 天兵天将来追他 抓他的话 说明他犯了天条 为什么这个老太太能够帮他 说让他喂奶 因为天兵天将 很有慈悲心 看见母亲在喂奶的时候 他们绝对不会抓人 的 但是他躲过了一时躲不过一世 他们还会要来的 听众 他现在也修心灵法门 刚修没多长时间就看见 天上有观世音菩萨 他说小时候也看见过东西 做完这个 梦醒来 天上就打雷 他说 即使天兵天将打雷我也不怕 台长 这个人现在可能有所改变了 实际上他还是怕 天兵天将 为什么雷公的脸人家会画出来 雷公谁看见过 那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媳妇坏得不得了 整天欺负婆婆 把大便拌在饭里给婆婆吃 结果受到天谴 雷公发怒 接命来把他打死 不停的闪电 打雷的时候 他知道命不保了 来惩罚他了 但是知道过去一些传统风 俗说天上的菩萨怕肮脏物 他就拿女性越式的东西顶在头 上 结果一阵雷打下来 把他打死了 但是这些污垢的东 西一下子把雷公熏昏过去了 昏过去的雷公坐在他家地板 上 原形献出来了 很多农村里的人跑过来 一看怎么依 各黑脸的人坐在他家里 过了大概一两分钟 突然一片闪 电 雷声又起 雷公又回去了 走掉了 当地的村里人把 雷公形像画下来 造了个庙叫雷公庙 大家再拜 所以我 你们从小就听说 作恶的人为什么会被雷公劈死 就是这个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红台长 开示极紧 二 二百六十四 道理 这个梦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他在天上犯了天条 偷 偷下来的 七仙女到人间来 忙过父王下去了 父王派天 冰天将下来要把他缉拿 还有一种是他在人间犯罪 天上 来抓他 但是根据他现在情况来看 不像是天上给他的成 罚 而是人间他做了一些不如理如法的事情 但是他赶紧 念经 念礼佛大忏悔文 很快就会消掉 没问题的 八 婆婆在世不孝顺 过世后亡灵缠身 2013年11月15 日悬疑问答 听众 大概一个月以前我梦见我前夫给我鞋 结果我 没有 然后我又梦见我前夫的母亲 婆母她已经过世好几年了 她穿了个花长衫坐在那儿 因为我知道她已经过世 了 我说 您没走啊 她说 死狗死狗 这个 死狗好像就是西北人骂人的话 台长 不要讲了 不要讲了 她骂你呀 听众 她就骂死狗死狗 再不要打张张 然后 就走了 张张是我儿子的名字 台长 第一 你不能再弄这个孩子了 哦 我正给 她念小房子 你平时打不打她 小时候吵架 几岁的 时候打过一次 平时没有打过 你骂她跟打她一样的 你 婆婆已经来找你麻烦了 而且你前夫都在找你麻烦 别看 你讲话好像文质彬彬的 你这个人心态不是太好 气量态 小 好好的改毛病 你婆婆在的时候 你对她也不是太好 你别跟我说你对她很好 你自己已经做了很多孽了 人家 不知道我知道 第五部分 百善孝未先 二百六十五 听众 是 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就天天忏悔 时常心 情很不好 我都怀疑自己没有救了 台长 你被灵性缠住了 当然没救 你现在赶快要摆 托 摆托就是要每天念礼佛大忏悔文五遍 还要给你婆婆 念小房子四十九章 还要念往生咒 还要给你前任老公念姐姐 别 咒 前任老公在背后搞你了 所以婆婆才会出现的 你前 任老公很恨你 知道 不要亏欠人家 我可以告诉你 别 被人家下杠头就好了 哦 好 九 不孝子心脏病发作猝死下地狱 2014年10月19日旋 一问答 听众 我梦见老师写笑 我说 谁是因为不孝 来的呀 有一个戴眼镜的人说她是出生在很苦的老山区 她的父亲母亲都是用烂莓赚钱把她培养到大学 上了大学 毕业以后她自己开了个公司 做了老板 做了老板以后就 把父母往敬老院里面移送 苦的地方的敬老院里面更苦了 她往里面移送她就不管啦 父母生病打电话她也不接 也 不管 过年过节她也不去 也不看老父母亲 结果父母亲 想她想得生病了就死了 报应是什么呢 她这个人既不孝 又贪钱 赚钱后大吃大喝 吃喝嫖赌 结果在宾馆里面玩 女人心脏病发作 心肌梗塞就死掉了 就下去了 抬肠 直接下地狱了 这个不孝 所以做人哪 的确 要好好做 我看你呀 每一次地府的官让你下去看到 然 厚道人间来讲给大家听的 本身就是给你做功德 你听的 懂吗 我知道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锦 二 二百六十六 十 讲爱人父母的不好都会有报应 两千零一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玄义问答 听众 我梦到先生的父母在一个房间地下躺着 我就 跟他们说先生这个事 他的父亲向着我先生似的 我很伟 屈的坐在地上什么也没有说 台长 因为你经常难过 惊动了他的爸爸妈妈 他的 爸爸妈妈已经死了是不是 没有 在呢 两个都在 对 那么就说明你已经影响到他爸爸妈妈的感觉了 但是他爸 爸对你印象还不好 像这些情况完全有可能你刚刚跟他结 婚的时候 你在他面前讲了很多他爸爸妈妈不如理不如法 的事情 这就叫报应 你自己好好的忏悔吧 我告诉你 你要记住了 做媳妇 刚刚老公对自己好的时候也不要鼓 头青呢 讲那讲那讲老人不好 全部都会有报应的 听众 都是我自己的过错 台长 对了 自己要受呢 要念消灾吉祥神咒 我告 宿你 你老公现在这个女人跟他也好不长的 你自己好好 的检讨检讨自己 忏悔忏悔 等他回来了之后再说 自己 作孽自己受呢 受的时候就受不了 作孽的时候自己又忘 记了 所以一个人不能忘乎所以 学会吃苦就是宵夜 不 吃苦哪来的宵夜呢 第五部分 百善孝未先 267 2 白话佛法精选 一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 我们做人学佛 很多人想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又有很多人想去四圣道 很多人在学 菩萨 视为明者 要知道 孝涕 忠信 礼义 廉耻 都 是很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连父母亲都不孝顺 台长在这里 告诉他 你在怎么求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求四圣道 你是 上不了天的 因为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孝顺 对自己的 亲人都不爱 这个人就是属于没有磁心 没有磁心的人 这个人活在世界上 等于百分之九十九 他没有学佛修心 人的这个意识 也就是说 他没有崇尚学佛人的意识 所 以 他就学不好佛 其实 好人 坏人都是被父母亲养大的 坏人也是因 为你父母亲不教育 好人也是因为你父母亲的教养 很多 人不懂 以为坏人天生就是一个坏人 实际上 子不孝 父之过呢 孩子不好 父母亲都有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 当一个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他的父母亲没有 教养好孩子 这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所以 我们不管碰 到谁 我们都要言笑 也就是说 要经常讲讲笑道 恭敬心让你量大幅大 二 过去有很多人家 父母亲对祖辈很孝顺 孩子从小 耳濡目染 等到父母亲年龄大了 孩子学样 孩子也是非 长的孝顺 这就是父母亲种下的善音 到了他们晚年的时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红台长 开示极锦 二 二百六十八 后得到的善果呢 同样 有很多父母亲只管自己 在孩子 面前经常数罗祖辈 一开口就是老东西 老不死的 他们没有想到 等到他们自己老了 生重病了 他们的海 子对他们的态度会是更加恶劣 造成的果会是赶他们出家 门 这个阴就是他们自己种的呀 因为他们从小没有教育 好孩子 所以 教育好孩子就是在为自己种上善音 你的 孩子不孝顺 你怪谁呢 这是因为你种下的恶音 有一句 话 子不孝 父之过 孩子不孝顺 就是做父母的责任 那 所以 我们学佛修心就是要学因果 明理勤修 善种因果 三 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 毛病太多了 无始结以来 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我们从小以为父母 亲对我们不爱 所以 我们就可以对父母亲不忠不孝 这 种理念让我们沉浸在鱼痴当中 我们很多人以为 我有道 理 他有道理 实际上什么叫道理 这个道理是你自己的 偏见所认为的 这是什么理呢 你自己认为的理并不一定 在这个道上 在这个理上 只有有智慧 才能真正的明白 道理 学佛妙法 竟在其中 第五部分 百善孝未先 二百六十九 三 同修反馈摘选 一 不孝顺父母 导致各方面不顺利 我对不起父母 由于小时候学业选择问题 导致恨父 母 没有尽孝 家庭不合 让父母操心 不听父母的话 而造成了不幸的婚姻 因此很恨丈夫 恨得种子每天都种 下去 后来就生根发芽 有了果报 接下来生理的疼 惊 神的痛 报应不爽 品尝了做人的苦 人生所有生的苦 都是自己业障所为 无需埋怨 悲伤 正所谓自作孽步 可活 也就是因果效应 业障效应 我苦思冥想 反复灵 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看书 明白一切为心造 心是主人 身是客人 起心动念 无不是罪 无不是业 用心来控制自 己的身体不犯错误 克制欲望 守戒 净化自己心灵 像 五着恶事挑战 做人间的叛逆者 修行弟子 二 因不孝顺父母 自己患上精神病 我是一个走进佛 几年有佛子 文化不高 但我一生中 遇到的一些事情 和我周围的人身上 发生的事 我一直在 找寻答案 我也认为 你看不到的东西 它同样存在 只是我 闷肉眼凡胎 看不到而已 也看到堂哥的现实 吃爆 堂嫂他对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红台长 开示极紧 二 二百七十 自己的婆婆不好 又打 又打又骂 他婆婆死了几年后 他救的 冷神经病 发病了就跪在大陆上 大声讲如何如何对他婆婆 不好 认识他的人都说这是现实报应 这类事情都发生我 这类事情都发生我 门周围 第五部分 百善孝未先 二百七十一 四 生活中如何孝顺长辈 一 精彩开示摘录 一 学佛人要孝顺父母 尊老爱幼 二千零一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玄 一问答 听众 我们这边有一个同修跟三个同修讲 他们是母 女三个 意思是他们身上业障很重 叫他们不要见面 这 种情况我也才知道 他们大概有一年左右 那个老妈妈挺 痛苦的 他觉得学佛修心怎么变成这样了 女儿逢年过节 都是给他卡上打电钱 也不经常给他打电话 更不说去看 他 他两个女儿一直听那个小组长的话 其实我也知道这 肯定是有点不如法了 所以想请师父稍微开示几句 台长 这个还要讲呢 修心修的叫他不孝顺的 那 一个法门叫人家不孝顺的 现在修心念经念到后来连妈 妈爸爸都不要见呢 那叫他出家去好了 要叫他好好的弩 立 如理如法 你是居士学佛 你又不是出家僧 你是在 家众你就必须好好的懂得该做什么就干什么 在人间一边 学佛学法 一边好好修心 一边要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热爱儿童只要是对的 学佛的事情全部要做 这就是 他们已经不如理不如法了 对 好的 我到时候会给录音 他们听的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几锦 二 二百七十二 二 尽量创造条件来孝顺照顾父母 2013年9月15日选 易问答 听众 我妈妈现在跟我的弟弟 弟媳妇两个合不来 她要到我这儿来 可是我一个人管不了她 因为自己腰椎 盘突出 我怕到时出了问题 反倒做坏事了 我这样做事 不是不笑吗 台长 你当然不笑 你想着自己比想着人家的痛苦要 多 可以让她住一段时间再回去 跟妈妈讲好 两边跑跑 那里好了 消点器呢 她现在不能动 身体不方便 连上侧 锁都不方便 你如果没条件 我不讲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找个看护工 或者找个庸人帮帮她忙也可以的 但是护工 不愿意来 南京的护工太贵了 如果你经济上不行 那我 没有办法 如果经济上行的话 你要多照顾照顾她 好的 那你现在只能给她多许愿 帮助她 让她好 只能这样 多劝劝她 给她念心经 让她想得通 否则天天在那里活 受罪 她不开心 其实作为儿女来讲 你也有责任的 当 然不笑了 你绝对不笑 哎呀 我真的非常 好了 好好的 忏悔忏悔 不要找理由 你今天如果帮不到你妈妈 不要等她死了以后再说妈妈 对不起呢 笑 很重要 明白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如台长 三 做子女要真心孝顺父母 2012年7月15日 悬疑问 答 听众 我妈妈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的问题 她七年前中 风过一次 脑梗 但现在慢慢的已经感觉有老年痴呆的症 第五部分 百善孝未先 273 撞了 现在她会去收集垃圾这种东西 她原来还是退休老 是 所以我们家里就很烦恼 觉得她这个动作好像很不可 思议吗 我现在很纠结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白天家里也没 人嘛 她跟我妹妹生活在一起 妹妹电话里总是告诉我 我弄得也不知道怎么样 我说老人总归要经历这样 台长 没办法 帮她找个阿姨照顾照顾了 听众 她还不要人家 她有时候感觉自己还挺行挺能 干的 问她 你为什么去拾垃圾 她说 卖钱捐掉的 我们跟她说 你有钱你就捐 没钱不一定要捐 台长 你不要跟她讲这些话了你们几个姐妹把钱 凑起来 凑起来 给她找阿姨过去再说 给她找过了 她现在 不正常 什么叫找过 一个人在家里出事怎么办呢 现 再就担心这个问题 开玩笑了 哎哟哟 她不要 到了 钱的时候 你们就听她的了 其他的时候就听你们的了 好的 知道了 谢谢您 四 父母生前好好尽孝 不要留下遗憾 二千零一十二年三月十六 日悬议问答 听众 卢台长 能不能请教您一个问题 家里人给爸 爸看 说我跟他不是很合 建议我今年一年关键时刻都不 要回大陆 您说这个值得相信吗 台长 你如果听了这个人 会后悔一辈子的 那我是 自己回去 当然可以回去了 自己父母亲为什么不能笑 顺 除非那个人跟你爸爸妈妈不好 或者是你老公 讲出 来这种话这种人根本就是愚痴 菩萨会让一个人没有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274 孝心 哪怕你是讨债鬼都要尽孝 否则下辈子就投不了 人了 听众 我去年休学了半年在家里陪他 他还挺好的 我一走他就不是很好了 台长 那你现在不去他就好了是不是 我妈的意思 是 我一直不回来 他还有一个念想 会一直撑下去 能 见到我 如果一回来可能就 那你就听你妈妈的好了 等到他死掉了你再回去哭吧 学佛的人 连最起码的真诚 的信念都没有 这怎么行 人不回去可以 在这里必须 帮他狂念经 不要给自己造成终生后悔 听众 除了小房子外 每天其他的经也要帮他多念 台长 礼佛大忏悔文 还有大悲咒 都要给他念的 好 的 我都会给他念的 我告诉你 不要给自己造成终生的 后悔 这种东西会带在心里痛一辈子的 想起来就痛 不 要太自私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要为人家想 好的 谢谢台 长 叫他坚持 没什么大问题的 如果你能心诚求到菩萨 来帮他看 他马上就不痛了 谢谢炉台长 他还是很有息 忘得是吗 我们就应该一直 要看的 现在如果放了 这么多声 马上肿瘤快已经摸不见的话 说明不是一点点 希望 是很有希望 太好了 谢谢炉台长 第五部分 百善孝未先 275 5 如何化解与父母的冤结厄缘 心中长存感恩孝顺 2013 年7月28日 悬疑问答 听众 听众 我爸爸妈妈是我心里面一直解不开的疙瘩 线 在我在上海 我小时候经常和他们吵 我现在一回老家和 他们一讲话 就觉得心里面很烦躁 我们就会吵 我现在 很压抑 不敢回家 台长 就是因为你过去的纠结没有去掉 为什么会有 忧郁的 忧一点 记在心里了 欲一点 记在心里了 天 天忧郁 时间长了 旧的忧郁症了 现在不要去想他了 吧 人家过去忘记 你就傻傻的跑过去爸爸妈妈好 好像没 有发生一样不就好了吗 就算感觉到他们对你不好 那也 没关系 你对我不好 我是菩萨 我还是对你好 不就 没有压力了吗 压力要缓解 压力要自己来解决 不是靠 这记忆 有些不好的记忆必须要忘记 否则你永远迈不开 这一步 听众 我就是忘不掉 台长 忘不掉就是说明你脑子不灵 钻死胡同 钻死胡同就是脑 子不灵 因为从小和他们吵 从小吵的东西你到现在还记 的 不是脑子有毛病呢 有些人讲台长不好 台长不气的 我过一会就忘记了 现在好多人重新跑过来要和台长好 我也没什么 你要来就来好了 因为本身大家都是一种缘 分 这个人过去讲台长不好 现在要拜台长做师傅了 他 说他想通了 他过去对不起台长 哦 好好好 想通了太 好了 感谢感谢 好了 不就结束了吗 这么小的事情位 什么记在心中 小时候的事情你还记住 你怎么不说你尿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 开示极紧 二 二百七十六 炕 你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尿炕 你就很难过 你去告诉人家 那 没有智慧的人才会永远记住过去 想不到未来 你去 想好了 想到最后越想越难过 越想越傻 想到后来成神 精病了 听众 可是就是从小和他们吵 现在回去也是经常吵 台长 不会吵的 你境界不高就少回去 如果想通想 明白了 不会吵了 你就回去 做人要自己想得通的 不 要跟我说可是了 我现在已经不是在劝你学佛了 我 在做你心理医生了 自己要懂的一个道理 想不开的人 到哪里都想不开 菩萨会像你这样想不开的 爸爸妈妈 养你多不容易 你这种孩子有良心吗 一口奶一口水地把 你养这么大 你在这么对不起爸爸妈妈以后要下去的 你 爸爸妈妈再是混蛋的话 他们也是生你养你的呀 孝顺 不懂的 以后如果你生个孩子 他老跟你吵架 你开心吗 妈妈养个孩子多不容易呀 你有没有良心了 听众 我也觉得他们很不容易 可是我听他们讲话就 烦 台长 不要跟我说可是 那是冤结 好好念解节奏 不就可以了 你在这样的话 不是台长的好徒弟 好弟子 了 好好的孝顺妈妈 好好改 你不好意思跟他们当面讲 电话里面说 爸爸妈妈对不起 我现在学佛了 我改正了 我以后不会跟你们吵架了 先跟爸爸妈妈打电话 先不要 回去 少说几句 爸爸妈妈祝你节日愉快 祝你生日愉快 我会买点东西 我最近很忙 不能常回家 妈妈 我过去 做错了 我跟爸爸妈妈吵架是不对的 我现在学佛了 诗 第五部分 百善孝未先 二百七十七 父让我跟你们道歉 莫面子的是台长 台长收了你这种地 子 我只能替你背 那我有什么办法 我是广度有缘 普 度众生 就收你这种众生呢 呵呵 听众 我觉得我好多缺点 我想改 可是 台长 以后在你的生命当中 不要有可是 没有可 是的 我很想改就改 我很想吃就吃 我很想睡 就睡 不要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这个世界只有往 前走没有往后退的 人生的旅程没有往后退的道理 只有 往前走的 你现在几岁啦 25岁 36岁 你还会走到10 岁吗 还会走到8岁吗 不会 好好修 勇敢一点 你 再不勇敢的忧郁症是自己痛苦 你爸爸妈妈也会心疼你的 争吵 爸爸妈妈会记你愁的 毕竟你是他的孩子呀 9 像师父一样的 你们是我的弟子 做错事情师父总归会员 量你们的 有什么办法 让你们想想通 想不通不要来找 师父 想通了再来 你好好忏悔吧 多留一点忏悔的眼泪 不要有怨恨的眼泪 听众 我觉得我好像不会忏悔 觉得心里面有很多恨 台长 仇恨的种子在心里会发芽的 发芽之后有更多 得恨 跟人家争呢 跟人家斗呢 爸爸妈妈你揍他们好了 揍他们躺在床上不能动好了 没有智慧呀 自己的爸爸妈 妈 就是冤结 好好念经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洪 台长开示 极紧 2 278 6 如何化解 父母之间的 冤结和恶缘 2014年 4月11日 直话直说 听众 我爸爸和妈妈又闹别扭 我妈妈就离家出走了 我现在给我妈念劝导声闻 我爸爸他就是不听劝 他们俩 各都是特别匠的那种 都说自己没有错 我得给他俩稍多 少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台长 现在你爸爸跟你妈妈都不如你 如果这么大的 人连自己的错都不肯承认 这都不是个好爸爸 也不是个 好妈妈 你要记住 做人哪有自己不错的 为什么人跟人 会吵架 台长经常说的就是因为他以为他是对 他以为他 是对 这就叫执着 什么对错呀 这个世界上 妈妈付出 多少瓦 爸爸付出多少瓦 所以小姑娘你现在只能自己多 念点睛 帮帮他们 听众 对 我现在都是念自存小房子 我爸爸他不信 之前我们都梦见过观世音菩萨两次让我爸爸念经 但是我 爸爸他就是不念 我自己心里面也挺难过的 但是我觉得 先给我妈妈念劝导声闻 如果我妈妈信观世音菩萨 他改 了之后应该会好很多 台长 所以你家里的缘分非常不足 爸爸妈妈都不信 缘分很差 对呀 我妹妹也不信 家里只有我自己信 唉 呀 你一家真的是马上要业障现前了 很不好的 听众 对呀 我就觉得我自己能多做点什么 能让我 家更好 台长 做点什么 你有的做了 你家里这种糟糕 的情况 你只能给你家里一个个念心经念过来 对 我献 第五部分 百善孝未先 279 再给我爸爸妈妈都坚持念三个多月的心经了 我告诉你 只不过争吵的频率减低 但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明白吗 听众 对对对 我知道 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分居了 我妈也不接我爸电话 我爸就一直让我打电话劝我妈 让 我妈回来 我跟我爸说你俩的缘分我管不住 我也担不 住什么 然后我爸就生气 有时候觉得自己特别不笑 台长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啦 你爸爸让你打电话给 你妈妈 你就告诉你爸爸 你让我打电话 要相信菩萨 你不能跟他讲呢 你这教有智慧呀 我看你呀 糊涂着呢 他有求于你 你赶紧让他念经呢 这么好的机会 我知道 你要两边做工作的 你要跑到你妈妈这里说你爸爸怎么样 怎么样 好 原谅他了 请妈妈原谅他 你跟你妈妈 这么讲 你要两边做工作的 一点智慧都没有的 借这个机会赶紧跟爸爸讲 你叫我讲可以 我讲爸爸很难过天 天在家里哭 心里很难过 说对不起妈妈 你要感化他 闷的 用我的笑心来感化我妈妈 七 如何化解婆家与娘家的冤结 2011年4月15日旋 一问答 听众 我们出国很多年了 我婆婆家跟我娘家的父母经 常有争吵的问题来困扰我们 让人觉得很不知道怎么 解决这个问题 台长 有什么不能解决的 这都是冤冤相报和时了 前世的愿结金是搞 所以很多事情现在搞了你就把它解决 掉 怎么解呢 你又解决不了的 靠菩萨 念经把它解决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红台长 开示极紧 二 二百八十 好好念经不就得了吗 听众 那需要念解节奏 台长 那当然了 还要念礼佛大忏悔文给他们 每天 念三遍 好吗 解节奏要念多少遍 看你想解决快海 是解决慢 解决快麻念四十九遍 解决慢麻念二十一遍 听众 明白了 其实我父母心地非常善良 他们也就 是想帮他们 但是我婆家老是有一些事情来找我父母亲 我父母年龄也非常大了 每次就帮 帮完又老觉得不开心 又老是找我 我又在这么远 我也没办法 我只好安慰他 我老公也不愿意说 所以我非常困惑 我也不能去 说因为我去说的话 我婆婆家就会认为我有什么想法 台长 要帮他们两个人念经 还要帮他们放生 好不 好 好的 这个放生的钱是我出吧 他们不相信只有 你出啦 我妈妈是相信的 那让你妈妈出 听众 还有一个问题哦 台长 这个是不是和我婆婆 的职业也有关系呢 台长 她是做什么职业的 听众 我婆婆以前是妇产科医生 台长 哎呀 这个身上的鬼一塌糊涂呢 妇产科 医生打胎多少啊 开玩笑呢 我知道的 但是我一直让我 老公跟他妈妈说 让他能念经 我老公就不说 他也不做 我实在是找不出办法了 你老公现在相信不相信呢 我 老公相信 他现在已经开始念经 那么叫你老公孝顺一点 给他妈妈每天念七遍心经 他妈妈慢慢会相信了 好不好 听众 另外我想问一下 他现在已经退休 他孽障很 第五部分 百善孝未先 281 大 是不是他的孽障会来找我父母 或者是我们家的人就 是欠他的 太长 这个情况完全有可能 听得懂吗 很简单 他 身上的孽障他背着 他背着他一定会赴 明白吗 听众 明白 那就是说他身上的孽障会不会报应在我 满这一倍 还有下一倍 第三倍的身上呢 台长 一定会 听众 因为我现在发现我也有血液方面的病 然后我 女儿也是有 台长 对 这个灵性一直会延续到三代的 明白了吗 嗯 那我现在给我自己和女儿念经念小房子 是不是可 已还这个债呢 当然可以 完全可以 我坚持每周念上 三四章的小房子 念礼佛大忏悔文 对 就没事了 听众 另外他妈妈总是去找我父母 是不是我自己货 我父母以前欠他们家的债呢 台长 你们家所有的亲属关系都是前世姻缘 无缘不 来 听得懂吗 聚在一起就是前世的缘分 还不明白 还不明白呢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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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增受父母伤害 却替他们忏悔的境界很高 菩提心会越来 越多 2014年10月26日悬疑问答 听众 师父 如果父母亲在孩子幼小的时候经常吵架 或者经常打骂孩子 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很多心理因 影病导致孩子长大以后在心理方面不是太健康 那么 那么像这 种被父母伤害的孩子可不可以替父母念礼佛大忏悔文 T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 红台长 开示极紧 2 282 父母忏悔他们过去对自己的伤害 通过这种方式来抚瓶子 几心灵上的创伤呢 台长 当然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崇高的境界 如果这 个孩子能这样做 他就慢慢的有慈悲心了 他的菩提心就 越来越多了 菩提心多的孩子以后能上天的呀 所以一个 人能够不恨别人还能为人家祈福 那这个就是菩萨呢 当 人家伤你的时候你还对他好 那你这个人不就菩萨了吗 好的 师父 9 能否将在法会做义工的功德送给父母 2013年3月发 日玄义问答 听众 台长 在法会做义工是不是有功德 台长 功德很大 因为龙天护法 菩萨都来 你在法 会上做义工 还没有功德呢 听众 请问台长 下个星期我会到马来西亚和泰国做 义工 我可以把我的功德送给母亲吗 台长 完全可以 这样做你很聪明 你就说请大慈 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某某某愿将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做 义工的所有功德赠送给我的母亲 让他能够严寿 让他能够严寿 你看他 身体很快就会好了 这叫马上做了功德马上就起效果 听众 好 台长 是完成任务才跟菩萨说吗 台长 不是 是直接先说 当天在做的时候就可以跟 菩萨说 对 可以在佛堂跟菩萨祈求吗 对 先跟菩 萨讲 结束了再讲 每天讲 没关系 菩萨不会嫌你烦的 哦 就是重复许这个愿 把这个功德送给母亲 对 好 第五部分 百善孝未先 二百八十三 十 婆婆跟保姆相处不好怎么办 二千零一十三年五月十日悬 易问答 听众 我婆婆跟家里的保姆相处的不好 很容易发皮 气 她自己也知道这样不对 但脾气就是很坏 她也不认 字 我想给她念经 像这样情况要念多少小房子 台长 你给她念心经 如果她整天跟庸人吵架的话 你就给他们两个人每天念姐节奏四十九遍 如果你感觉你家婆 发作的特别厉害 身上有灵性的话你给她念七张小房子就 好了 她知道自己不对 知道自己不对还要去做 她年 季比较大嘛 年纪比较大不是个理由 她是人就必须改 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为什么跟普通人不一样 因为她能够克制 知道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知道了之后就不会做 那才是学佛人 听众 听众 像这样心经我给她念多少遍 台长 给她念十三遍就可以了 就是要一直念下去是吧 念到她好 念到她不发脾气 脾气可坏了 有什么办法 只有好好求菩萨了 谢谢 十一 王仁的墓穴很重要 两千零一十二年十一月二日悬疑问答 听众 有一次我做梦 我父亲就坐在大水盆里面洗冬 西 我很奇怪他干嘛会坐在大水盆里面 后来清明节来了 我去扫墓 我一看原来那个墓可能旁边做墓什么 就是洞 一洞 他那个墓上面有裂痕了 刚好有一段时间经常下雨 我就做这个梦 然后我就赶快请人把它全部弄好 我就做 梦 让我父亲很高兴回来 穿的很漂亮衣服来看我 我说 唉 呀爸 这件衣服很漂亮 我帮你挂好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八十四 台长 说明你爸爸很在乎自己的墓穴 实际上他就是 分灵 他的一个分灵 如果他就算到了阿修罗道到天上的 话 他的墓穴对他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二 孝顺长辈中的注意事项 一 末法时期修心学佛要有智慧 不要对家人轻言出家 2012年8月5日悬疑问答 听众 我妈妈现在还不信 去年的时候 我想出家吗 估计也伤着他们了 所以提起佛教的事情他们比较反感 台长 爱 小丫头 你不能说要出家的 你现在跟着 台长在家修行多好呢 是的 你一提出家爸爸妈妈怎么 会不伤心呢 听众 还有我爷爷也挺伤心的 我爷爷八十四了 台长 你把他们气死的话 你下辈子再来还债吧 你 以为修心就是这么样气人家的呀 修心要有智慧 现在末 法时期要有智慧 你跟着台长学佛要学正信 不要脑子偏 你以为你到了山上你就修得好心呢 你以为你到了庙里你 就能做一个好泥姑呢 要想得明白的人 才能做得了好泥 姑 你这叫躲避 你这叫躲避矛盾 逃避 跟爸爸妈妈讲 爸爸妈妈 我现在没有这个想法去出 加了 我现在在你们身边一边照顾你们一边跟着台长学 学台长教我们好好做人 你就不要说其他的 说台长教 我们好好做人 孝顺父母 台长教我们应该在家修行 听众 我今天也跟我妈说了 看台长今年在悉尼那个 第五部分 百善孝未先 285 开示 说要孝顺父母 我妈也听了感觉还挺好的 台长 对呀 好好的啦 什么都不开悟的 还想出家 你以为人家出家师傅都是为了躲避呢 人家是开悟的 你 什么悟都没开 你还想出家 你跑去把人家庙都弄坏掉 二 如何忏悔曾许愿为母亲折寿的事情 2014年5月23 日悬疑问答 听众 听众 有个童修学心灵法门之前到庙里去上香 他也 不懂 就跟菩萨说他要活到四十岁 当时他是二十来岁 说他要活到四十岁 不要母亲那么痛苦 台长 就是说他自己折他的瘦 听众 听众 他可能不懂 感觉这样能减轻母亲的痛苦 这个事情有十年了吧 他心灵法门也学了几年 懂了这个 事情 但是怎么跟菩萨来念礼佛大忏悔文 忏悔掉这个事 请 台长 这个事情比较麻烦 我现在就怕地府里的观影 经把他的寿命折了就麻烦了 听众 师父您开示开示他吧 他也是您的弟子 台长 你叫他跪在地板上 每天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 一共要念一百零八天 每天念一遍 跪在那里念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 过去我不懂事情 愚昧无知 请观世音 菩萨帮我开智慧 我现在要更多的孝顺妈妈 我过去自己 童言无忌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现在重新发愿 要度锁 有有缘众生 孝顺母亲 请观世音菩萨按照元寿给我 听众 需要配小房子吗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请赶卢君红台长 开示极紧 二 二百八十六 台长 这个倒没关系 反正多念经 主要是念礼佛大 忏悔文 他现在念礼佛大忏悔文 每天一遍非常重要 要非 常感动菩萨才能帮他改变 否则改变不了的 好 感恩师 父 三 还债过头是否会到欠导至继续轮回 2014年10月 十日悬疑问答 听众 因为最亲近的人 念缘也是最深的 欠的也越多 一般如果是女孩子投胎 就是欠的比较多吗 要还父母的 比较多 如果父母不休 孩子帮父母念小房子 念经的话 那这样一直 还一直 还 会不会 还到后面 就是父母 道歉 孩子 然后 下一世 再轮回 再让父母来 还孩子呢 台长 会的 也会的 所以 最要紧的 就是 适可而止 我告诉你 爸爸妈妈比方说一直骂你 你只要还到他不骂 你了 念经念道不骂你了 实际上就还清了 他就说 唉 呀 女儿 你其实也很好的 我也不舍得你实际上 这就是stop 不能再做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如果你 再继续还他 他又欠你了呀 哦 好的好的 四 能否把小房子作为礼物送给长辈或朋友 2012年6月 17日 悬疑问答 听众 比如说有朋友过生日 除了送红包的话 能不 能够在红包里面再加小房子送出去 这样会有问题吗 台长 要看的 如果这个人相信的 你家小房子没关 第五部分 百善笑未先 287 戏 如果这个人不相信的 你家小房子 人家就骂你了 听众 哦 如果是过生日最好不要放在一起送 送红 包就送红包 小房子过了生日以后再送 也没问题吧 台长 如果这个人相信的话 你一起送也没关系的 听众 数字是不是不要十和四 在人家过生日 当中 把这两个号码拿掉 比如说 比如说有时候送一个整数吗 石油有一点不太好 是不是来个九呢 巴拿比 较好一点 台长 这个没有关系 最好呢 好事情送双数 丧事 送单数 三 白画佛法精选 一 兄弟姐妹之间和父母关系都有不好的 比如二姐对 妈妈孝顺 大姐和妈妈吵得很凶 大姐跟二姐说 我告诉 你 不要去孝顺她 妈妈怎么怎么不好 妈妈背后还讲你 那你说 二姐应该不应该孝顺呢 难道就因为大姐讲了 妈妈不好 这个二姐就不去孝顺母亲了吗 师父讲的是白 画佛法 这叫智慧 有德能 要有圆融的智慧 人家说了 你就不敢做了 你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做的 因为你要修 练自己 你要把自己境界提升 你以后死了是要上天的 他们不要上天 他们连懂都不懂 他们连地狱都不怕 他 猛敢杀人 你难道也想跟他们一样吗 难道因为别人说了 自己就转变思维去附和别人错的观念吗 这就叫境界 这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心地无私 天地宽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洪台长开示 几锦 二 二百八十八 二 要修出圆满心 大志心 圆满心是什么 什么事情 虽然在人间不圆满 但是在我的心里很圆满 比方说 我 今天很爱爸爸妈妈 但是我要出去 这样不能陪父母不够 圆满 但我的心很圆满 我就在家里给爸爸妈妈把饭菜做 好 或者把东西给他们准备好 我一出去就给他们打电话 让他们不要难过 那你不就是圆满心了吗 你不一定非要 待在爸爸妈妈身边呢 你有时候在他们身边 他们觉得你 很讨厌 对不对 管住六根清静六尘 四 同修反馈精选 一篇真实感人 催人泪下的文章 今年四月份 有一天我晚上做梦 梦见自己的左边的 大门牙掉了 我听台长的录音说 上面的牙掉是要伤父母的 我想男左女幼 应该是爸爸要有事 我打电话告诉了妈妈 同时我弟弟也梦见自己的一口牙都掉了 我们更实怀疑吧 爸要有事 果不其然 在七月三十日的晚上二点多 我妈妈给我打 来电话 说我爸爸急性心肌梗塞在医院抢救 让我赶快过 去 我和老公赶到医院 那个医院说要去市里的大医院做 心脏支架手术 我们叫来了救护车 赶到了市里的胸科医 愿 医生要押金五万 我们手里只有不到三万块钱 没办 法 我们只好给亲戚们打电话 一直到早上八点多 钱凑 第五部分 百善孝未先 二百八十九 奇了 我爸爸才被推进了手术室 进去没有多长时间 医生就出来找我们家属 说是爸 爸的心脏太严重了 根本做不了支架手术 只能掀书液等 病情稳定下来 要做开胸的搭桥大手术 我们都吓死了 爸 爸被推回了病房 我当时心里实在是说不出什么滋味 吓 五妈妈让我们三个孩子都回家了 她一个人在医院陪爸爸 我回到家后 跪在床上使劲的磕头球观世音菩萨 一定救 我爸爸 然后读了一张小房子烧了 第二天我又读了一张 烧了 第三天又能读了一张 但是因为从医院回来晚了天 黑了我没烧 就在转天的早晨 妈妈从医院来电话说爸爸 心脏第二次梗了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要我们快点过去 我火速赶往医院 这时爸爸正在抢救 医院声说非常 不稳定 随时有危险 爸爸的嘴里说着胡话 我想真的是 坏了 我心里使劲的求观世音菩萨 爸爸的手一直在出冷 汗 一直到晚上天都黑了 我和妈妈在病房里百感交集 妈妈哭了 想起了爸爸全都是为了挣点钱生活累的 他都 那么大年纪了还出去给别人打工挣钱 现在累得得了这么 严重的病 我心里更是难受的不行 我们姐弟三个家庭条 见也都不好 莫能好好的孝敬爸爸 以致把他累病了 累 水不停地流着 我当时又向观世音菩萨祈求 如果爸爸的病能治好 我愿意终身吃素 等爸爸的病好了 我要教他念经 念小 房子 我跟爸爸说 您心里自己求观世音菩萨 诚心诚意 得求 等病好了 要好好学佛 好好念经 观世音菩萨救 苦救难 闻生救苦 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爸爸答应了 持守战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 卢君红台长 开示极紧 二 二百九十 这时我又让妈妈求 妈妈也诚心地求 妈妈还说好像看见 观世音菩萨来了 手里拿着镜瓶 往爸爸身上撒水 过了 一会 我再摸爸爸的手 他的手没有冷汗了 开始热乎了 我好感动 为爸爸念大悲咒 然后继续心里转默念小房 子 因为病房里还有其他病人 我不能出声地念 以后的日子里我天天都是这样 每天两张小房子 都 是在公共汽车或是病房里默念的 我发愿要为他念四十九张小 房子 这样过了十天我念完了二十一张小房子 以后我每天就 念一张小房子 剩下的时间为自己和爸爸念大悲咒了 今天只能写到此处 现在马上到五点了 我要下班了 我 明天接着写 下班的路上 我就想好了我要去买鱼放声 第一是音 为今天我打通了台长的电话 第二是因为明天是爸爸的声 日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菜市场 买了八条大鲫鱼 然后 一路上面了三遍大悲咒 然后就念往生咒 因为和 边总是有人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人少的地方 我放掉了 鱼 然后回家了 半夜里醒来后还激动的想着白天台长点 话里说的话 心中默默的感谢着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 尊敬的炉台长 两三个小时睡不着 后来早晨都七点多了 我才醒 才发现上班都晚了 快点起床没吃早点就来到工 私上班了 做完了一些简单的业务后 我赶快接着昨天的 写 爸爸在医院住了15天 医生说让回家自己休息 一个月到 三个月后可以来医院做搭桥手术 这样我们出院了 其实 我们知道我们根本没有钱再回来做这个手术 手术的费用 第五部分 百善效未先 二百九十一 最少要十五万 我们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些钱的 回到家 爸爸休息了一周时间后 我把炉台长的书给 了爸爸让他看 让他自己念经 就这样他每天开始念七遍 大悲咒 七遍心经 七遍往生咒 七遍七佛灭 最真言 因为我还要上班 离爸爸家要有好几十里的路程 而且现在还正在修路 我只能每周日坐公共汽车回去看他 一次 我知道爸爸的病非常严重 所以我又让他增加了念 经的变数 大悲咒二十七遍 心经七遍 礼佛大忏悔文 一遍 然后三天念一张小房子 我为他每天念二十二遍大悲 咒 已凑够四十九遍 他一直都这么念着 我很高兴爸爸能自己念经了 而且还能念小房子 道 这个时间我已经为爸爸一共念了四十三张小房子了 我觉得反 正爸爸已经会自己念了 我还要上班还要自己做功课 还 是让他自己念吧 于是我剩下的六张没有念 有一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家来了六七个道士 他们以为我家 是饭店 要来吃饭 我说这里不是饭店 然后他们就要走 这时我拦住他们 然后跟爸爸说让他们给咱家看看风水吧 于上让他们看 后来爸爸就给他们钱 一共给了他们七百元 那个拿着剑的道士给他们每个人分 有的分五十 有 的一百 有的一百五 最后分不过来 他说还差一百 还 向爸爸要 这是爸爸急的哭了 说已经都给他们了 自己 没有钱了 我赶紧说 爸爸别着急这一百我来给 于是我 就掏口袋 怎么全都是一块一块的钱呢 最后发现口袋醉 里面有一张一百的 我正在掏突然醒了 这时我看看表婉 上两点多 我猛然知道了这些道士就是爸爸的要经者呀 持守戒律 圆满家庭 婚姻 情感卢君红台长开示极紧 二 二百九十二 他们这是给我托梦 继续要经呢 我一共读了四十三张小房子 还差六张没读 爸爸说已经给了他们七百 他们说还差一 百 算算看剩下这六张不正好是一百元吗 于是转天我马 上开始接着念完了剩下的六张 在八月末的时候我去一栋营业厅办理了国际长途业务 我想打电话给炉台长 开始我打不通很是着急 就在九月 二十八日的下午 我非常恳切的向观世音菩萨祈求 一定要让 我打通这个电话 如果打通了 我会把这个录音给我的亲 七朋友们听 让他们来相信佛法 让他们来相信佛法 然后又给卢台长念了三 变大悲咒 于是就像每次一样狂拔电话 四十多分钟过去了 我还是没打通 还在拔 突然听到 了台长的声音 我一常激动 我一常激动 拿着手机冲出办公室 我问台长我们如果不做 自己念经可不可以 台长说可以 然后给爸爸开出了功课 每天四十九遍大悲咒 七遍心经 七遍礼佛大唱悔文 每两天一张小房子 每天晚上相关 是因菩萨祈求 让自己的心脏病 能够快点好起来 我都答应 了 其实我知道爸爸念这些会很困难 但是我想好了 他 念不完 我就帮他念 然后我又问了我自己 一千九百七十五年的兔 女的 台长说我 身上有大胎的孩子 还要十三张小房子 最后还说要我念解 节奏 台长说为什么要让你念解节奏 你心里应该明白 的 听到此处 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因为我昨天晚上 第五部分 百善笑未先 二百九十三 刚刚和老公吵过架 台长让我好好念经 我答应着挂断了 电话 激动的心情无法比喻 我马上 我马上给妈妈打通了电话 把 这一切都告诉了他 他们也很高兴 我说十月一日我放假 回家去看爸爸 会把跟台长通话的录音带回去让他们听 后续 二百九十四 后续 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凡是学 习心灵法门的信众 普遍感受到了炉台长以无缘大词的词 悲心来弘扬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救度众生 心灵法门是救度 那些虚病患者化解冤结 偿还自己多生多劫的欠债 消除 自己多生多劫的孽障 脱离苦海的神医良药 是那些学佛 多年还处在迷雾中的修行人到达彼岸的指路明灯 只要认 真按照炉台长的指导去修念经 放生 许愿 都有不同程 度的受益和体会 为什么会出现受益程度不同的差异呢 我们认为除了 信众们个体基因的差异外 其主要原因是多数人只注意了 学习方法 而没有抓住修心的真谛 特别是对自身 的贪 甜 吃三毒净化的不够 自身能量不高 解决 的办法 只有在修心上下功夫 要紧跟炉台长与时俱进 学好台长的心灵法门 今生活的有自幼位 将来走的无千 五卦 如想详细更多的了解炉台长心灵法门的情况 请登陆 卢君洪台长的博客网址 http-masterlablo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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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阅白化佛法 悬疑综述 佛学问答 听众感悟 网友反馈等博文 听澳洲 东方华语电台卢君洪台长主持的每周三小时悬疑综述 节目 每周二小时悬疑问答节目 每周半小时直画 直说节目 每周半小时白化佛法节目及大行线场节 后续 295 达会录音 这里 这里也还想提醒那些对卢台长心灵法门持有一些疑虑 怀疑的人 赶快从自身找找原因 放下疑虑 下定决心案 赵卢台长 中卢台长 中卢台长节目澳洲悉尼时间 一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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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 看图腾 每星期二四六十七点 十八点 二悬一问答 不看图腾 天的示唸 每星期五十二点三十分 每星期五十二点三十分 三直画直说 每星期五十二点三十分 每星期五十二十二十分 四百化佛法 每星期四十七点十七点十五分 炉台长节目直播热线电话 0061296988866 东方台秘书处咨询电话 0061292832758 2011年12月于悉尼 后继 结善缘 296 后继 结善缘 如有想注印佛经和白化佛法系列书籍 请全部汇入政府合法 注册慈善机构账户 功德款账号如下 1. 澳洲东方传媒弘扬佛法慈善机构 澳洲圣侨治银行 开户银行 中文 Forname OFBank IN Chinese 圣乔治银行 开户银行 英文 Forname OFBank IN English S.T. George Bank 账户名 Account Name Australia Oriental Media Buddhist Charity Association 银行地区号 B.S.B.Number 112879 账号 Account Number 4132033033 Swift号码 Swift Code SGBLAUS 银行地址 Address OFBank 699 George ST Haymarket NSW 2000 Australia 账户持有者地址 Address OF Recipient 54 Megger ST Chippendale Sydney NSW 2008 Australia 后继 结善员 297 2 澳洲东方传媒弘扬佛法慈善机构 筹建观音村专用账号 开户银行 中文 Forname OFBank IN Chinese 圣乔治银行 开户银行 英文 Forname OFBank IN English S.T. George Bank 账户名 Account Name Australia Oriental Media Buddhist Charity Association 银行地区号 BSB Number 112879 帐号 Account Number 4132919934 Swift号码 Swift Code SGBLAUS 银行地址 Address OFBank 699 George ST Haymarket NSW 2000 Australia 账户持有者地址 Address OF Recipient 54Megger ST Chippendale Sydney NSW 2008 Australia 3 东方台慈善机构账户 账户名 Account Name Australia Oriental Radio Buddhist Charity Association Limited 银行名 汇丰银行 香港 银行英文名 HSBC Hong Kong 帐号 Account Note 817632144-838 香港汇丰银行 联络号 Swift Code HSBCHKHH 香港汇丰银行 地址 No1 Queen 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收款地址 54Megger ST Chippendale Sydney NSW 2008 Australia 以上银行账户 是东方台唯一认可的 注印书款账户 后继 298 后继 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是澳大利亚悉尼第一家以大陆背景 新移民创办的普通话为主的24小时华语电台 电台于2009 年荣获全球华语最高广播奖特别飞跃电台奖 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在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及华人界享有盛誉 并为澳洲 政府和中国政府所重视 澳洲总理吉拉德 中国驻悉尼总 领事馆段杰龙总领事等军层到访视查电台工作 澳洲东方华语电台旨在建立一个中澳经济 文化、艺术、政治、外交和教育的友好交流平台 推动中澳 关系的全面发展 发挥传媒应有的桥梁作用 及时报到罪 新信息 不遗余力地向华人听众推出喜闻乐听的高质量节 目、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成为华人听众的知心朋友 澳洲东方华语电台在全球拥有一千多万听众 卢君洪台长是悉尼的著名侨领 从事和担任各华侨社 团会长及主席并任澳洲华语台台长 已经有近二十年之久 在华人听众中享有很高的微信 卢君洪台长现任二欧尔澳洲东方华语电台台长 主持在 全球华人圈一场火爆的看图腾直播节目悬疑综述 卢台 常自幼钻研玄学 后幼有缘的蒙诸多名师指点 并曾伴随 西藏政协副主席朱康活佛 及其他六位活佛在澳洲宣传藏传 佛教集在全澳讲课 由卢台长全程陪同 卢台长在原有的看图腾特异功能的基础上 又得到了活佛的灌顶加持点化 传授佛学真谛 拥有了更加精准的看图腾功能 并以此来 后继 299 帮助广大佛友和听众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及引导大家学习证 信佛教 用悬疑特殊的方法来弘扬佛法 并让佛友们学习 赵普初先生的佛教念诵集 卢君洪台长热爱祖籍国 几十年来未推动中澳两国文 话交流做出贡献 澳洲东方华语电台有着几百万听众 除了正常的侨胞听众外 还拥有一千万信佛教的听众 为了能引导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卢台长曾被邀请在澳 周各地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丹麦 中国香港 马 来西亚等地演讲 发扬正信佛法 弘扬中华文化 学习佛 教精髓 研究图腾世界 培养儒学精神 受到世界媒体的 关注 并引起巨大轰动 让澳大利亚及全世界跟着台长学 佛的众生也能学习佛学知识 弘扬中华文化 让众生通过 念经学佛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更好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 与人为善 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 由澳洲华侨和世界信佛同修赞助澳洲东方华语电台文化中心 免费节缘法务流通 欢迎翻印 看到澳洲华孟大利亚 在澳洲华和世界信佛中华 音乐明天 出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